中分出一种的因果,即是间因果与出是间因果。 是,间因果是以苦地为果,即地为因,出是间因果是以灭地为果,到地为因。 二种我见,仁我见与法我见,见二我见条。 二种佛土,一真土与硬土,真土是真佛的住处,硬土是硬佛的住处。 二一种佛土与方便化身土,一真佛土即真土,方便化身世即硬土。 二种如如,即如如之与如如尽。 二种邪见,一破是间乐邪见,即无是因果之理而造恶,堕于苦。 老去不得人天之乐的邪见也。 二破涅槃道邪见,虽凶。 善而使者与我,虽得人幼之乐,而不得涅槃之邪见也。 二种佛境,正境与化境。 正境是诸佛所正的境界,也就是真独法性的理体。 化境是诸佛所化的境界,如十方无量的国图世。 二种生死,分断生死与变异生死。 分断生死是凡夫们于三界内肉体上的。 生死,变异生死是菩萨们于三界外精神上心念生命的生死。 剑二死条。 二种供养,财供养与法供养。 财供养是以相阿余之等财物作供养,法供。 养是演说修行佛法以利众生。 二种涅槃,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 如阿罗汉或离境,生死已了,但其身体还在, 明有余涅槃或有余依涅槃,连其生死之因虽境。 但由于有余涅槃的医生,待其医生亦亡了,才能无余涅槃或无余依涅槃。 二种资粮,福德资粮与智德资粮。 福德资粮是不施持戒的知善跟功德。 一集六度中之前五度,智德资粮是由修习正观所得的妙智。 一集六度中之最后一度。 二种斑若,共斑若与不共斑若。 共斑若是三圣行人所共得的我空制。 不共斑若是大臣行人所如得的妙智。 二种清静,生济静与心济静。 生济静是舍家济浴和离开宣道的都市道一。 各济的地方去闲居,生方便的恶行,一切不做,心济静事。 杜绝贪甜吃等猪烦恼,休息含定已使心不散乱,一方面的恶行,一切不做。 二种罗汉,会解脱罗汉语,据解脱罗汉。 会解脱罗汉是不但解脱会障,八。 的无漏障即正灭谈的罗汉,据解脱罗汉是不但解脱会障,连。 定障意解脱,余灭静定的出入自在的罗汉。 二种提醒, 原是菩提心,原是菩提心与原理菩提心。 原是菩提心是以四红是颜味体。 其众生无边试愿度,烦恼无尽试愿断,法门无量试愿学。 佛道无上试愿成,原理菩提心是一切诸法,本来祭灭。 安住于子中到十乡,而成就上求下化的愿行,这也是最上乘的无提心。 七大,地,水,火,风,空,剑,石。 的水,火,风是四大,空即虚空的本。 性,剑即眼根的剑性,十以八十。 因为五上七大,周于法界,所以教作大。 七有,地狱有,畜生有,恶鬼有,天有,人有,夜有,终有。 七佛,皮婆施佛,施器佛,皮舍福佛,居留孙佛,居纳寒悟尼佛,家业。 佛,释迦牟尼佛。 七始,七种的烦恼,始就是烦恼的别名。 一,欲爱,即五欲的贪爱。 二,慧,即田慧无人。 三,有爱,即色无色爱。 四,慢,即共高我。 慢,五,无名,即不明势力。 六,剑,即各种邪剑。 七,一,即。 怀疑正法。 七够,七种的烦恼,够就是烦恼的别名。 一,欲构,即欲使人知道, 保护,即到自己的功德。 二,建构,即对自己的功德深执着分别的见解。 三, 一够,即对于自己的功德深起疑惑。 四,慢构,即以自己的功德。 去跟别人笑量而生出轻慢他人的心。 五,交构,即对自己的功德。 深其供高欣喜的心。 六,随眠构,即自己的功德为化人所盖父儿。 深烦恼。 七,牵构,即对自己的功德深起迁徙的心。 七,七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即出佛身险,杀父,杀武,杀和尚,杀阿。 舍弥,破结摩森,即转法伦森,杀圣人,小圣士阿罗汉,大臣士地上菩萨。 七华,欲,七觉之,七十,见莫纳十条。 七具,律觉的迹象罪名,即一,波罗仪,士气,于佛法之外,罪,事断。 不罪,是不可救药罪。 二,僧残,是僧团禁法中的残伤者,为其。 虽残而尚有颤除旧药的余地。 三,偷蓝者,亦做大杖善道,大罪。 粗恶,粗祸等,或称为重犯,主要是由于波罗酒及僧残罪的。 未遂最终产生,但是也有独立产生的。 四,波一提,亦做舍舵。 这是由于取了序了不应当序的东西,忘了带上不应不大的东西。 首先将那东西舍给僧中,然后再颤罪。 波一提罪的方法颤罪。 五,提舍尼,意思是向笔毁。 笔丘共有四条特定的剑,办了以后,须。 立即面对笔,义人宣说毁过,所以又称为毁过吧。 六,恶作。 指申叶的恶作,是举止上的小过小失。 七,恶说,指口叶的恶说。 是言语上的小过小失。 七,重,比丘,比丘尼,是插摩纳,沙尼,沙尼尼,幽婆赛,幽婆酒。 前,五重事出加重,后二重事再加重。 一经终极班节夜心得流加性。 甘刚自强九五尊昆柔后得六二红。 屯曲弘八胜不持弘受起敌之天命。 须正菩提妃外求宋是萧五位大同。 师徒共伴三曹是比清浅贤和乐荣。 小处能行千里远旅见出至敲金钟。 太安妻如平天下苟难来时必荒惊。 同仁心一破平笑大有希望彼岸灯。 千冲自目宿几位欲顺奋起显人风。 随方救援觉四五谷言独语使人亡。 临为镇定根基稳观彻动机言真宗。 世科经济阔布败分光千荡目云耸。 包记八国献如来复的三宝喜无穷。 望远念成何染大处陪得存点心。 以养性全民根源大过其才法天情。 坎玉万物会伸长黎照会昏早觉醒。 嫌通人我一体连狠守信愿是清宫。 顿走凡笑任豪游大壮豪至表苍穹。 近恩千访万八年名一辉贤莫真容。 家人相聚莲莲方回别并非原意中。 简选真甲奈熬间解物生死态匆匆。 损魔分欲除悬满毅力十方化名统。 决圣末末后只轮回购玉三祈会群英。 翠会辅责将甘宁生超选祖建祈功。 困平使之品清其景深水良心浮尽。 隔除露席成尧顺顶碰运灵伟去清 正发机房脱将及更于保地日三省 见相佳静坐凯模归备其凶面容 风玉道夜遍海鱼与居成凡幻四红 蓄露以露体为妙队满胸怀郭贯通 幻撒慈艾敏三屠杰操弩竹直拔体 中浮成德达至善小或不二有致命 记记九六摇石反卫记使命成怨行 学界原地 生命的自我对话言厌喻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 是我们参与道学研究班的日子 神圆山道学研 从心灵班至善班 代诀班到精中班为其四年 课程有浅 道生除了一般道一之外 还有逐年研读 大学 论语 中庸 六祖谈经 等经典 这些课程的安排 就是为了让我们能逐渐了解 逐渐深入 道的精髓 后学有幸能在经年 在学班 学讲 中庸 经义章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 谓道 修道之谓 道也者 不可虚于理也 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圣乎其所 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以 莫显乎为 故君子圣其毒也 喜怒哀悦之谓 发 谓之中 发而皆终结 谓中和 中也者 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 道也 至中和 天地谓焉 万物欲焉 为了准备 讲课内容 把去年 吴正雄点传 师讲课的笔记 及吴点传师 送给我们 每一位学员的 生命的自我对话 一书 拿 出来努力研究之后 决定以 吴点传师 生命的自我对话 的书名作为中庸 经章的讲题名 可以说 每一位圣人在历经 人生的历程 没有不用心去体悟 生命的 更进一步的说 每一位圣人在历经 人生的历程 没有不用他自身去体正 生命的 所以吴正雄点传师说 所谓经典 至今 经过要有典范 历代圣 人所留下的经典 每一步都是圣人们在和自己的生命对话 透过生命的自我对话 自己写下成功生命的典范剧本经典 今天我们修办到 就是要向古圣先贤学习 体悟 生命 体正 生命 生命之味性 这是圣人对 生命的性实度 率性之味道 这是圣人对 生命的充实量 修道之味教 这是圣人对 生命的平实感 在这一堂课 我们设计了一份学习单 以生命 一词造三个句子 来练习和 自己的生命对 每个句子都要有 生命 一词 且只能有一个标点符号 第一个句子用问号 第二个句子用惊叹号 第三个句子用句号 第一题要测验我们对 生命的性实度 第二题要测试我们对 生命的充实 量 第三题要测验自个人对 生命的平时感 以下是大家的学习成果 愿意 读者分享 黄尘化 一生命创造了我吗 二生命是如此的神奇啊 三善用有限的生命 生命开创无限的人生旅程 礼貌灵 一生命是什么 二人生就是人出生到结束这段的过程 三我们要善用今生的生命来创造未来的永恒生命 一生命 二生命 三生命 杨月华 一生命从哪来 二生命是如此的美妙可贵啊 三可贵的生命会有不同的境遇 黄小元 一生命是我的吗 二生命它可以是精彩尊贵庄严神圣的 三我的生命要让它发光发亮更有意义 郭圣婚 一生命美好吗 二有充实的生命真的很美好 三充实的生命代表无限的宽广 陈怡红 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二让我们活出正正有意义的人生 三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就是在于服务更多的人 零余山 一要如何善用生命呢 二生命是很宝贵的哟 三把落生命中的每一分一秒来完成自己的目标 严喻坤 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 二不要白来人是一遭打 三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善进自己这一生的本分与 责任 王志中 一是否了解自己来到人世间的意义是什么 二是要发挥出生命的光辉来度化众生啊 三能度以度人则生命无憾 许雅惠 一生命为什么有烦恼 二学习用智慧去面对人生的真实吧 三直到照见生命的真相才是我本来面目 丘观龙 一上天赋与我们的生命是什么 二生命真奇妙呀 三生命原来就在双手和十之间 赖青青 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二成就圆满的生命 三圆满的生命就是要不断的学习成长 六秀游 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二有意义的生命最美 三生命的意义在创造生命 您是否也曾思考过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真相 及生命的意义等人生的课题 上述是大家的学习成果 答案都不完全一样 这让后学领悟到宝贵的 生命有无限的可能 和老前人此事 道是人生遇到一切真善美的大基础 有 说道是万有之宗主 我所不能 感谢上天降道之恩 今天如果不是道 的姻缘 我们可能不是在一和圣堂参加道学研究班 可能不知道生命的宝贵 更 不知道宝贵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 也许我们正无所适从的过着最深痛死 糊涂度 日的人生呢 中庸道也者不可须于离也可离非道也活佛师尊勉令 我们沿着修饭的旅途展望回顾这一生与道共度在人生的历程 让我们手牵手 我们手牵手 心连心一起走在修饭道的路上学习补食后的圣人用心体悟生命 亲身体振生命为自己写下成功生命的经典 因果所命求道救了命 续一 民国九十四年十一月二日至十一月六日纯阳正道愿语 我们一和圣堂在泰国四求孔梦中道愿开了为其五天的先佛 每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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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六祟 须贤得浅浅亦随周前人到泰国参加法会 人在法会期 先亲自见证她的女儿遭遇冤欠所命之缘由 在这五天中 师尊临场慈悲说 冤亲债主相信 先相信天命诺言 指 要给在座徒儿一点点期限 就可以等待到功来偿还 所 以守真 领真 天命真 因果直到 这是一场天人同证的 殊胜法会 令当场入班人员内心 受到极深的震撼与启发 业力见证求道 让我们走入生命的正途 去显得浅贤清正 法会第一天 愿长大人灵慈悲 一般法会景天动的 诸天先佛阿邦祝道 的普幽灵一旁 目厅 仍未尊 切药全神贯注 战战兢兢 有时有忠 佛归首好 未尖翻诸 比毛布施天涯 地魅可听懂 一六一段生死 地魅 逢得四难 得人生 得中华 欲大道 逢明知 且要知 知 好 不 虚贤的浅贤 讲述 求道的姻缘 四十五岁后 后我女儿把我带入正路 感谢上天老中 在10月6号那一天 我太太的同修 她耳常坚定她6号要到台中去 因为我们夫妇俩人都在从事旅游 夜晚到游游 朋友的游游就是在10月的8号、9号 10号,这是最后一个葬期 后学心里想,奇怪 怎么要6号去 是不是8号 9号、10号这一档赚到钱以后 超数后再到台中去陪女儿 那不是很好 不 过后学不敢讲 我太太讲同修要带她去中 我就说去网 就这样当我 太太到达马攻击场准备上飞机的时候 她手机准备关掉 从台中打来 通电话 这是台中张浅贤打来的电话 张浅贤跟我老婆只见过两日面 见过两次 面应该谈不上交情 这个张浅贤就跟我太太讲说 我几点到机场去接你 我 太太想说 我们个 又不是很熟 不用 有空再联合 我太太认为我女儿没 是 她就直接到她的亲戚庆家去了 结果7号早上 我女儿被同学送到803医院 重点是我女儿6号就已经到803 医院打止痛 下腹部的痛 打止痛记她7号肚子 又痛了 她的同学把她从三楼抱到一楼 把她送到803医院 像是下腹疼痛 打止痛真没有用 照X光 妇产科 止痛记 一样没 又用 检查不出 所以然来 做血酸 没有用 做血酸已经很严重了 抽血一样没有 用 又看妇产科 没有用 那怎么办 她们就把我女儿转送到容总医院 一样抽血 一样抽血做血酸 结果一 半层扫描出来 一样没事 那怎么办 我太太就问医生 如果这个情形再继续下去 那怎么办 医生就跟 他讲说 那到最后就只好把肚子剖开来看 检查不出病来 要把我女儿的肚子剖 开来看 如果没事再绷起来 那就这样子了 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 我女儿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 她跟我太太 讲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 妈妈我看到我快死了 第二句话 有一个男的 再等我 第三句话 我看到释迦牟尼佛 这三句话讲完对后 我的 女儿就慢慢的昏迷 我老婆打电话给我 老公 妹妹现在很危险 我想把她送到佛堂 我跟我的老婆讲 不可以 有病找医生啊 电话挂掉 但是心里 怪怪怪的 怪怪的 心里怪怪的 隔了差不多五分钟 我又打电话来 开始哭 我听到这 种哭声 很凄惨 好像女儿已经死了 我告诉她 不要哭 你把事情讲清楚 她说 我不管 我现在一定要把她送到佛堂去 因为现在医生已经宣布无效了 后学人在澎湖 我只好抱着 我只好抱着 把死马当活马医 救死到佛堂 然后 然后我就从澎湖 搭飞机到台南 我 我要求太太 叫救护车 由救护车 来送 最起码 不会塞车 而且车 而且车上会有医护 人员 会有氧气 危险的时候 派上用场 结果 这个用救护车送到佛堂 在这一段时间 台中的张浅浅 她就跟我老婆讲说 澎湖有一个朋友 对这种因果的事情了解的 她就联络这个朋友 这个朋友 我们两个约好要搭三点起飞的飞机 在飞机上她就跟后后学先讲 你这个小孩子 是因为什么缘故 她就大概跟我讲一段 她本来处理这种因果的问题 都是 师尊来跟她接待 结果8号是礼拜五 这个周小姐她礼拜二就知道了 礼拜二 释迦牟尼佛 就去跟她讲 你要把东西准备好 你这几天必须去台湾处理 这件事情 她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她只是觉得很纳闷 因为有时以来所有事情都是 由师尊来接待她 怎么会劳动 释迦牟尼佛来跟她交代 当救护车把我女儿 送到神远山的时候 这个过程 这个小孩完 却没有回应 也不会哭 眼睛也睁不开 就是肚子痛 眼睛闭着 从眼角掉眼泪 到了神远山 要进佛堂 这个小孩子一样不能走 而是由我们神远山的这些前嫌 把这个小孩抱进佛堂 到神远山门口 小孩开 使哭 全身发抖 然后后进到佛堂 求完到 在有点传师慈悲之下 开始求慈悲头 后学一进到佛堂 手搭在女儿的肩上 看到我女儿 后学的眼泪流下来了 我个根本不像我女儿 那个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 一贯 到我对有点传师相当不尽 我认为说 怎么这 样子 是不是应该先救我女儿 怎么我一到佛堂之后 就好几个人拉着我要去跑 边聊天 要去写 我说怎么会这样子 是不是应该先救我女儿 对不起 有点传师 后来有点传师就帮我点到 从那个时候 经过我们点传师这一点 后学真的开窍了 真的开窍了 本来后学的心目中 没有神 没有归 这一点 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女儿在求到这一段 是接近昏迷的 结果一点到一 求慈悲投之后 我女儿醒了 眼睛睁开了 哭了 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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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欠我的应该还给我 当我们离开神远山之后 我们就到台南去了 到台南就是要来处理这件因果的事 情 小孩子本来是昏迷的 现在醒了 后学左手 抱着这个女儿 周小姐说 是不是 想办法让这个冤亲债主来赴我女儿的身 来讲出到底什么事 后学看到 我女儿痛成这样子 就跟周小姐说 这个受不了 她痛成这个样子 她生 体绝对受不了 后来这个周小姐就说 那我来 我就抱着这个女儿 看 折她痛 心在低血脑 我们很难过 但是没办法替她痛 当这个冤亲债主来的时 后 我的左手抱着女儿 冤亲债主一来的第二动作 什么动作知道吗 瞎她 就是要瞎她 我怎么可以眼睁睁的看着女儿 让对方来掐握 我就用手抓着 她 她是个女生 我就左手抱女儿 右手抓着她 挡不住往 后来三四个人就来 抓这个女生 对 方来的时候 眼睛睁得大大的 咬牙切齿 后学从她这个面向 就可以体会到 她这个人 到底心里有多恨 当场晕到 我就左手抱着女儿 右手抓着 跪在那个地方 求对方 请 她不要这样子 请她把事情讲清楚 结果她不会话 她 她跟我们要了指根笔 她 写什么你知道吗 她把我毒雅了 我救她 是不是你们两个以前有共识呢 彼此间有什么约定 有什么秘密 她才虚 她才虚 要把你毒雅 她写说 她很恨 她是个太监 她的主子跟我女儿的前世是姐妹 陶 陶 两个人同时被选进皇宫 后来她的主子怀孕了 为了真后的位子 我的女儿 而就把她的主子抓去开床口腹 然后把尸体埋在床口腹底下 又怕这个秘密被她写 露出去 就把她毒雅了 毒雅之后 又怕她用血的告诉别人 就活活的把她打死 这太监这样写 她把我活活打死 我就再问她 当初她是不是总共害了三 条命 这个太监咬手 不是 是四条 为什么四条 知道吗 因为这个妃子 她怀的是龙凤胎 许先生问如何才能放过她女儿 太监妇女谈条件 并说一个 月后按你的表现再说 这件事情经过后学查证之后 是发生在林墨青屋 怀有真孕的妃子 凭空在皇宫 李消失 整个皇宫里在找这个人 找对道 再不找 也不可能怀疑到我女儿 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知道她们是姐妹桃吗 怎么可能呢 她找到这一世 她 当然要来讨债 你欠我的应该还给我 我们刚刚讲到 我女儿把这个妃子抓去 开床口处 我女儿那里痛 肚子痛 还好运气真的很好 我们到佛堂里面来求道 目前还没有说要如何偿还这个债 不知道 我们要实时抱着忏悔的心跟冤签债主忏悔 那天晚上这件事情处理对后 我们就回台中去了 后来我们父前人很慈悲 他听到这个事件 之后 他就抓成风尘仆仆的赶到台中 来看我女儿 父前人跟后学 开示了很多的道理 后学真的听进去了 由于父前人的开示 我就跟我女儿 佛讲 我高欠人家那么多 我们怎么要等到她的时候才来送 今呢 不对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一事情 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跟我 女儿讲 我们要实时抱着忏悔的心 我们要跟这些冤签的主持会 我们认真做 我们好好做 我们赶快来度人 父前人交代开示的很清楚 我们要赶表来度 人 赶快来修到半道 后学从求到那天 现在还不到一个月 但是我们这么多 的前前这么慈悲 一再的再交代后学 从那一天开始我吃素了 过了十天左右 同住民等到清道同湖 说临时我请朋友帮忙度人 将近八十集 个人求到 代序 一和圣堂活动 一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 八十日星春至相班 晋園山 五 三月十一日星春至相班 花莲 六 三月十八日星春至相班 台北 七 7.4月1日学界教育班 8.4月6日7日学界传音 9.4月8日人才教育班 10.4月15日新冠成长音 11.4月22日春季班 12.4月29日学界教育研究班 2.活动概况 1.1月1日举办年终悔过班 2.1月7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在花莲举办年终悔过班 3.1月14日在台北举办年终悔过班 编后语 带国先佛班难及寿悉词训 3. 开示先佛班及天人何一 3.太国 我疑并 16. 今天将一道石時 13. 三岛 果节 nutrовых 17. 三草土土 17. 由 17. 人兼半 18. 因此不仅天人疑病 18. 亦世人鬼疑病之时 18. 亦世人鬼疑病之时 18. 亦世人犯 19. 亦世人 smoothie 天不言的不语,无人要负起重,则办好白羊弟子知识你。 人我一并如何是好,先公开示,要做到我的是你的是我的。 不要太计较,不分彼此,大公无私,负起重任,清静人心,促静。 天下太平,到传万国九州实现世界大同。 成前人的,有你就让人讲,即如先师恐余,三人行。 必有我师,不论在社会,在企业团体,在道场毅然。 即师,广义,为人处事,可先听人建议,优者用之,不良者弃之。 日本成立一贯道总会是我国向国外开荒的票成计单。 王,理事长产阳一贯道宗旨,可借其经济、教育、政治等均补世界大。 国之名的日本,能够兼而将一贯道更加强传达九州四海。 促进国际化的脚步,使修半道的书腾道路更上一层履。 世界总会章理事长所提之,教育语,是日本明治时代。 因美国高铁制军舰访问日本,明治天皇因明睿智立即感觉到国家狱。 徒墙必须发展科技,于是倡导,明治维新,领悟到教育之重要性。 所以从基础教育开始,下诏书,教育语,从小学就必须被 其下诏之基本做人之道理,及三纲五常八德等,一集一贯道。 道清修几度人及修半道借以救世之真理。 此次日本成立,一贯道总会一集明治维新之复制, 是,量必能发阳光大极,旧世界促进世界大同。 在宇宙天地间,天缘代表动,地方代表境,其似正卦互动。 代表体也,自从子会开天,丑惠辟地,迎令人将至以来, 来,有期。佛智世,三佛收缘,经已到了第七会六万九千零二十三年进化,经已进入。 五会及三期末节年,由白养三圣收缘,在五会中英时运的缘而老令无教。 圣人于各时段创立到佛、儒、耶会等宗教产阳大道之会,但是终其,目标是一致的,一级万教归一统也。 龙马富途的那谈,天道与人类之关系,和图的理、气、树、向阳天道。 资道理,图三期末节年来临,是风日下人心复古导致乱下续出不穷,乎。 人必须续速拯救九六佛子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务必积极待天。 宣化,促进人心之进化,以修己、渡人、旧事,借以静白阳天使之。 重大使理,三期末法万教其八,导致有假祖师,甚至以道场作联财工具进求。 明相利益,五道时,运、地而兴起,但其中极目高是一致的,极万教归一统也。 而天道应运而降于庶民,可在家修,一世修一世成。 又不仅修己异药,渡人并把道传九州,促进世界大同。 此乃百对弟子之众大使命。 道德之行,是和老前人面前到台湾开荒传道十年第一次亲自主持的。 盛会,以提升后学对道德之体物实践。 本篇是《奸戏经观要张力》。 一,是老子产阳,道,知义。 修道是要认理会真,请出具有的自信佛,使能掩护道心,前程发。 愿修半道,把半道当作自己的事业权利以赴,使能发挥潜力修半道。 使能尽尽责。 修道是应有下列素养,如水之德能随缘救药,忍辱坚虚,不傲慢。 能包容一切,要活泼,活力,朝气,道气,以身作则,品德兼修,多关怀后学。 发心修半道,担己使命,拯救众生,道传久,以促进世界大同。 我们为人必须明白,生无生者为妈妈,生母,生为老娘,仍有乐灵魂时。 有生命可以存活下来,生命之可贵即在于此。 不无人不可忘记生生即生之母,而且百岁年老要回顾家乡面。 其要从修半道着手,借以进化社会使世界太平促。 尽世界大同之重则无人必须负其并实践之。 光一四见,人生几何。 十指三其末法,求道四难无人皆即获得,修己度重。 是白羊弟子之时命,人生无常,莫呆严君传书信,在想修行以太时。 驻印大德方明录九十六年二月。 李哲仁二五本。 李章远二五本。 顶银公司董事长江青慧一零零本。 林彩银二五本。 谢藏琴二五本。 谢又臣二五本。 福慧人士二五本。 侯庆慧一零零本。 侯军义二五本。 侯文庭二五本。 慧郭楚经部分。 杨德香二五本。 杨德香三。 次見五本。 参与二十五本。 是atisf UFC. 市华二十八本。 十 因果所命求道救了命 叙耳 义和双月刊 第十期目录 年月 义和圣堂介绍 义楼大殿所供奉之三尊佛像故达 经典背诵专栏 必考科目弥勒就苦真经编辑部 先佛圣训 泰国四求孔梦中道院先佛班编辑部 前人的话 道真 礼真 天命真成红真 宗教人的本分与天职高兵台 真心修办道周前人 成前人的话 人若须吃饭 到哪里修道都一样了物 历代祖师介绍 第七代祖师唐瑶王子 道学研究 悔过远起周前人 忏悔宗旨成永恒 忏悔力悲至旧度约千叶在周正山 忏悔力修行喜脱烦恼逢新聪 一经研究之一成永恒 道学用语词汇里一章 学界原地 圣者典范刘嘉信 因果所命求道救了命续二编辑部 人生哲学 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编辑部 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 编后语编辑部 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 义和圣堂介绍 布达 一楼大殿所供奉之三尊佛像 举饭所有庙女 寺院之大殿所供奉者 必是其庙之主神 如上帝庙必是北极玄 天上帝五庙定是观圣帝君 然而义和圣堂是一贯道之佛堂 主要之神佛当 然是供奉者 开启白羊应运的三佛弥勒古佛 南海古佛 济公佛佛 回顾自己刚求道 进入一贯道之初 对圣佛雕塑之神像 不只是体认有限 梗 圣的事还排斥不移 如果除去同龄那阶段无知 自懂事智进入一贯道理来 是少也有二十几年的宗教信仰 是小时候大厅一桌上 每到过年除夕那一天 都梗 换一次的事观 是因佛祖的指画神像 以及佳格力救世村里面的大庙 带天寻寿的神明 而有件事说来也很妙 在自己近二十岁那年遇上了村庄的大庙建教的庆典 神明就借一同指示所有的信徒 为了建教能达到其不消灾平安的效果 需要吃斋七天 自己虽然在斋棋内都没过戒 可是不很自然 毕竟是压抑的 到了大庙的广播器宣布解除斋戒期 姑且不论还没解除斋戒期 被药主的昏食是对 与否 当下马上点燃瓦斯 下锅的并不是甜饱饥饿的食物 而全是自己想吃的昏 食竟然连一根青菜都没有 只有僵世不能少 纳妙旧妙在三十几年来从未曾 有的念头我要吃素时在自然中脱口而出 并不是参加法会后或所谓的道理听 多了自然会吃素 而非根究底就是现在所要西度大殿中的弥勒古佛的慈心三昧 的弘慈大愿力之务必的关系 而导览三尊佛像为什么要从圣佛的慈心愿力谈起呢 那是因为一切相都有毁坏的时候 世尊余一切有位法如梦幻套里如漏 亦如殿硬朵如释观 诚如佛所言在三千大千世界里所有物质行相都如幻化套 隐般向海誓圣楼似有若无 而以物质论而言直能不灭的原理是存在的 因此佛要慈悲众生如果只用肉眼之势力去看必定是有视线范围的 要识透究竟必须要 如是观用慈心即本心自信观 借佛菩萨之智会般过去观照才能见得实相 下笔至此的当下应该是以三尊佛像之实相的内容谈起 如以三尊佛像的采质而 而言中的弥勒佛是以一千鹿百年树林的张木雕刻而成 左边的观是因菩萨及右表 的既供佛佛的佛像也都采用鹿百年以上树林的张木雕刻而成 聚集吸收了一千鹿 百年纪录五百年的天地真气日月精华 配合着巧匠独道之神迹传神之至敬达许 许如生之神语 使得参访义和圣堂之游客 进入一楼大殿沾两国像的当下赞叹部 一和圣堂安坐落城后就有滑球 凝土厂的一位司机走走停停的一直败敬大 殿而且口中还喃喃自语好可怕 好可怕 正好周前人在场就屈身而敬问说 到底什么事或是你看到什么 为什么只喊好可怕 好可怕 这位先生就对周前人回答说 太像了 真的太像了 真是不可思议 跟我在梦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有一次更神奇的是 有一游客来到圣堂之门前 竟然是神人而一 神情怡然的 到初一见被厚学自己 一望二十八年前 曾经吃过三次牛肉面的汉式 这再大忏悔般 会是很重要的 活佛师尊领谈来自卑 再大的过错抵不过一个真心忏悔知悔 四 那就是淡忘自己曾经做过什么错误 想要忏悔也无从忏起 所以这一游客 在从容中不假思索的提醒 后学此一憾事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而游客的同伴在旁 便提醒他的朋友 不要流于空谈 想不到这一游客竟然指着他自己说 我怎么知道了 是大殿里面的仙佛告诉他 因为自己是当事者 所以对神通广大之定意略有所悟 由其对求到后及成就 弥勒净土家园之眷属被感殊胜 弥勒净 弥勒净佛慈心无量 观看众生遭逢三灾八难成 轮六道路为 诸般痛苦熬肩很早就多次下身 立九转十身 画迹因缘 视线人间 例如 第一是下身明教谈佛流之佛是尊向阿满尊者开示 第二是明教提舍耶无构济海在悲华经 第三是下身明教闲行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 第四是下身明教武士大宝基金 第五是下身明教弥勒弥勒下身经 第六是下身明教传心 仍称富大士景德传登陆 第七是下身明教布袋和尚余堂末五代后粮食 在浙江凤化 第八是下身明教领庭律万祖归真传 第九是下身明教徐海如 道号吉南正宗道统宝剑 第十是下身明教陆终宜道 号通李子正宗道统宝剑 下禀至此又想起自己每当在佛殿中 宗明是弥勒尊佛宿目中但发出此心三类香 于是想起第七是下身之故 宗明在和尚元祭于月零四零终前说一祭送 弥勒真弥勒 分身千百亿 时时世世人 世人自不识 活佛师尊此欲叮嚀心语 三界十方 诸佛菩萨与众生都在为此一次 彌勒应运之土度因缘而庆幸 尽其悲怨全力得慰 三槽收缘工作而努力 而主导这项大因缘的又在人间完成 徒儿啊 你们这群白 与修日因善握此佳期 不知不求真诚实修 方如赴天人的祝化 佛今圣言亮道 以父主言明 本元慧 未来世众生之大归一处救世主 迷勒佛 龙华三 慧收缘有六 更是大乘佛心 同体大悲 圆大慈之总发归 既供恩施 十方净土各有殊胜 迷勒净土却是殊胜中之最殊胜 方便中之 最方便 迷勒净土之容易求生 迷勒法门之容易行持 更要众生明知净土之患妙 迷勒净土是未遗生补佛处 未成佛之前聚注于此净土 是尊未成正等正觉佛果 之前 亦是注于此净土之中 因而迷勒净土未知生补佛处 智慧如是尊上且如此 众生求生于此净土之间 岂能不畏最为疏忍 而求生此一净土可待业往生 不 用极断根杖 岂能不畏最为方便 简介之天府有限 期望其他主题介绍 十能枪献观世因菩萨寻生 就苦随处祈求 随处献得大慈愿力 以及献罗汉深度众生之计 功活佛更加是现游戏三倍之行 意再叹 讨一般 祝清净平安 经典背诵专栏 编辑部 避考科目弥勒就苦真经 佛说弥勒就苦经弥勒下世不悲情 领保其母灵山一年花一正考三圣 落在中原三星得大正四川王陶星 天真收缘卦圣号等待十至点神兵 云雷分开入己土天下神鬼不安宁 清在人天中华母九连圣教归上成 天花老五垂绿线收缘显化在古东 南北两极连宗续混缘古策在中央 老将下通天俏如影山前对合同 婴儿要想归家去持念当来余乐经 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连去超生 十得西来白羊子香耳点铁化成精 每日至心常持念三灾八难复来清 要想成佛请礼拜承持风铭智慧心 修听邪人胡说话劳栓一马念无声 老将下征天咒用心持念佛有神通 满天心斗兜下是五方列先下天功 各方成皇来最好道是灵同察的清 三观大地慈悲注赦罪天曹救众生 救苦天尊来救世清点文不接地神 八大金刚来佛法四位菩萨救众生 锦令三十六人将五百灵关锦随根 辅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的安宁 北方正五位将帅清点红法显神通 扯其造其真日月头顶森罗七宝星 威正北方位帅首宿清诸二挂甲兵 阿旧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位成 四海龙王来驻到各驾祥云去腾空 十方天兵悟佛驾保佑弥勒去成功 弘扬了道非家去赚道三阳无乐尊 吾皇令记下身周辅难言归正宗 来往造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 婴儿女常识念邪神不敢来晋升 迟念一遍神通大迟念两遍的超生 迟念三遍神鬼帕王两邪魔化未成 修持节内寻入敬念起真言归佛令 南无天原太保阿弥陀佛实寇 先佛圣叙编辑部 正坛诗 理性中分是非感情内别尊卑 路程获知净退体验时共喜悲 一遍天有日月寒地明见松眉 穷宽长动身减亮角度叹无味 无奈 太子爷奉 辞命入法班饮生早餐 老家再问贤弟妹们好不好 理也路也路也通 一本万输万输荣 四性自度自度化骗骗心得心得穷 忠道不离不离是天欲不逆不逆行 一分阴阳阴阳会尽有乾坤乾坤成 是烟是云是云务日落日出日出冬 昨非今世今世行愿愿依旧依旧明 感叹众生众生内寒禅不明不明东 性情为患为法定性的为中为中庸 内何八格八格显立有五行五行功 礼别上下上下绕见左右左右风 尊严崇德崇德信松博长青长青葱 自卑为高为高尚上春梅出饭出饭红 路在足下足下不穷里尽性尽性中 行尘远近远近愿心宽路长路长城 过渡时期时期长江一波一波凶 认知有理有理静空动自然自然通 静而交之交之大深藏 但若虚若虚空 隐退分寸分寸恰由浅而入而入精 体大思精心力让大能容能容身 是真命震动的 生命用尖角方圆方圆绒 使也运也运也制度外劫之劫之平 与共日月日月照推叹道气道气冲 喜意美与美与过无边无边无边穷 无非可言可言欲作为英雄英雄风 上下多浪计 理性中分是非感情内别尊卑 路程过之进退体验时共喜悲 一遍天有日月月寒地领见松眉 穷宽长动身减亮角度叹无味 引词 下百天教命 太子爷白话词讯 你在忙什么 师兄跟你讲话 师兄跟你讲话 你很紧张哦 师兄也很紧张耶 你紧张什么 是讲课紧张 还是看到太多的人头紧张 师兄也是你耶 那紧张加紧张等于不 紧张是不是 紧张加紧张两个人更紧张 所以师兄知道贤弟紧张师兄也很紧张 师兄有义气先来紧张 师兄紧张 那贤弟要讲什么课题呢 十五条佛归十五条哦 那么哦 十五条 十五条 师兄也要讲一个课题 头一条是哪一条 头一条里路易穷 师兄讲里路易穷 一条很紧张 十五条很紧张 十五条比较紧张耶 是不是 一条不会那么紧张 那么我们交换 师兄有义气 师兄讲十五条 张贤弟讲一条 感谢慈悲 那师兄要开始讲十五条佛归 张贤弟去批证谈师一条 就那个什么 那个 李路易穷 现在师兄要讲十五条 十五条 好 贤弟妹你们被一遍给师兄听听 好 开始 第五十页有可一看 开始背诵 你批训一条 你不是写写 是批训哦 你批训一条 你批训一条 师兄要穿 你批训一条 你批训一条 李路易穷 师兄负责 讲一个就是十五条佛归 十五条讲完 了大家笑 武掌 YES 爱呀 不是这样呀 那个是过时了 是先翁的 呀 咕噜 师兄十五条讲完了 你怎么还没有批完 我们交完了呀 怎么办 我们需要 沟通一下 刚刚不是讲吗 张贤弟你紧不紧张 紧张师兄也很紧张 那你讲 几条 后学你录一条讲一条 就去讲啊 中十五条解决了 感谢师 凶慈悲要批正弹师哦 我們交换了哦 师兄慈悲 后学还在学习 没办法批师 你都没有听清楚 就答应跟师兄交换 现在怎么办 你的师兄讲完了 师兄的你 没有帮忙 不是写黑板 写黑板 有正弦力写 你批训 感谢师兄慈悲 赶快 批正弹师 我们紧张加紧张 不要紧张 好不好 等一下十五条 佛规是师兄讲的 我们已经 交换了 张贤弟讲一条 不是交换好了吗 张讲师搞不清楚是批训不是讲课 你讲十五条 师兄今天老师要师兄讲一条 张贤弟讲十五条 那十五条 那十五条比较多 比几张 师兄跟你换 那十五条比较多吗 我们换好 不好 后学担负的十 尖七十分 七十分 讲一条很简单 我们换好 不好 张贤弟讲一条 师兄讲十五条 师兄帮你讲十五条 师兄帮你讲十五条 你审了讲十四条 你审了讲十四条 好不好 好不好吗 师兄慈悲 怎么办 沟通不来 千翁不是说天人一病吗 我们换好不好 你不会批训哦 你不会批训是不是 后学不会师兄帮你了 好不好 感谢师兄慈悲带 是我们换了哦 师兄是有意气帮你而已哦 换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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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训一下子师兄帮你哦 像师兄这样静坐 师兄批训 你很紧张 师兄 也很紧张 但是师兄功夫比较好 马上 证定了 你在一旁向师兄学习 批训中 师兄紧张讲师解释训文是先讲一条 不是讲十五条 不是讲十五条 那 算了 算了 张 贤弟你到旁边去向师兄学习 师兄要下去发挥发挥 竟然找不到就丁丁 那今天老师说要讲路一种很深很深 是不是 那师兄就生路浅 出好 好 很多弟妹说 师兄讲话都不清楚 想讲道理 会不会不清楚 不会还好 师兄比较有一点信心讲 理路一穷 没有吃香蕉 没有智慧 理路一穷是老师说 理是那个理 理是之道 那个路是行道 然后就是之 到家行道 就这两个要一直到最后 到彻底 就这样了 放不放啊 鸡骨 鸡 鸡 鸡 理路一穷就是这样而已 弟妹们您不明白了 明白好 幸好你们明白 不明白师兄也不会再解释什么了 不然这样子 弟妹都明白了是不是 明白了 明白了 师兄就不用多讲了 是不是 不是配合一下吗 师兄不会讲了吗 鸡骨鸡骨 师兄很忙 现在教师张交 那么理路一穷的道理 就很深很深很长 很长 就像你们茂田师兄讲的 生死一梦啊 什么真假一同啊 什么人我一病啊 就这些 好 我们开始读那个 读生死一梦的那个 开始读 师兄现在很忙 从头开始 师兄很忙 弟妹们慢慢读哦 师兄还要批训 班员读 班员读讯文庭 庭庭这样不尊敬师兄 一面找一面读 有了找到了 开始读 班员读讯 问 批讯 批训 好不好 好师兄 师兄不很好 师兄不很好 师兄责任很重 老师说要讲理路 一穷 师兄刚才解释过了 弟妹们您不明白呀 明白 明白师兄在补充加强好了 好 你好不好 好 好就是说吗 就是说没有道理 就会走头路 就是说做人没有讲 道理 就会找不到头路 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是如果有道流理 就找到了头上 的一条路 是不是呀 是就是你路易穷的真实意 很深的是 是吧 是 就是要有道理 师兄要心平均一大包 师兄讲道理太深了 师兄怕贤弟妹们听不懂 师兄玩 游戏好不好 好 好 但是在玩游戏中要 什么 悟四个字 理路 一穷对对对 玩游戏要悟这四个字 师兄的橡皮圈 贤弟哪 贤弟 师兄要拼 训了 你不要耽误师兄的时间 拼训 师兄 师兄要分给弟妹们一人一圈 一圈 一圈就好了呀 弟妹都有一个圈圈了没有 有把圈圈放在掌心上 师兄要讲道理了后 圈圈的外面跟圈圈的里面 是里 那个圈是路 所以就是里根路 那里面有一个圈圈的路 现在帝妹想办法把圈圈咬断 咬断 咬断吗 用牙齿咬 断 断了没有 没有 早就断了 断了六万多年了 那个路本来是圆圈圈的哦 绕来绕去都会不去的哦 但是咬断了就断了 断 师兄咬断 师兄不可以没有保持形象 现在是不是里还是里 但是路断了 是不 是 是 断了时候还没有很要紧哦 要紧是弟妹又执着 你打个结 弟妹又无名 有 打个结 两立了 弟妹又贪心 又打个结 还有又生恨 第四个结 还有又痴心 妄想 五个结 还有还有什么 那个十二是什么 还有又杀人吃肉 又打个结 还有又偷人家的东西 再打个结 好像不能再打个烟 就这样 那个一条 那个领路 变成这样 是不是就回不了家了呀 是不是呀 是师兄看拉得很紧哦 拉得很紧就是严重的堕落烟 但是今天不可以哦 今天师兄讲领路一穷 是不是 是 那个路要恢复起来 把结打开 师兄披训 打到像刚才一条 那蒙着 你 帮忙开 你帮忙开 我们去里面沟通 你帮师兄打开了 不要 像刚才那样 师兄很忙 吗 师兄披训 不要讲话哦 把结打开哦 打开了那么快哦 那么快 现在 把结打一条了 那个路要回复回圆圈圈 要不回圆圈圈的 没有交 给贤弟妹们黏的 你自己想办法吧 有人还没打开 还没打开 很严重贪心 打开了没有 弟妹们呀 你 门好了没有 师兄好了 有没有把结打开了呀 有有没有把圈圈恢复了呀 有师兄的助手跑去哪里 你好了没有 师兄轻轻一拉而已 是你不想 心把他拉紧了 有没有冤枉 开了 开了哈哈哈哈 开了开了 你好棒哦 别 人的结也会打开 有一句话说 解铃还虚系铃人 那打开之后要回复圆圈 怎么办呢 这是李路的路耶 怎么办呢 就要这样 你帮师兄接起来 他的手好粗难做 公 橡皮圈是可以拉的呀 那 又成功了一次 就是这样 又把他绕回圈圈 开 使动作 这样是不是又恢复圈圈了呀 只是多一点 哪一点 明师一点 所以 断掉的路要恢复回圆圈 要有一点是不是呀 是那弟妹们都把它 做成一点 进欧 哦 像皮圈可以拉的哦 好了没有 好了 好了放在头上 怎么 让这条路放在头上 前弟妹们站起来 像皮圈放在头上 好了没有 好了 这个是有理又有路 放在头上 然后向师兄行一鞠躬 九十度 又不要给橡皮圈 掉下来 开始 开始 不要摸着 预备开始 九十度 九十度吗 弟妹 坐下 你们都不抱 坐下 你看师兄有 有路放在头上 还鞠躬一百度都 没关机 都不会掉下来呀 就绑头发哦 是不是呀 师兄在讲道理哦 要让这一条路 不会又遗失掉 要绑住呢 是不是呀 是绑在哪里呢 保 在不会掉下来的东西上 是不是 是有没有道理 有师兄也没有智慧 你们都没有智慧 所以这个游戏嘛 就是四个字 什么字 里路一穷字 挤了路自己想办法呀 要师兄教好丢脸哦 是不是呢 那师兄批运好了 但是还 没有完全好耶 因为老师说 老师说弟妹听了好多好多的道理了 有没有 有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推出白板 那 你看自作聪明 师兄还没有批完 但是不要再黑板 了 师兄讲到哪里了 就是老师说 师兄 弟妹听了多道理了 是不是 那 那就是很 有道理了哦 还没有道理哦 还没有道理哦 已经时间不 多了耶 所以吗 老师说要给弟妹 师兄的讯文还没有批完整 要给弟妹填充 好不好 要弟妹填充 呀 开始想呀 你们不要黄师兄呀 师兄自己会保重呀 你们也要想题目哪 还 有点传师你们也要想题目哪 填充要填充哦 这边里路易琼的讯文填好了 现在谁 哪一个弟妹会填 可以出来 拿红笔填 师兄没事了 你们填充了 师兄给弟妹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太长了 师兄给 妹五秒钟 开始 是不是 不是团充 填满哦 你和路要走到完哦 师兄点名 你去填一格 随便哪一格 是随便哪一格 不是随便哪一个字哦 要有理有故的哪 师兄好有智慧哦 鸡鼓鸡鼓鸡鼓 好 下一位 你们在坐的炉 果不动 师兄要点名了哦 以身作则 不可以跳跳去 修到哪里可以那么自由 高兴填哪里 就填哪里 现在众头看起 这里还有空位 要填满才可以 继续哦 一位年长前前自动出来填血勇敢哦 而不休 哦 不是老而不休哦 要甜 好哦 师兄要吃香蕉 师兄要吃香蕉 点传师起立 点传师要带动才行 不然尝面 冷清清 是不是 好,开始 尝得最高的出来 来 点传师从后扬开始哦 好啊好 啦 那从后扬就绿从后扬 不要跳来跳去哦 从后扬 走靠近一点 点传师走 靠近一点 就轮到点传师你了 往点传师 不用一个一个出来呀 一起涌上来 一起涌上来 都可以 快一点 老人家也要玩哦 老人家也要耶 不要激里咕噜 激咕噜 讲很多 自己的理路自己看准准 就跟他斜下去 好像乱来了哦 高兴甜哪里就甜 哪里哦 好 现在轮到讲师了 知兄到点名 师兄一点点生气了 都不踊跃参加 你过来你过来 办到的比较有体会吗 是不是 去甜一个 甜一个 就叮住你 哦 别混水摸鱼哦 要写一个 看热闹看热闹 三个里头要出去一个 填满了没 有 有教师知道如何填写谁在那里 擦掉人家写的脑 师兄不喜欢你 师兄不喜欢你 你写什么 后学过师你写没有 还没好 还有几个空位 还有两个空位 不可以交 不可以交 好都回去 都填满了 这是弟妹们心 你的领路一穷是 有的自己的事没有管好 管人家的事 大家念一遍 写 黑板上下锅浪训 批训 好不好 无论甜的怎么都很好 因为弟妹努力过了 是不是呢 那真的答 按对不对呢 都可以 但是比较圆满的就像在那边那 把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 行 第四行排在上面这一行 第五行 第六行 第七行 第八行排在下面这一行 改一改 继续抄 才几个天不好而已 这是波浪训 弟妹讲的一遍 就是有起有落 起起伏伏 就像人生怒起起伏 伏 就像那个波浪很多 要克服呀 好不好 好这个是政坛师 老师说 天跟弟妹讲理路易 你穷 穷了没有 弟妹们穷了没有 穷了明明很有钱 干嘛 要讲穷 弟妹穷理路 穷了没有 穷了穷了就是没有钱了 钱拿给师兄好不 好 老师说一切的法拉 游戏拉 都世界相名理而已 就像现在几点了 回答 几点师兄才不管几点呢 师兄要你们看手表 是你的吗 换回去了吧 舍不得 吧 老师说 要过河要有船 过河要上岸 但那个船还要不要背着 就自己去 决定了呀 先摸完游戏为了给弟妹明理 明理之后 要不要换回去 不要牵涉到 先摸了哦 弟妹呀 几点了啦 几点了啦 师兄要知道 回答几点啦 那么多点 永远要一点好不好 就像师兄到地被人冲啊 讲的花怪 对 还抓头呢 那答案 就在重点的正谈师而已啦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是所以修到不要想太多 好不好 那 个性服务 不要很复杂 还有 偷偷擦掉人家写的 因为他想到了答案 所以 你 路易琼就是很单纯的 很单纯的 那个橡皮圆 不小心咬断了 就打很多结 再把结拆开 拆开 再打一点结 给他人起来 好不好 就这样 很深很深的道理 是不是呀 是 张贤弟在哪里呀 师兄一条讲完了 那你是一条自己讲了哦 师兄不跟你换 了 好 不好 好那弟妹师兄这一条 听清楚有吗 有没有听清楚这一条啊 有那师兄就可以回去见老母了 如果今天不明白 师兄还不可以交差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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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好放风 击骨击骨 影词 母驾反天交命 前恩德化 道真 理真 天命真 成红真 编案 本文为一贯道 世界总会 成副理事 常于日本一贯道 总会 成立大会中 赫词全文 开创新局 感激天恩师得浩瀚无疆 感恩老前大普照 日本道路开荒 得天独厚 感恩诸天神圣 万仙菩萨 大方祝道 感恩显化圣祭斑斑 成全了许多栋梁之财 各各县 同样蓬勃发展 人才济济 印证了老师当年的思念 将来到传万国 九州 在师尊 师母统领 天命七十余年 不仅到全世界各地 也纷纷得到各国 的肯定与表扬 难能可贵的是 近几年来 申请各国传道的准证 依依获准 更易 证了道真 理真 天命真 的书胜 传承永续 今天举办日本一贯道总会 成立大会 更体会到末后依着 三朝普度的大 是姻缘 非同小可 所谓三朝普度末后大是姻缘 是天上是人间范儿 活佛 老师慈世 个人生命有限 而慧命却是无奇 这是老师慈悲宏观的期许 更 是我们 对生命的最高目标 所以不仅到场会命要传承永续 半道正知 正见的司 想要传承永续 正宗 正法的圣脉 要传承永续 这样各族各现老前人 前人位 你才能传承永续 人才的栽培 为达永续传承 第一要先从人才培养做起 以落实到尺的教育为重 第二是 健全会物行政严落底细 使上下意心 团结一致 同心同德 第三是落实人人有 兴额 奉献的机会 使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的理念 能贯彻实行 如此不分 男与老幼 人人在道场可以学 修、想、办 从此人才才会 愈来愈多 人才不会 断层 人才才可以一波一波的成长 而道才可以越传越广 若能俯此则一贯大道 必能传承永续 走入社会 以道为体 以教为用 广结善缘 有教无类 进一步走入社会 进入人群 以善事业来祭世度人 是师尊师母的宗旨 各位领监士 都是各组线前人被推选 出来 具服务热忱的优秀人选 大家要团结合作 不分彼此 做好总会服务工 能的角色 为师尊师母不得 为各组线老前人 前人争光 使日本一贯到总 会物更蓬勃 各位领监士姻缘好 有了崇高的立场 更要以身世道 循循善 又皆以尊 则到场会命才能渊源流长 各位领监士 讲师 坦主 总会成立后 大家更要精进 团结 合作 和谐 地 造道场的新气象 帮助国家 社会 帮助国家 在光大师尊 师母圣得于无疆之丘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 活佛师尊 活佛师尊此事 找回到心的时候 其心最大 欲心全无的时候 其心最宽 人在生气的时候 心最狭窄 宗教人的本分与天职 高兵台 边岸 本文位移贯到世界总会高富理事长 于日本移贯到总会成立大会中 贺词全文 中华民国总会王理事长 日本总会口理事长 世界总会成立书长及各位父 秘书长 各位点传师 各位到心前贤 各位长官 各位来宾 大家好 这次庆祝日本移贯到总会成立大会 本人因身体关系 无法亲自参与 内心感到非常抱歉与遗憾 移贯到弟子位了 要将上天的大道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无不竭尽所能 尽心尽力的在每个国家地区 成立一贯到总会 成立一贯到总会 这次日本一贯到总会 的成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可能 市场与山下光 高招义书长的积极规划 还有各组线的协助配合 一定非常辛苦 对 于大家在这段时间的努力与付出 本人在此特别表达 神智的感谢之意 一贯到的宗旨在于 恢复本性之自然 其发良知良能之至善 己利利人 己 达达人 世界为清平 化人心为良善 即世界为大同 日本是一个高度文明 的国家 知识发达 科技进步 人性善良 因此 成立日本一贯到总会 定能将此一贯到的宗旨 透过组织的推动与域 作 让一贯到在日本生根 并对提升人类心灵与 度尽世界和平 尽到宗教人的本 奋和天职 日本一贯到总会 既已成立 希望每个组线 都能在于世后有数灾 典传师的领导 及所有领监士的共同经营下 困结一心 权益支持 不论是未告物 发展或为人心事丰 或为道慢延续 或为超凡入胜 或为超越生死 一定要将 此大道发扬光大 才能为人类的良知 带来多 圆的光辉与肯定 这是大家的责任与实力 最后敬祝 庆祝大会圆满成功 大家身体健康 大家身体健康 圣凡无益 真心修半道 周前人 一 前眼 得道有四大难 及人生难得 中华难生 三其难欲 真道难逢 我 们既然四大难均已获得 而得道 就要前程为修半道 而全力以赴 以期待回乡面 之一天早日来临 二 修半道的目标 承担式逍遥的开始 责任完了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今天想的无比殊荣 走在人生的屯中修半途中 尖要挑得动 手要提得起 脚要走得开 眼要看得远 耳要听得迷 心要放得下 这也是我们学到的目标 师尊于 什么是活佛 要有以下原因 活着的时候就要成佛 因生命无常 当过机运而行 佛法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假外求 佛法是活泼玲珑 千变万化 莫者其香 按佛事 学佛行 需要大活力 蒙勇精进 道是一条归天之路 也是一条不归路 单行道永远不再回头的路 能够行道是一条路 不能行道只是口上言说 知道而能行道者方有道行 知道不行 道非我有 虽然是明明白白一条路 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不肯行 睡到二、三更 什么功名都成幻影 想几百年后 无论老少皆为古人 我们先要认识佛 肯定佛 学做佛 成就佛 四个过程 皆在明师一指点中 同时完成 总而言之 要说佛话 做佛事 存佛心 使有成道之一天 三、修道事的人真观 师尊曰人生四观 苦海观人生只如苦海 应结观天道乃应结而生 天时观五位交替普渡时 解脱观明师一指当下动物 解年去腹 修道的目标是 钻入别人的瞳孔而不 刺伤人的眼睛 停在别人的心板而不 踩伤人的心 修道会在以德 行道会在热乘 修道修心 半道静心 用心在道上 用心在众生身上 这才叫做静心 佛法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必外求 自己父母就是在世佛佛 佛法是千变万化 原至千物措施佛缘 四 修道的过程方法 孔子曰先南后 或孟子说先忧后 恶无人修半道 一必道在最先 走在 最后就是说先做再说 说到修半道 是成天时为命是从 说到做到 其下十身先是足 一 欲不发 李太白大先曰 圣人觉悟于当下 解脱于未来 反复迷失于当下 悔恨于过 去俗俗于迷失 修道有机阶段 也是佛的捷径 亲口 度人 讲课讲师 社坛 开荒 半道 三师 其 中开荒是上帝的使者 也是如波种的农夫 功德最大最难可贵 修道人要向矿工 点起额头的一盏灯 照亮前进的路途 开发无尽自家宝藏 修道人要学明乐佛 满腔欢喜大度能容 在奔杂的人世中 懂得超向化契路 理 行道人如能像婴儿 不会分别计较 饿则吃饭 困则免 显露自然性的本真 献香之意 直香过人之心 正直无偏 若稍有偏邪 便见将灰处处 行成乌 然 一点心火由上而下 正是以表人心想不我 广高自大的非常喜事 献香儿 不能低心下气 虽献香何意 凡人生命无常要把握机运 贤人食运道能够把握 圣人机运来到极能之心 五 修道要长存感激之心 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 感激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 感激 感激毁放你的人 因为他鼎立了你的人格 感激打击你的人 因为他激发了你的斗志 感激遗弃你的人 因为他教导了你该独立 感激伤害你的人 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强化了你的双腿 感激苛责你的人 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 感激嘲笑你的人 因为他加强了你的抗体 六 结语 大和奏是多和弦大团结是多成员 大道体是多番员 白羊大戏是多演员 每个人都是主角演的角色不一样 只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素其位而行 各尽其职 各是其事 各是其才 难得有一事因缘间万要善莫善席 难得有一条路 其要有些人 有时有终 难得有一次机会千万要一人一份 难得有一共目标千万要同心同德 难得有一道归徒千万要同修同行同归 人若需吃饭到哪里修到都一样 有健康之身体才能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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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到 此乃所谓的戒甲修真 前辈者常鼓励后学 要认真要认道修到 不要因人而修 通常我 通常我 们所追随的前辈者 每个人的形式风格 均有不同 有些忽略内向 有些善于言 谈外人圣佳 有些讲其道理头头是道 非常有畅 有些则是不善表达 但只要 真修实练 甚所表现于外者只是表象 与实修之能果并无两样 有些后学们则 对前辈者有所评价与选择 这是认道为真 而受人之外表而影响 这是不正确之观念 在此末节年 万教齐发 各式各样的显化 真是不可设数 有些人为明真理 受到显化之理验 而认为这才是真道 疑惑自信 而须知有物 认为我们知道 太过沉闷 不够精彩 殊不知 道乃如行 先天的而生 而运行日月 成年人生前 见到后学们痴迷 认道不真 时常看到别处显化灵验 或者认 为在此道场 过于平淡 在此无发展 到别处则有更高知名位 或者别处之师 或者别处之师 父讲道理蛇灿莲花 讲得天花万雷 就认为道在他处 而去追求生畏痛心 因此常以人若需吃饭 到哪里修道都一样 来唤醒后学们的迷失 他又说如我 道爷处修道 能够不吃饭而能成道 那就去吧 毕竟人是带着肉 必须吃五穀 杂粮才能达到借甲修真 而成正道 历代祖师介绍 王子 第七代祖师唐瑶 唐瑶姓其事 好放虚 帝库的后代 母亲都敢誓隆而生 身长一丈 可 上而封下没有八彩 祖旅一星有圣得 十五岁及地位 出封桃又封堂 简 都平良山西陵本 始传心法 是位非文子 大而有智慧的君主 他在位的时候 天下大志 人民过着自由自在的安乐生活 他因自己的儿子不孝 不将君子的职位传给他 而决定将一位传给一位 有才有德的人 他咨询四方诸侯之后 他们推荐以孝顺 文明天下的顺来继承 这种传贤不传子的 中天下之举 叫做善让 自皇帝传至遥 第天道之心法真全约 与之中四 而后遥帝将心法大道则贤而受传 于有德之人 不允传道 只曰善让训位 而遥祖皆续足位 再位百年 其一身人的修己 为人的精神 最博得孔子的赞赏 孔子说大哉 遥 知为君也 微微乌 为天位大 为瑶则之 荡荡乌 名无能名焉 微微乌 其佑 成功也 幻乌 其佑文章 使觉大师司马迁异道 其人如天 其智如神 9.知如日,望知如云,富而不交,贵而不输 姚帝特别重视的是农业 那时中国农业兴盛,虽然皇帝已经制定了立法 可是春夏秋冬还没有分配详细 每年农民要多重插秧,只得靠个人自己经验,丝毫 没有标准,往往不是太早,就是太时 并且深思不齐,各自为政,自然收成也大 受影响 姚帝觉得这是农民最大的问题 便派了西河等四人,去东西南北四方册 日以,册出每年系365日有余 将之分成春夏秋冬四季和十二个月,排定 了润月,以润月来镇四时 农人有了这样一本指导更加的隶书 方便多了,不需 自己摸索,依据历书,按时播种,按时收割 使得农作物在收获上有了更多的陈走 姚帝有一则公天下的史实,是英文五经中外的,那便是创行当政策 日一 是吗? 传说姚帝在位有一百年,而享受一百二十岁,当他晚年时,不想将帝卫传 给才能够的儿子丹珠,也不愿将他传给口是心非,貌似公顺,满怀鬼爵的臣子 共公,于是特命大臣四处寻宝贤能,终于得知顺位于味道德才能兼具的理想人才 在一连串的考验与观察后,对顺极为满意,便禅位于顺,瞬间不受,直到二十 八年后众望所归,无法再推时,才成此天命延续到头 姚说,谁可以治理国事?放弃说,四子丹珠通达米里 姚说,爱,玩也好用的人,不能用 姚又说,谁可以治理,但都说,共公懒事物 颇见成绩,可以用 姚说,共公巧言善变,而用心洁癖,行似恭敬,却连天 都感激,不能用 姚又说,那,四方诸侯礼秀,滚滚洪水,漫天而来,浩浩 荡荡地包围了鱼山,淹没了丘陵,老百姓忧心忡忡,有谁使他能去治理呢? 四,人都说,滚可以 姚说,滚这人违背命令,残害同类,不可以 都说,先用用看法,真的不行再无用 姚接受了他们的意,用了滚,九年下来,治 水的事业一点没有沉浸 姚说,那,四方诸侯领袖,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能执行命令,你们来接替 我的地位啊 四人回复说,彼露的德行,会变污地位的 姚说,那么你 你们尽量的推荐,无论是显贵的亲戚,或者是没有关系的隐居人士 四人同声响 姚推荐说,有一个没有结婚的平民叫余顺的 姚说,不错,我也听说过 到底怎么样? 四人都说,他是个盲人的儿子,父亲心不向善,母亲言不吉义 弟弟据药吾李,他却能够和慕肇顺,把一个家族里的幽幽扑,没有出什么差 错 姚说,我来试试吧 于是姚把两个女儿嫁给顺 从她怎样被带他们来观察她的为人 顺居然使她 满甘心于尊将会住在龟水湾里 一切都合于妇人之道 姚十分满意 就使顺用心 宣扬五种伦理 五种伦理都为人民所乐位 又使顺丹各种公职 各种公职都处 理得井然有序 使她在国都四门接待宾客 四门的宾馆一片和墓 从诸侯国园到 而来的宾客都肃然起敬 姚又使顺进入原始山林川 三个之地在暴风雷雨中顺能 构不迷失方向 姚认为是各了不起的人物 于是把顺照来说 你计划事情周易 你所说的必定可以做到 这样已经三年了 你来登地位 会过缘起 周前人 一 前言 三期末节 天将大考 凡我修道人 六万年罪恶迷天 大节零顶 难以逃避 姓蒙慈母大人 及院长大人慈悲眷言 及此寇肯老母恩准 各方设立忏悔班 各人发现天良 真心忏悔 赦免六万年之罪案 而后必须忏悔静静 认理真修 方能避免重大之结束 如有虚心假意 不真心忏悔者 皆难逃躲此般结观 过般中真忏悔 此乃回过 般得殊胜 二 不知过焉能回过 犯过意 知过难 知过意 回过难 悔过意 无过难 研究过失 过失是众生的常态 天天犯过 天天难过 生活 习性 乐趣 毛病 身是功德母 亦是造罪的工具 习性 乃是不知戒律 不守规戒 不知体质 所养成的半性 放纵习性 变成 恶疾 再生 杀 道 赢 再口 恶口 其余 两舌 妄言 乐趣 享受 沉迷 放荡 攀缘 安逸 去者 其屈 赴月 等于 孙者 三乐 子曰 乐 乐 乐 自由 乐 厌 毛病 粗俗的小动作 低俗的生活品质 自私自利的相处态度 毛病是每天生活相处 重复性 轮回性行为动作 道之无形无相 行于外因修者而言 庄严 威宜 气质 道气是道的无形广告 而毛病存在于道场 是道的破坏 者 身或则是理 理师则无以成 概理者人之模范 是之以表 道德仁义 非理不成 教训正俗 非理不悖 同修上下 非理不清 佛归行法 非理不行 故人有理则安 无理则为 子曰 鸟儿不秀者 有义夫 心过 身过一方 心过难亡 心是思想的层次 决定未来的去处 决定命运 行为 因果 经济 懈怠 犯过 改过等 心过简而言之 是为思想不正确 我的思想是否正确 存疑 直疑 佛的思想理 众生的思想欲 佛的思想平等观 众生的思想差别观 佛的思想单纯 众生的思想复杂 仅慎是佛的思想 在自己思想生发作用 故心过一感 观照是佛的思想 在对照自己的思想 有过滤进化感扬的作用 故曰 明理则心过一方 迷惑是用世间的思想 迷惑是用世间的思想 来看自己的思想 故心过一半 煩惱是用猜疑的思想 对世间因缘变化不纯的见解 故杂念之生 心过则是义 知人之念不知心 日久见人心 相处会在何 何者止于义 义者心知智 事知疑 不偏知理 令约报义而处 义能自立 环境变 心不变能守 义曰义以方外 方者内言 而知所谓 外者们谨下放 自知非也 子曰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义是修持 度量 廉耻 正气 克己 故君子也 力是私己 计较 不知廉耻 纵欲 人己邪心 故小人也 心过者 居难有所守 出难有所为 放逆之心生 赴逆之至浅为道 故子曰 嗅而不识者 有一夫 不知过 不知过 心在过中 在轮回中 往在道场 一回 不知简点 不知简点 生活是知见 行为是个性 不知简点 在道场显丑态 人才不知简点 难以度人 讲师不知简点 难以化人 前辈不知简点 难以服人 不知法 不知法 道场有很多的班次 班班皆是施法其法 知法理理才能长次见几过 我们参班的行事 有知法的理论 无法度是通病环境 无法掩饰病并维系 无法门饰机并入手 无法则饰大并不知止 演过 修道的本质是如何把过拿掉 拿掉或是要知过 知过而来演过 是修道的大 与持 修道难得知过 知过是历劫生命中的一线 之光 是欢喜的 解脱的 何来 畏惧掩饰 知何而合 圆满中的不圆满 小人中的小人 知美而美 本眼是贪 称 吃 口是天堂 心是地域 行是阿修罗 人是因为不了解而结合 因为了解而分开 此乃演过的后证 真是实 假 事须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故子曰可与共学 未可与世道 未可与世道 未可与利 未可与权 三 为了自己应该回过 修道 修道的价值观 在于知错 毁祸 无罪 却认 确认修道 确认修道的宗旨 修道不是了福报 平安 显化 崇拜 人情 而是要有 言行合一的真实感 改 过程中的唾切性 勇于认错的支持观 定位是修道人 把自己定位在修道人的范围 则处处借圣恐惧 时时精进日新 在理中能生根 在欲中能察觉 在念中能警觉 四 结论 必佛性即有过 显佛性即悔过 正佛性即过 忏悔宗旨 陈永宏 一 前言 忏悔的宗旨 就是去除心性中的达成缘 无人心性本来光洁无染 六足余 菩提自信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但因受时空 环境 六成缘蒙病 六足余 原邪见障动 烦恼更生 心境受到杂成缘的侵入 如同咱们身体受到病毒侵入 咱们要怎样把病毒感出体 外 忏悔的宗旨就是要达成缘感出心性外 二 忏除缘也心 什么是缘也心 缘一时生 因缘是你的妄想心所造出来的 造出来后 在 以你的妄想心而成这个业 你要修半道施素 这是善业 搭人放火 就是恶业 十一缘生 缘生万法 你的妄想心就缘生出来 缘生出尽你就随缘转了 六 十同缘生 就随着做善因 结善果 恶因 结恶果 我们的心就像 装了一群鸟的鸟笼 叽叽喳喳 自己炒自己 如果能够将心 零的鸟笼打开 让鸟飞走 那么内心就能得到平静 反复动心 多费静爱心 是爱理 常欲淘静以安心 病是以存理 不知 乃是心爱静 理爱是 但令心空静自空 理济是自己 如何打倒原野心 一切的东西皆是原生 既是原生 既是原生 就没有自信 它是既存的 它就有生灭 没有自信 就空了 如果我们抓住清静心 也就是安若空性 我们认定空性 原就 灭了 原一灭万象皆灭 如果心里一念清静 寂静 你再看外面 山和大地一切东西 皆是寂静香 就没有很声望的香 因外面东西是你心便现出 来的 三 鬼回本性体 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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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身外 也不可能 淩 af cute 我这空性 心性就不清淨,心性就是受污染,既受污染就不适。 誓聽俱亡。 找回寂滅心。 歸封禪師說,一切眾生皆有空之真心, 一切眾生的佛性皆是真空、空際。 知心無始,本來自性清淨無始以來 我們的自性清淨無污染,靈靈不媚了了長。 知,如說它是如此般不動,卻又靜而長照,靈靈不媚,沒有一分事不知道。 淨未來記,常住真心無始以前是它,無終以後還是它,完全是這個常住。 不生不滅的真心。 這真心叫什麼? 一名佛性,如來造。 記是什麼? 記而長照,滅而故生。 記就是它放出光,這光叫什麼呢? 就是心放出心燈的。 光,它又回頭照它的心,如明珠一樣,明珠吐出一種光亮又照到它自己。 所以說記而長照,滅而長照。 你能把你的心滅而故動,在佛教稱是家裡,永遠萬事不出定,這樣你那心還有生滅嗎? 心沒有生滅你還有生死嗎? 所以叫滅而長定,合起來叫做記滅,記雲,生滅滅雨。 記滅為樂。 四,結雨。 懺悔的宗旨,就是使你過去不乾淨的念頭靜靜,能見到你自己的法身。 法身。 顯現一分鐘,就見到自己本性一分鐘,一天能有十個轉念,一天就能見到自己吧。 生十次,能如此保證你不剁惡道。 懺悔力非至右度冤千夜寨。 周正山。 一,前言。 儻。 樸賢無言品,往襲所造諸惡業,皆由如使堪稱之,從生於益之所生,一切。 我今皆懺悔。 範與懺悔之悦,悔過之意。 西陰曰天,東與曰惟。 懺明成漏先惡。 悔明改往修來,懺悔未懺悔。 心地观经约 八路忏悔罪即消除 负罪者罪即增长 佛说敬业之三事 效仰父母 奉事师长慈心不渣 结实善业 受持三规 俱足重见 不犯甚疑 习菩提心生性因果 诵独大臣劝进行者 二 忏悔的意义 金鱼 世人业力盛大 能顶虚云 能伸巨海 能障道 六祖谈约 忏者忏其前千 毁者毁其后过 忏者心 毁者誓言 罪或错谁能没有 只要能毁过自心 旧是君子 善人 罪由似非造成 也 耳口意 在日常生活中常犯的过失 不怕有过 过物但改 知作能改 善大业 知 过不改 才是真正过失 不要隐瞒罪恶 只要发心忏悔 永不再犯 人若知悔改 不要一错再错 勇敢面对现实 决心痛感前卑 大彻大悟 法 人生的方向 理念要正确 思想要清明 自古到现在 没有人一生中无犯过错 只要决心悔过 重新做人 恳求老母大慈大悲 以及天佛死敏 忍受我们悔过 知心 回想 修道以来 谁云懈怠过 谁云做错事说错话 大过虽无 小错不断 每天所犯过错 若实在太多 须知 小旧事大的道理 修道人傲慢天见 自专刚 必 虚荣福吧 极度更高 我慢自负 等等 都是修道尽得的阻碍 是尘世的半角 十 是精进德行的修指徒 是人而知过坏性 真心的忏悔 能生智慧 也要有见 全智慧 才能产生性格 性理真传 也能发生性理的格导 三 和明真忏悔 今云 罪从心起将心颤 心若灭时罪易亡 罪亡心也两去空 实则名为忏悔 失身于 欲想了你前身债 凭你功德可抵消 忏悔能断反脑因 忏悔能得四禅乐 忏悔能祝出三见 忏悔能离三土苦 忏悔能正不提数 道德经 罪莫大于可欲 或莫大于不知足 就莫大于欲得 人知欲望是什么 是心也 不明自心 不见自信 以见闻觉知为主 眼见 耳闻 深处 心想 在六根感官的刺激中 生起了欲望 所得来的后果 有苦乐而 带来冲突 引起了焦虑及欲望 因此想要消除欲望 终求解脱 唯一能了解欲望者 是自己 没有欲望 是大德者 不受欲望拘束者 可见上帝 金鱼 若不忏悔者 大于将近 地狱二乡 皆现在前 当耳之时 毁何疾呼 当耳之时 欲求一礼一颤 岂可更得 有人说 我一生中没有做过什么对或错 可修道这么久 还要忏悔呢 受不了种种的考验 道心不明 智慧不足 理念不正确 修道就倒下去 四 忏悔 忏悔 忿众生 六祖曰 自心众生无边誓愿路 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 自信法门无尽水 学自信法门无上佛道誓愿程 必须诚心忏悔 夜暴障如水土 如果实 烦恼如种子 彻底的忏悔永不再犯父亲 但向心中除罪源 各自信中真忏悔 除邪行政即无罪 学道常于自信观 则能 立即又立人 颤要发心 毁事业心 欲除自信中之不善心 嫉妒心 产居心 我见心 狂 妄心 亲人心 慢他心 邪见心 供高心 及一切不正确之念头 不好心思能见 自己过不输他人非 先立即后立人 欲消除业障 唯依旧是真忏悔 自尽其身才能 感化他人 想要超凡不胜 转时位置 就要发大愿力来 除恶行性 不行身翻弱 无法照破五蕴皆空 学诸佛菩萨之大智慧 身大善巧 行方便门 光明寂静 悲平等度无边无量众生 超生了死达彼岸至灭盘境 才是修自己度化他人开悟大 道的觉者 有人问何谓众生 有人问何谓众生 孟子行之而不着焉 喜以而不察焉 焉修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众也 五 如何救度冤迁业债 大道将士是普渡三朝人鬼仙 龙华三会科学一年 不日而戏的 故人于一 子求道九玄七祖敬超生 未成道之前 祖先比苦得乐很多 冤迁债主减少很多 观看当今之社会 大劫临头 空前未有之事不断的发生 若不是真修实恋 行实 诸般功德 回向渊千销业障 更加勤勉自修 锻炼 行道来救己 救人 救祖先 同登彼岸 六 结论 金鱼 道真 礼真 天命真 因果一真 忏悔 是新地的大扫除 开户扫地 要扫自新的污垢 污垢如尘埃 虽扫部 静 要更加打拼的扫 如是尊教弟子 扫尘除狗之灵 师尊于 污染的土地 是种不出优良的果实 烦恼的心地 佛种无法更生地 故 无名的恶因不除 会造成日后悲惨的下场 彻底悔过自新 就是完人 智人 真人 忏悔 立修行 洗脱烦恼 冯新聪 一 前言 忏悔 叫咱们断烦恼 叫咱们正福提 修行 叫咱们了脱身子 叫咱们 入灭盘 二 十相忏悔 断裂烦恼 一个人的烦恼 是从五欲 六成 援引心 妄想新生出来的 勇家大师语 获达空 波音果 茫茫荡荡 招殃破 龙树菩萨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一名为假名 一名中道义 能缘是我们的妄想心 所缘是虚妄 境界心 能愿 所愿叫做妄愿 弥勒祖师三纪求心不有 心不有处妄愿无 妄愿无处即菩提 生死夜盘 本平等 见性无来去 三世西平等 谭经历时复主品六祖云 若于一切处而无相 于彼相中不生增爱 亦无取 舍 不念力亦成坏等事 安贤田敬 虚荣谈薄 此名 异相三昧 谭经第四定 慧品六祖云 外离一切相 名为无相 能力于相 即是法体 清静 此事以 无相 慧体 金刚经需菩提 于亦云合 可以身相见如来故 不也世尊 不可以身相见 如来 何以故 如来所说生相 即非身相 否要虚 否须虚 不提 反所有相 皆是虚妄 弱 见诸相 悲相 则见如来 谭经第五禅定 品六祖云 外过者相 内心极乱 外过离相 心极不乱 本性 自尽自定 此段时相忏悔 也就是要每一位修道人 遵循戒律 不受外戒原尽 所付才能生 实践忏悔 实戒律 也就会生禅定 三 实践忏悔 拔除苦根 老前人 修行人要定见 要有远见 不要有斜见 不要有我见 不要有偏 见 不要有固执成见 一个修行人 执着在个人 固执的斜见上 叫做破见 什么叫做 破见 破见 见即是知见 佛的知见 既佛的知见了 就是错不认错 还把错不众生 知见认为 是对的 这叫做 是智变聪 如是这样的佛之见 没有办法就得了 勇家大师 瑜 获达通 波音果 莽莽 莽莽荡荡荡 招殃过 金刚经之见 故身本第三十一分 是遵于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即 非我见 非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四向是心外粗险 四向是心内执着细微 若有我执四向 心就不清净 心经于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故 行身忏悔 才能把根身 背部的苦根拔除 内 见 直腹拔除 要才能定下来 由定才能发智慧 四 食心 大悔 自身 智慧 大臣菩萨 不但要空掉所值的外进香 还要空掉能见的直腹内心香 这才能 教会大臣菩萨 外在所攀的静 内在能生的心距离 才会归终到第一意 教 为第一意动 金刚经 梨香记 夜分第十四 驱菩提 菩萨应理 一切香 八阿诺多罗三秒 三菩提心 不应助色身心 不应助身香味处法 身心 应身我所住心 若心有住 即为非住 心有所住 那个心已动了 心那非住 那就不能使真心安住下来 我所住 而生其心 自信具足无量智慧 自信具足无量德能 世家佛用 八 动无量智慧 与无量德能 才能显入外表的 庄严与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 下话众生的实力 杂家还没有到目标 就是修到没有用功夫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好有无量 庄严 这个庄严与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 起了十相忏悔 智慧 心而修成的 五 结论 真实忏悔 才能洗脱烦恼 去除内心 直见 才能把属苦根 其八番弱智慧 才能回复清静法身 一经研究之一 陈永宏 第十一节 和图歌与和图的真理 一 和图歌集其由来 和图歌 天一生水的六成之 第二生火天七成之 天三生木的八成之 第四生经 天九成之 天五生土的十成之 一六在北 二七居南 三八居东 四九居西 五十居中 和图歌的由来 子曰以至契者上齐相 细词传第九章第一节 道茶的五步功夫 无根之人 送卦相约天与水为行 佛卦相约天地不交 染法之人六三 彼之匪人 不易商工 有漏法 谨挂相约 谨咒无就 修谨也 满朝笋 甘挂上酒 抗龙有慧 千寿意 千挂相辞曰 居子 居子以同多一寡 称悟平师 和图与五行生化 由此生五藏六府 周生三百六十五五折 八万四千毫毛孔鞘 皆由和图而生 生凡人 生圣人如思也 人之本性由领天来 人之气息由弃天来 人之身体由相天来参考 成中 二 和图歌与五味相得的含义 细词传第六章第一节 写曰 天一的二 天三第四 天五的六 天七第八 天 九的十 天数五 得数五 五味相得而各有和 天数二十有五 得数三十 凡天 得知数 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五味相得于道家 老字理想中的的是 其知得益者 天得益以轻 得的益以明 神的 益以灵 古的益以明 万物的益以身 侯王的益 以为天下真 其智之益也 道德经三十九章 天下有始 以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 以知其子 又同于道者 道义 乐得之 同于得者 得益乐得之 道德经五十二章 清净精彩 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 有忘心 又珍常知道 悟者自 得的悟道者 常清静 是其名正 庄子理想中的的是 古之得道者 原意和 通意和 让王天父 得则或智器天天不得不高 得不得不广 日月不得不行 此其道理 此其道理 又道不可闻 闻不若塞 此之未大德 知悲由偏右庄子 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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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得之以登云天 专须得之以祝玄宫 于强得之立乎北极 西王母得之作乎少广 莫知其始莫知其中 彭祖得之上百有余下极五伯 父说得之以向五丁也有天下成东为其机位 而比于裂心 大宗师 篇 五位相得与佛家 如来佛约如清粮食能满一切诸可法者 如含者得火如落者得意 如伤人得主如子的母 如渡的传 如病的医 如暗的根 如平的宝 如明的亡 如甲克的海 如巨除暗 此法华经义父如是 能令众生离一切苦 一切病痛 能解一切生死之父 法华经要王品二十 神安佑我余无量百千万亿阿森止节 修习是难得 阿窦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经父主如等 如等应当一心 留步此法 广令增议 广令增议 法华经主内品二十二 会能享受得的善知识 后代的母法者将此问教法门于同见 同行 八月咒识 如是佛故 终生而故退者 定入圣位 六祖谈经班若平地 二 五位相得与儒家 此曰 为之为人也 得乎中庸 得一善 则全全福音 而福师之语 中庸第八章 子贡曰 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信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功也长第五 书孙武书与代子于朝曰 子贡言于众谜 子夫及伯仪告子贡 子贡曰 辟之功强 四之强也极间 亏见世家之好 夫子之强树任 不得其门而入 不见宗耀美 百官之父 得其门者过寡意 夫子之云 不易以乎 论语子 章第十九 三 何图歌语五行深刻的寒意 五行深刻图 五行的由来 东有苍隆清地魂 西有白骨白地霍 南有朱雀赤地气 北有玄武黑地血 中有皇帝皇忠礼 周天三百六十五 南斗主身北竹沙 金木水火土魏金 鸡尾新房兵抗奖 整一张新柳鬼景 左右长根右其名 紫薇太尼要中宫 其林守人毛足物 神龟守一甲族金 凤凰守礼于族火 神龙守至林族水 正位居体裸族土 行念四山之节期 还应七星北斗云 二十八星宿未未 参资必昂未楼魁 必逝为虚女牛斗 知与千牛会迎合 复归太极藏玄关 和图中数之广义 在数为五十居中 在宇宙称之为体论 在哲学名词为第一 在天之极定于北城 在地之极定于南北极 在人之极定于性灵山 在世界之极定于太极 灭盘经贵之常驻佛 静冷言经即称之妙真如 信华言经乎之约一针法界 禅宗辩教成主人翁正法 演藏如来 藏如家则以理性得良之善性相称 道家更为之玄品 众妙之门巧妙 心经称为实相 历代圣贤 先佛诸真人称为真 常心良心善以心如来 心佛心道心本心圣心真 如心 此心说其大 则以诸六合 说其小 则退藏于密 自古圣贤疾 求知此心 仁德五位之中 天之中 北斗星 地球之中 亚洲 德之中 须余山 亚洲之中 中国 仁之中 玄关 中国之中 洛阳 河图之中 古石 洛书之中 五 先天八卦之中 五 后天八卦之中 地 白阳八卦之中 五 远方图之中 方 远亨利争之中 甘 春夏秋冬之中 寂 东西南北之中央 金木水火土中 仁义理智信 魏中 心甘 费圣 徒 魏中 甘道 变化各正性命 何太何魏中 昆卦君子 皇中 通理 正魏居体 美在其中 六 积分图之中 符 九九方数 五 五 中 道家规中 依儒家之中 冠义 佛家明万法规中 慈悲中心 如中树之中心 道感应之天心 何图天地树与二气之关心 两仪 两仪 天地 升降 消掌 动静 清浊 上下 順秘 生死 姬偶 男女 刚容 道学用语词汇 礼仪章 七去地狱去 恶鬼去 畜生去 人去 神仙去 天去 阿修罗去 去 去世去向 的意思 七之十恶中的前七恶叫做七之 即生三沙生 偷盗 前隐语口四望语 其语 两舌 恶口的恶业 七之戒戒只生三口四的七之作业 七宝诸经所说的略有不同 其中 班若经所说的是金 银 琉璃 珊瑚 琥珀 琥珀 曲 瑪瑙 法华经所说的是金 银 琉璃 车曲 瑪瑙 珍珠 玫瑰 阿弥陀经 所说的是金 银 琉璃 玻璃 车曲 赤珠 瑪瑙 七宝玉一个疑惑佛制但凭自身善行而投身到西方极乐世界边躲谢曼界的人 他于五百岁不能见三宝和获得法恶 这情形好像一个人被关在由七宝所成的牢 玉璃一样所以称为七宝玉 七贤指小成的七贤又名七方便位或七家行位都是身文成人在见到你 前的修行位前的修行位其位是五庭新官别相念住总念住法领法忍法士帝 钱三宝三宝三贤贤神贤贤贤酱 后四是四善根 指大臣的七贤 人王今天抬书上约 一出八行人 二有相行人 三无相行人 四方便行人 五习总信人 六进总信人 七道种姓人 据在地前调心顺道 名为七贤 七贤七圣小城 据舍宗所立的贤位与圣位 七贤见七贤条 七圣又名七是夫 或七代夫 或七圣人 据舍论说 学无学位有七圣者 一切圣者皆此终舍 一随性行 二随法行 三性简 四见智 五身症 六解脱 七具解脱 七七摘人死之后 七七四十九日 由于业缘的安排将取同胎 此时若其亲属位 知周福 则可以转列为圣而投身于善处 七七山在虚余山之外 有七重金山 吉双十山 十轴山 丹户山 善剑山 马 尔山 障碍山 直的山 七方便吉小城的三简四善根 和五庭心观 别相念处 总相念处三者 名三 先和 顶 忍 是第一法治者 名次善根 七觉分又名七菩提分 或七觉之 或七等觉之 为五根五力所显发的七种觉 五以择法菩提分 即以智慧简则法的真伪 二 精进菩提分 即以勇猛心 立行正法 三 喜菩提分 即心得善法 而生欢喜 四 清安菩提分 即除去身 心粗 不重烦恼 而得清快安乐 五 念菩提心 即时刻观念正法 而令定贵君等 六 定菩提分 即心为一境 而不灿乱 七 是菩提分 即舍离一切虚妄的法 而立行正法 七种语 佛所说的七种语 即音 音语 于现在音中说未来之过 二 果语 于现在我中说过去之音 三 因果语 对着一件事既说音又说过 四 欲语 即 作种的评语 五 不应数 六 是流不语 七 如一语 七种变菩萨所特有的七种变才 即解即变 利变 不计变 不可断变 随意 变 意变 一切世间最上变 七种无上 七种无上 佛所特有的七种无上 即一 身无上 佛有三十二相八十众好 二 到无上 佛以慈悲的道法去立乐一切众生 三 三 见无上 佛以正界正见正命等 成就其身 四 至无上 佛具有四无碍制 五 神力无上 佛的神通力不可思议 六 断杖无上 佛已经断尽了过夜苦之三场 七 祝无上 佛祝于伟大的静灭 灭盘境界 七种忏悔心人们在做忏悔的时候所应有的七种心情 即大惭愧心 恐怖心 燕灵心 巴弗提心 冤清平等心 念佛报恩心 观罪信空 七叶炎地名 在王舍成侧的旧山上 应有七叶树生于盐窟之上 顾名七叶 燕 是第一次五百大阿罗汉节级经典的地方 七圣财七种已经建造的圣人所得到的功德法台 今所说略有不同 宝基金 说 何 圣财 为信 借 文 残 贵 舍 贵 如是等得法 是为七圣财 比诸众生不顾此顾 民极贫穷 法句经说 信财 贵 残愧 异财 文财 失财 会为七财 报恩 报恩 经说七圣财 为信 精进 贱 惭愧 文舍 忍辱 定慧 七圣 绝 绝之 涅槃经说 有七圣 绝 故名圣人 七叶罪在五逆罪之外 加上杀和尚和杀阿舍林 因凡是犯了此七逆罪之一的 人 便竟使他受菩萨界 所以叫做遮罪 七转十八时中的第七莫那时和其他六时 都是因第八根本时转变而生起 所 以七时称为七转十 七正师受巨族界时的七位 正名师 七重金山只环绕虚余山的七重金山 其名是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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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目 善 剑 马耳 障碍 持 的 此七金山多位圣贤神鬼所著 七图一分见七绝分条 七等觉之见七绝分条 七十五法小成巨舍宗对宇宙万有 立五位七十五法以总获知 五位者 一色法有十一即无人一正二报所具的种种色质内骨各外五成皆是 二 二心 二心法有义即六十的作用 三心所有法简称心所法有四十六即属于心王 这四不相应行法有十四未不如色法之有形亦非如心王心所知无形 与此三法皆不相应非心非物乃宇宙万有变化的幻下 五无为法有三未无生涯变化之可得而既然常驻之法以上共七十五 自将其内容列表说明如下 七见二一二无名即十一辨识 八天色界的四禅天与无色界的四空处合称为八天 八定色界的四禅定与无色界的四空定合称为八定 四禅定是初禅定二禅 三禅定四禅定四空定四空无边处定十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 非想非非想处定 八宗律宗华言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 八邪与正八道相反的八种邪道即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方 便邪念邪定 八念佛 念法 念身 念见 念舍 念天 念初入习 念死 阿拿换 八念中所说的八念是一道从无欲 非有欲的二道从知足 非无厌的三道从远 非乱意的性道是会非愚痴的发道从性恶非细行 得 八法又名八封 见八封条 得水果风味四大色香味处为四为人生事 由四大甲合而有四大又由四为所成 所以总为八法 教 理 智 断 行 为 因 果等叫做八法 而一切的法门都不离此八法 八位佛的大灭盘境界共有八种的法位 即常住 寂灭 不老 不死 清净 虚通 不动 快乐 八主比丘仪的八波罗仪 八因佛所特有的八种生因 即即好因 容因 合适因 尊慧因 不女因 不悟因 生因 不结因 八分又名八法 吉利 衰 毁 欲 撑 激 苦 乐 因此八法常为世人所 爱僧 而且又能煽动人心 所以叫做八风 八借一步杀生 二步偷盗 三步淫 四步妄语 五步淫酒 六步涂脂粉 香 水 不穿华的衣服 不观完歌舞祭乐 七步睡落高大床入 八步飞食食 八苦疑生苦 在胎如处监牢 初胎如钻血系 是未生苦 二 老独 眼昏 耳容 气须体弱 是未老独 三 病苦 四大豪 面黄肌兽 是未病苦 四 死苦 急痛丧生 水火与命 是未死苦 五 爱离苦 五 骨肉分离 魂牵梦营 是未爱别离苦 六 愿增慧苦 恶眷败家 仇人见念 是未愿增慧 七 求补 得苦 名利爱悦 图谋不成 是未求不得苦 八 五 因赤圣苦 五 因的作用赤圣 盖父真性 故死了之后 父须盖身 视为五 因赤圣苦 八 疑集生灭去来疑异断肠的八种异见 圣者典范 六 加性 一 前言 生命大不同 后学看了两部很有意思的短篇 内容大意如下 第一步 一位小男孩走到饮料贩卖机前 想要百万百事可乐 却因身高限制按不到 百事可乐的按键 他不哭不闹 先按了二万可口可乐后 把可口可乐练在脚下 以增加自己的身高 再选择最上限的百事可乐按键 顺利的买到百事可乐 高兴 的跑回家 第二步 一只乌龟在厌阳当空之下 口干舌灶 举目为奸 偶遇一罐饮料从大货车上 掉落 乌龟想要喝这一罐饮料解渴 或车司机想拿回饮料交差 双方展开追逐大 站于千居一法之际 乌龟尽奋力一搏 站起来抢到饮料 当场让司机看傻眼 二不白来人 世上不白过时光 常言道 人生不如一时之八九 有人身体健康 却为经济所苦 有人家 财万贯 却身薄无眠 无福消瘦 有人才能如愿 求职却到处碰病 有人事业发 答 却家庭失和 在面对种种不如一时 我们会小男孩一样 运用智慧去 解决 还是只会愿天丢人呢 屡遭愤恶 我们像乌龟一样 使出权力 发挥钱 还是只会自告自弃呢 历来古圣仙 不愿天丢人 在艰难的环境中 甘愿默默付出一切 所以能保 全其高位的情操 多少英雄豪杰不消极放弃 于秒的机会 为你奋力找到一线生机 所以能完成其神圣实力 既恭活佛告诉我们 不白来人世上 不白过时光 如果我们能学习圣的行义 让生命共维系大道体 从那老平静精神延续 既取前人的壮业心血不断 把身捐续感召核山 我们可以延伸生命的长度 宽度与深度 如果我们只是虚度光阴 得过且过 不仅短暂的生命显得非常凉 小而肤浅了 也辜负上天大开普度的词意 三 古之圣哲 至圣先师孔子 孔子五十一岁时 受到鲁国国君的重用 担任中都宰一职 花一年的时间 就将中都宰一职里的井然有序 百姓安居乐业 衣食无余 路不时宜 也不庇护 便是形容子时的景象 孔子因正继卓越 被调身为大司空 掌管全国性的土 孔子的建设问题 后来又被着身为大司空 掌管全国性法大事 由于孔子的一番整顿 祖国政治清明 社会安定 一天天布上不强之途 后来鲁国国君却因审谜女色 逐渐荒废朝政 使孔子对鲁国失去希望 为了能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 五十五岁时 孔子亦然决然去高官后路 带着子路 染有 子宫的弟子离开五国 开始了十三年周游灭国日子 六十八岁才返回五国 回到五国 孔子海山诗书 在十三年的游说生活中 孔子并不得志 先后跟国于鲁 为 宋 臣 彩 楚的国 孔子一方面宣传他的治事主张 一方面人坚持他的教学活动 即使余程 蔡之地 欲见绝良七日的窘境 孔子一门坎坎道出君子顾穷 小人穷思赖语 借机教导弟子外在的穷困 不是真正的穷困 内心没有真理的充实 才是真正的穷困 一位真正的君子处于外在穷困的环境 懂得知足常乐 故而能谨守本分 小人欲 到穷困 则容易心深怨恨 会不顾一切为悲作胆 因此孔子希望他的学生们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人的君子 而不是一位见风转舵 得伟君子 上天则希望我们成为人的君子 师尊 师母 二位老大人也希望我们能成为人的君子 可以象征一种道器材 代表天人做主宰 可以视线一份道 慈爱正是模范做人才 我们或许没有富裕的外在物质 是否可享受 却有取之 不禁 用之不洁的自信宝藏可运用 让我们在修半路上走着自立自爱 活得自然 自在 生命导师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出生于西元前六世纪 是印度加皮国为国境范围的太子明希 达多 原本过着荣华富贵 锦衣玉食的日子 从不知人间走极苦 有一日 西达多太子经写来朝 想出宫游玩 尽在四城门看尽人生 生老病死死 大过程 才解决到现实所拥有的一切 虽美好 却只是暂时的 有一天死去了时 魔都带步走 那还有什么是值得留恋的呢 就像纪公国佛曾说过 人的心事片 无尽的黄土 因缘迁细着一世生死路 开始结束 究竟谁能清楚 每一步都是无住 与其这样糊涂无助的过一生 西达多太子选择舍下一切 踏上步步人生的 修行路 在刚开始的修行日子里 释迦牟尼佛曾勋请 一名师 享受过心灵不受物质 束缚的愉悦 也曾经残悦的折磨自己的身体 验证那难以忍受的身心苦痛 最后 释迦牟尼佛凭着自己的智慧与坚毅 在身心正常平稳的情况下 体振了磨身 老 病 死 无恐怖 挂碍的大智慧 他的生命再也无疑惑困扰 心中一片尘 测明量 具有大能力 教导世人解悟生命的真 事 因此被尊称为佛陀 意思是一位 物宇宙人身至高真理的圣者 也被尊称为世尊 意思是世人之中最尊贵的圣者 佛陀开悟后 出于悲离之情 希望能抢自己所体悟的真理化作神子 119 其人在生死苦海 审福的众生 他曾告诫弟子 若萨有裸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疾悲菩萨 佛陀生教与严教并行 足迹踏遍了印度这片古老的广袤大 的 不论富贵贫贱 男女老幼 皆能亲闻佛陀讲经说 道德经第四十四 当曰 名语生熟清 生与祸熟多 德与王书并 世故圣爱 必大费 多葬必后亡 知足不辱 知之不代 可以长久 我们若能学习释迦牟 弥佛的精神 舍下贪 撑 吃 爱 能知足常乐 实时为光返照 并能向释迦牟 弥佛一样 用有限的生命开拓 无限的慧命 四 今之圣哲 平病者之母德雷莎修宇 德雷莎修宇是一位虔诚的主教徒 他目睹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印度加尔 各大平民区的悲惨景象 例如 吴佳德雷的小孩用杯子在水沟 盛水来洗脸浴口 最后又剩了一杯水喝下去 他们从来没有尝过干净的自来水 德雷莎修宇改造平 明的无助与可怜 他说 世上最大的疾病不是癌症 而是那种被拒绝 被遗忘 不被需要的感觉 于是下定决心 将自己奉献给被人遗忘的平民 让他们的到最基本的尊严 于是世人尊称他为平病者之母 1979年 德雷莎修宇荣获莫贝尔和平奖 他说 我以穷人民意接受此 奖 这个奖象象征了世人对穷人世界的认识 并请求瑞典政府取消为他所举办的 国宴 将国宴被用捐给仁爱传教修宇慧 让修宇慧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从此刻 知美莎修宇在意的不是他有没有得到后贝尔和平奖 而是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 三 爱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他曾说 人类缺少爱心是导致世界贫穷的原因 而贫 穷是我们拒绝跟别人分享的结果 德雷莎修宇慧以穷人的不只是面包和衣服 更重要的是关爱与尊严 因为钱 或许可以买到不少东西 却买不到真诚的祝福 德雷莎修宇认为只要能帮助别人 的事 每一件事都是神圣的 每一件事都值得去做 因此他从来不含泪 即是有 心脏病也能以一颗残缺的心包容整个世界 即使双脚拇指外翻 也能跋山涉水 把爱撒拨到每个角落 德雷莎修宇说 这工作是为耶稣而做 再怎么类都能支持下去 他要以这些慈善工作来彰显上帝的伟大 让平定者知道他们也是上 地的子女 并没有被上帝遗忘 其实我们修半道的过程不也是如此吗 天道虽是人伴 实际上却是上天在 做安排 既公伯佛告诉我们 修道再修自委屈 半道再半向大体 一味知修 实力的修道人 不求自己的安乐 但求众生的礼物 即使身心再疲惫 也要实时 再再走完这段修半道的人生 原德帝君和老前人 民国十九年 和老前人才二十岁 即拜别父母 前往东北谋生 起初在哈 尔滨学习习载 经过多年奋斗 少有积蓄 便在牡丹江自开启染房 民国三十年 和老前人求得宝贵大道 清文信礼珍传后 在圣老前人道的慈悉感召下 毅然 他愿舍身半道 快速向四乡发展 度人无数 此为牺牲财产尽 敬畏大义 民国三十三年 和老前人在哈尔滨道外万元坛 参加六天会光芦 经过三纲 武柔文武断练后 即领命位点传师 民国三十五年中 由圣考兵老前人慈悲策划 派和老前人领队 于民国三十六年初买台开荒 出离台湾 人地申书 加上言 宇格河 和老前人常被误认为是骗子或坏人 遭人情的辱骂 传到过程被改间 亲 例如 他可以为了要度一位农夫 在大太阳下站一整天 也可以为了与兄弟 姐妹结缘 长期免费教人读书十字 此为牺牲盈律难堪位大人 和老前人二十五岁时 拜别父母 并舍下妻子儿女 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因此和老前人一生的爱 几乎都奉献给台湾的生命姐妹 民国七十三年 四子制 香港与和老前人见面 和老前人因脑伤未遇 不能出国 亦拒绝与四子通电话 老前人说 四十余年未见面了 我又不能回去 一旦通话 会引起双方心情 激动 所以不如不讲 非我绝情 不得已也 此为牺牲家族请爱卫大子 民国三十九年 和老前人在香港得知离患十到百十 病情已相当严重 和老 前人历米不尽 性命违在旦夕 却仍心系台湾道卿 他说 我回不去 台湾的 道卿怎么办 民国七十七年春季大典 和老前人八十三岁高龄 仍坐着轮椅 飞越重阳 远至美国洛杉矢主持孔孟圣道院开盘典礼 以并落的身躯 为众生坐 出最后的贡献 此为牺牲生命不顾为大用 和老前人从民国三十年求道 三十三年领命 三十六年开荒台湾 与台湾凶 弟姐妹结下身后道园 道路遍景海内外 属下有三十一个单位 分择开展道路 至明国七十七年八月初七成道为止 祭祀十七年春秋一生 为道牺牲奉献 不济 个人厉害得失 当中历经多少考验与磨难 时难以用语言文字一一表达 连观圣 地狱都称玉和老前人 河宫冠山河 为尊穿大德 城门中历雪 关口处渡河 微微白日在 玉玉明月河 道地行使命 情侣资格 此为牺牲功果不敬畏 大智 五 解语挺身事担当 从孔子 释迦弥佛 德勒沙修与道和老前人 我们或许会产生一个疑问 为什么人要经过磨难才能成就圣贤先佛 其实并不是只有人要经过磨难才能成就 天生万物皆是此 例如 蝴蝶要从涌上的小洞挣扎而出 经过这个挤压过程 将体液从身体挤压到翅膀 它才能在拖出涌壳后 展示飞翔 若是用剪刀将涌 剪破 蝴蝶虽然可以容易地挣脱出来 它的翅膀却只能紧紧地贴着身体 可怜的 带了萎缩的身子和别 它的翅膀在爬行 既宗佛佛告诉我们 自古那有圣贤先佛不爱煎熬哪 自古那有前辈大德不 有牺牲哪 圣贤先佛原本也是平平凡凡的人 他们爱过煎熬 不能成就圣贤先 佛 前辈大德起初也是普普通通的人 他们有过牺牲 因而成为前辈大德 如果 我们修到没有融入生命 投入实命 生入慧命 化入天命 还是修表面的话 修行路由有无法走到终点 因此人亦能知 几百知 人识能知 几千知 果能此道理 虽于弊明 虽柔弊强 只要我们能效法圣贤先佛的精神 坚持至 向努力不懈 最后我们也能成就圣贤先佛 只要我们能追随前辈大德的脚步 虚心受教 修身力德 来日我们也能成为前辈大德 师尊 师母 师母 二位老大人 坚持普渡三朝的重责大任 我们身为他们的弟子 耿 应时时效法圣贤先佛的精神 追随前辈大德的脚步 才能与恩师共办三朝事 才 能成为恩师的左右手 师尊言 三朝大事 谁来办 师徒共办 三朝大事 谁会办 不会也得办 为师需要徒儿们共相圣举 众生需要徒儿们一必助力 因此三 朝之收缘 你我皆有一份责任 三朝世是圣是佛业 须秉持圣是佛心 依循圣经 佛路 表与圣贤先佛同行 竟与前辈大德同道 终与九六元 胎佛子同归 因果所命求到救了命 续尔 编辑部 我要把我后半辈子的时间 留下来给我们先佛效劳 今天候选有这个机会 来这个地方做见证 我坐飞机 坐了三千多公里来着 各地方做见证 我相信各位慈悲 不会认为我专程坐飞机 来这边随便编故事 我 回去澎湖 跟我朋友说我女儿的情形 我朋友跟我说 有吗 三八兄弟 你是几天不见 你说这个故事给我听台语 结果是真实的 真的 真实的 这次付钱人到澎湖 开荒 我有两个好朋友 一个是在开游览车的 从高雄砖 陈飞回去澎湖求道 另外一个 我们的相代表 我去接他 我沿路跟他讲 他说 你这么铁齿的都相信了 那你是不是能载我去求道呢 我就把他载 去了 所以说 看我们这个道 有多么的殊胜 后学在这个地方 借着我女儿这 哥果 来给各位做报告 后学也要在我们先佛的面前发愿 我要把我后半辈 子的时间留下来给我们先佛效劳 周贤人慈悲 只有真公实的能跟渊谦沟通 今天 徐先生说他现在45岁 从今天开始 真的要好好行公了愿 因为 渊谦这种事情 我们能跟他沟通的只有真公实的了 那个时候 后学去到台中 跟他的女儿 还有他们两个夫妻讲 讲如是冤 前来的话 那么我唯有 我用真诚的心 真诚的跟他沟通以外 他没有办法 但是我到了台中以后 我第一眼看到徐先生 我就跟徐先生讲 我们不会烧福面 周有必要找医生 不要想求菩萨保佑 因为佛祖保佑 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徐先生跟我讲 有望 医院都找遍了 没办法呀 那他跟我讲了这个因果 所 已了解因果以后 我就跟他女儿讲 你要用你的知诚跟这个叶沟通 跟他讲 我过去的无名 过去的无知 来伤害到你们的生命 假如以因果报应的定义来 讲我这一条应该要陪你们对不对 我们总不能说没道理的吗 但是 很荣幸 我们昨天下午已经求了这个法医大道 信理真传 现在天道五度 三 曹的人 鬼 先都要祝道 无论是好人 坏人 无论是神仙 坏神仙 无论是 好鬼 饿鬼 都要祝道 没有祝道的话 都犯了天律 会受到上天的谴责 我求 你们放我一条命 我从今天开始 施宿 度人 涉谈 让人才 当讲师 以后胜 自陪前辈 点船师到国外去开荒道路 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你们 要不然的话 你 今天 先抓我去 只是一条命 也不一定我前世杀害你 但是在前世你杀害我 大家 如你把我这条命拿去 以后 我又有恨的心 又来杀害你们 愿愁这样报来报去 冤冤相报 何时 所以求你们大发慈悲 让我行公乐愿 有了功德 你们可 以借这个功德 来转世为人 甚至来得道 来修道 将来多离这个生死轮回 这是我跟她的女儿讲 我也跟她们两个夫妻讲 你们要好好沟通 当然 今天她的女儿 不知道什么姻缘 能够成为她的子女 父母 母女 父子都有姻缘的 因为她前世的无知 无明 杀害你们 杀害你们的性命 希望你们能够抬贵手 放她一条命 我们昨天下午 都求了法医大道 信礼真传 因为这一次天道苦 杜 是土杜三草 人 鬼 先都要祝道 那假如你们能祝道的话 让她能够健康 起来 突然 听到慈悲掉落地上的声音 何以生气坦的哭声 是冤魂借窍现 行 哭声凄厉 冤魂不断伏地痛哭 爬行到佛前 直到中间拜殿一直扣头前 先帮她扶到拜殿上 此时冤魂退敲 前后历时冤魂中 周前人安抚大众 我们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 因为她也没有假 真的下意大跳 在这里 我们可以感受到 其实我们的身边 我们的周围 都有冤签在旁 所以 我们大家都要真心的来修半道 我们要了解天道的殊胜 假如不是先佛 的慈悲 来帮我们挡住我们的约债 真的 我们死了十次 一百次 一千次 一万次 我们也没有办法还这个业债 所以 在这里 希望各位 我们回去以后 第一要赶快辅度众生 广度有缘的人 第二要赶快修道 施速 修行 不要再愁 除 把这个功德违向给我们过去的冤签债主 这样 我们才真正能够乐清我们的冤债 在这里 我希望徐先生回去以后 好好鼓励太太 女儿 包括您的儿子 都 能够齐家来修道 真的 我们在人间 一生一世 能够得到 能够来修道 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南极仙峰岭谈白话词续 公元25年11月4日泰国自求孔梦中道院 天道大开古度 开三齐饭三槽 除了天槽上路的槽 宝宝奔奔雅 路班听真 里 除了寻不渐进的体会天槽之玄机 尚要发出怜悯之疑 体会的槽之不堪啊 是不是 故儿 故儿 故儿除了要天人疑病之外 也得要人鬼疑病啊 是不是呢 是好 是再演一分钟 让宝宝默默地提出怜悯之心 体会体会的槽之不堪 开始想想自个欠了多少不知道 吃了多少也不知道 冤了多少也不知道 欠 债多少更是不知道 都不知道 宝宝眼睛张开吧 现在有否人鬼疑病了 有没有啊 有怎么回答 小生 心有恐惧是不是 昨日一场 宝宝吓着了吗 吓着了 有什么吓的呢 还不是圆明一团 昨日一场 宝宝知道原因吗 吓着了 有什么吓的呢 还不是圆明一团 昨日一场 宝宝知道原因吗 吓着了 对 不知道 当然不知道 宝宝都没有人鬼一并哪 宝宝想想自个儿 以天立地堂堂正正的走进佛门 眼看佛登一点圈 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就这么没有困难的 又怎么能够体会到地朝的头 不能顶天 脚也不 能立地 见着佛登 眼也张不开 口也说不出话来 法会场所 三槽同在 启示宝宝肉眼凡开可以见着 宝宝心中若有体会的槽 知不堪 就不会不知道昨日一场之由来 记住了 天地人 人为尊 沾到了天时地利人和 求到了 其余天曹的曹只有空无奈 至于恨哪 就这么点了一点 就这么点了一点 就不准讨债了 怎么就这么点了一点 的曹忍耐了 宝宝心中若无人无病的心态 永远动射的曹只悬崖哪 是不是哪 爱 这 不说了 别紧张 不说了 别紧张了呀 别忘记了 三槽大事是人间半 有肉身至灵至尊 没有肉身就趴着哭了 知不知道好好认真 明礼 人与人之间是小事 生死之间才是大事 这就对了 师尊灵谈白话辞讯 公元二五年十一月用日泰国四求孔孟中道院 三槽普渡的开始 是由信愿做出发 三槽普渡的过程 是以信愿做支持 三槽的结局 也是以信愿做收缘 同样的 一般法会的开启 凝聚了多少的信愿愿才能够成功 没有信愿的 凝聚 何来的三槽普渡呀 徒儿呀 诸天仙佛相信 相信在座徒儿都有一点 都有一点 都有那一点 只要往那一点去起 徒儿随时都可以维复本来的面目 还 有 徒儿啊 冤亲债主相信 先相信天并诺言 只要再做徒儿一点点期限 就可以等待到功德来偿还 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编辑部 一 时的真我 原胎佛子李天故江 佛转人生自不知迷内真性披罪 一 反将千身多诡谤 虚于灵性作污移 二 天道应欲 三 其末节都律驼天龙华大会 天道产发圣脉传斥令三佛犯收缘 若还不求天然度力结千生生难斑 三 修行人生 习性业力感毛病去脾气灵力修法慈悲于素 行尽天涯路唯有修道部路人 四 修炼考验 消夜了愿天家服侍逆来的 是路风窗无人练心之敬也 是情冷暖无人忍心之力也 是事颠倒无人修行之之也 五 正宁信心 五 正宴信心 五 正宴信心 五 无常觉醒学道成长令人立己 智风日下人心不古 天下律缘之已道 博学余问约之已理 亦可以福叛以夫 六 发心精进 不离佛堂不离前贤 不离经典度人度己 自然无畏真修行愿将生心奉佛提 产阳大道为家务普度众生事业成 学而不厌增智慧慧人不倦大人生 报恩而愿无愿北风风雨雨之灼心 活佛恩师慈序 咱那会在红尘沉迷不知醒 每日随着太阳光一日过一日可怜的 流浪人生望本求末未快乐 失去了五轮八德永远难回乡 咱修道要立志提出勇气来 咱的命运天安排何愁咱将来 为大道分走天涯为救姐妹出苦海 有时候遇到风海也是要忍耐 三山玻璃时已经六万年 今天遇到此三旗才能来相见 手牵手顺着天理期待 融成返摇时 彼时在的身边逍遥万八年 调进流浪天涯三兄妹 义和圣堂活动概况 编辑部 一活动概况 编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编日母亲节特别节目 编日国语期会班半天 编日读经参访 编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编日心灵成长一 编冤夏季班 二活动概况 编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编日举办新春团拜 编日举办年寒假大专高专成长一 编日在沈远山举办新春志向班 编日分别在花莲台北举办新春志向班 编后舞编辑部 泰国孔梦中到愿先佛班派苦也辞世 礼路易穷 开世诗要无人修道士 能够确认道真 礼真 天命真 以潜心修半道 穷周真 于于三期末节修几度人 到船九周以促进世界大同的神圣使命 使能到成天上名流凡间 发意崇德早于民国年月东渡日本开荒 契经反萨的历史 复旦是日本道清 的殊荣 我们台湾道清一语有荣烟 成大风前人因重视人才教育 建权会晤行政 联络体习落实人人有行公乐院奉献的机会 等三道点 使人才精进成长呆及走路 社会把道路推展弘扬 让道派永续传承 世界总会高兵海富里市场 期望日本总会能够提升人类心灵与促进世界和平面共同努力 周前人在月日清单位清上教育班开始 无人既得道就要参与修办道 修办 道要有目标认清修道士的人生观 并指示修道的过程方法 使后学所尊 行更重要的是要存感激的心 最后丁 您难得有一道归徒 千万要同修同行同归 成前人一场你简单饿要的语句丁您后学们 人若须吃饭到哪里都一样 知比喻已换己有志于学修办道的后学们 认清外在的真伪 互为外缘所攀实质 不宜 十指三期末节 凡我修道士六万年来从未百相验 罪恶明天 劫住难逃 信蒙老大人道将寻 使元胎佛子及时回头寿明师一旨 潜心修办道即能沉蒙 老大人及愿长大人慈悲眷念 特准忏悔之恳求 在各方设立忏悔般 让白羊羞 是有机会忏悔过错 无人自信本来光洁无染 但因受时空 环境六成员所蒙蔽 当心信受道成 于进入 则失去赤子之心 依忏悔将杂成员去除 以恢复赤子之心 则自信清静 使有返乡于之机会 凡如修道士若能真心忏悔 实心修炼 则自信必能早日清 静静即可 恢复清静法身 使能修成正道 在里天伴享受万八年 泰国的仙佛班 徐小姐因果所命求道 救了命的徐父也去泰国 遇在仙佛班作见 正正道 然而该约千债主义 去泰国赋予三财之身 哭泄老洪恩 由此使自 按缘解决 在其忽诉中 也证明了求道四男 及人生难得 中华难生 三其难 欲提真道难逢 不过此次难若累是无修的无佛缘者 亦难得明师一指来修半道 徐小姐因佛缘求道救了命外 又因此而让父母皆求道 亦在同狐度了八十几人 也设置佛堂 由此按可证明理真 道真 天命真及因果真 我们三养修事应该 要前心忏悔 时心修炼 时不枉费老将道 庶民之大慈大悲恩 则也是我们人生方 想 祝印大德方明录年月 一、现今部分 李哲仁二五本 李章远二五本 廖士豪一本 王瑞玲五本 王柏阳五本 周甲一本 吕徽章五本 吕徽荣五本 吕徽明一本 吕徽群一本 吕徽睿一本 吕徽瑞一本 吕斯贤一本 吕伯彦一本 吕雅之一本 吕斯轩一本 吕斯轩一本 更正其事 九七书印大德谢微秦物 只为丧其 此更正并致歉意 吕斯轩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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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和双月刊 第十亿其目录 年月 一和圣堂介绍 佛坛之守护神不达 经典背诵专栏 选考科目大学正式编辑部 先佛圣训 泰国四求孔孟中道院先佛班编辑部 成前人的话 多行功多乐乐物 理事长家言 团结同心 会物有传承正夫 知恩报恩口有数灾 历代祖师介绍 第九代祖师下女王子 道学研究 一经研究之二臣永弘 一经终极班结业心得刘家信 一经终极班戏词传 第十五章是修道指南与警惕临 其修正法正菩提编辑部 在修道中如何提升自我良圣贤 道学用语语诳词上面影 går平均一章 道之中指中英文编辑部 集 eh 伯圣報 望回编辑部 义和圣堂活动盖矿编辑部 编后语编辑部 注印大德方明路编辑部 义和圣堂介绍 伍达 佛坛之守护神 义和圣堂在阴隆大门两边之走廊处标速有 正殿元帅正殿将军两尊神像 由于是开白扬圣殿空前之先 所以气象万千惠于无比 不论是硕大的造型或是创举之 意义硬术难能更具民族珍贵 正殿元帅正殿将军 顾明思义正殿是守圣殿 全天后全方位进行着维持 与保护的神圣使命 元帅则是坐镇指挥统筹 举凡博谈的一切事物之运作 将军事 扫除魔障之先锋 白扬三旗树民应运三朝大开古渡 所以佛堂是三朝的事物所 修办的一切道物是人间修办三朝对岸 要求得了宝贵的大道 必须透过点传施请 谈仪式申请诸佛菩萨 大雷不丰富天神降临不拔 要办超拔亡灵的仪式更是人鬼先 合一的 因此佛堂是先佛 诸天神圣必到之处 也是天神下降最平凡的地方 然而正殿元帅正殿将军的由来起源于民国二十七年师尊老大人在青岛洞 是佛堂制定佛归时将二师兄张茂猛列宫位正殿元帅 三师兄张茂田列宫位正殿将军 请他奉兄弟俩在天之灵必驻道路推展 师尊老大人曾于民国二十六年 三经薛红之谱话坛设立纯阳庐 入庐者有六十余人日期为十六天 效果颇 加烦赞其受训后知学员 信心增强 智慧大开 道学成长 对道之未来发展 影响巨大 当时三师兄茂田借俏红榜 辛苦了个月 参加学员 素质提高度 少师尊老大人就封茂田为三天主考 把人鬼神一起考 这是三天主考之由来 至于义和圣堂 雕塑正殿元帅 正殿将军 此两尊巨大的神像 并非是凭空捏造 除来 而是明明中上天巧妙的 安排了雕塑的师父 此为雕塑师父很有敬业的精神 沐浴净身让心思宁静至远的习惯 以及神人合一时刻的到来 直到神像完成后 正 当他自己竟然有不辱实命的充实感的同时 却是感觉正殿元帅武正殿将军的面貌 很接近 后来得知正殿元帅武正殿将军拥有色身 肉体的当时是同胞兄弟 杀石 他自己正殿元帅武正殿元帅武正殿元帅 在关田乡以地图来看正央视南头县 只有隔着嘉义县一县之隔 据专家估计台南县应该也少了六 六级的强政 当时后学就会在圣堂里守护着建筑物 自己是被逼着前处传来大力走动的 声音叫醒 接着分不清是瓦力几岁的声响 或是建筑物摇摆声 此时的自己竟然 难难自语上天老慈悲上天老慈悲 正殿元帅慈悲正殿将军慈悲 当下亲自体会到在平常无法体会到的正殿之头弦意义 师尊老大人丁宁心语 要把一切功德与承诺 推至到老吉十方诸佛菩萨上 则不至跌尽任人修道的障碍中 要多叩手回向于十方诸佛菩萨 诸天神圣 美 有他们的固持以助化 到如何能谱传于万国九州呢 有以上点点可知正殿元帅与正殿将军于佛坛 圣殿中之神圣庄严无比 只要 求了道就可修半道 神人合一的去护持道场 度化有缘缘胎佛子 脱离生死苦海 登上领域 经典背诵专栏 大学正式 编辑部 一 全书纲领 大学之道 再明明德 再清清 再清明 再止于至善 二 树明明德 古之欲明明德 于天下者 先至其国 欲至其国者 先其其家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成其意 欲成其意者 先至其 知 知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智 知智而后一成 一成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生修 深修而后家旗 家旗而后国志 国志而后天下平 康道曰 克明德 太甲曰 故事天之明明 地点曰 克明俱德 皆自明也 三 树清清清心明 物有本末 事有宗旨 知所先后 则尽道 自非子已至于树人 依事皆于清 清为本 其本乱而末 智者否 以其所后者薄 而其所薄者后 为之有也 汤之谈明曰 既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康告曰 做新明 诗曰 周虽旧方 即令为新 事故 君子为天爱你 四 树指至善 知指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事故 君子魔所不用其极 诗于 邦积千里 为名所致 诗于 弥漫荒鸟 止于焦鱼 此曰 于止 知其所致 可以人而不如鸟乌 诗于 目目闻王 于姬西 静止 为人君 指于人 为人臣 指于静 为人 此 指于下 为人父 指于此 与国人交 指于性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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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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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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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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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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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10 9 9 10 所谓知知在得物者,仁知其所亲爱而辟焉,知其所见恶而辟焉,知其所谓。 敬而辟焉,知其所哀惊而辟焉,知其所熬度而辟焉。 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者,天下先语,故焉有之曰,仁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谣之说。 此曰,听诵无由人也,必也,始无诵乎。 无物不而尽其情也,此未物格,此未知本,此未知知知也。 七,数成义。 所谓成其义者,无字其也。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故君子必胜其毒也。 小人前君未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焉然,也其不善,而这其善,仁知事。 即,如见其肺肺然,则贺应以。 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胜其毒也。 曾子曰,时目所逝,指手所至,其言乌。 复论乌,得论生,心广体盘。 此,未成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成其意。 八,数正心修身。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 不闻,时而不知其味。 此未修身在正其心。 九,数修身其家。 所谓其其家在修其身者,遥顺率天下以仁。 而您从之,节,咒率天下以。 报,而您从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您不从。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 诸己,而后悲诸人。 所谓孤身无数,而能欲诸人者,未知有也。 此未身不修,不。 可以其其家。 代序。 先佛圣序。 编辑部。 正谈诗。 信仰自有主张信义自然堂堂。 愿力自发肤道愿守自立很长。 一人自觉生命一道自能担当。 生涯自得其乐生死自知短长。 无奈。 既功领。 此命早入佛宫以后。 容再问爱徒们道可懂。 一。 相信生死一梦以求永生。 生还生物条条生姬生性夭夭。 死地死其悄悄死至死活潇潇。 一点一命脚脚一分无寸瞧瞧。 梦想梦幻迷迷。 梦照梦醒潮潮。 二。 当愿真假一同已觉天生。 真心应真相清真体验真理明。 假嘴平假山律假造多假定平。 一枝草一滴露一面起一世情。 同志行同周际同道处同分灵。 三。 执行人我一并一度重生。 人海浪里翻横卷起一团疾风。 我草水果金洞滚成一片橙红。 一座天桥搭上衔接一段西东。 并且走回云路画出一道彩虹。 四。 验证理路易穷已达无声。 理性中分是非感情内别尊卑。 路程过之进退体验时共喜悲。 一片天有日月寒地离见松眉。 穷欢常动身减亮角度叹无味。 出发向前走沿途寻找和摸索。 参与中感受发现真实的角落。 性觉则愿符合。 就让过程更意义更把握在知道了出口。 就让过程更意义更把握在坎成了所有没有保留。 反复再回首收集理由和心得。 体验能感动激发血泪的暖流。 性承诺愿报首。 就让过程更意义更把握在知道了进口。 就让过程更意义更把握在坎成了所有没有保留。 就让未来更意义更把握在深出了双手拥抱长久。 师尊白话词许。 徒儿们别哭了,做吧。 徒儿别来可无恙,徒儿别来可平安,生活还忙得过去。 生命还忙得回来吗? 为师最怕徒儿忙了。 因为徒儿一忙分寸就乱了。 因为徒儿一忙那,精神就倦了。 因为徒儿一忙那,心就累了。 为师最喜欢徒儿,单单纯纯的时候。 为师最喜欢徒儿,真真实实的面貌。 但,是要这样的情况啊, 唯有在开班的时候啊,才能集中就像现在。 此时此刻, 为师多想不用讲话,徒儿心里能懂。 徒儿啊,如果为师没有讲话, 徒儿心里能懂吗? 沉蒙。 黄慈悲,在这殊胜的天人法会中, 派遣诸天仙佛, 与在座依慰徒儿有缘的诸天。 仙佛,下摆徒儿, 提出了四个重点, 徒儿啊,哪四点啊? 生死一梦, 真假一同, 仍我一病, 理路易穷, 这四个重点, 徒儿要如何把握呢? 徒儿要如何把握呢? 还是四个字, 信愿一生。 批训中, 为师实在不知道要与徒儿说什么, 徒儿啊, 想听为师说什么呢? 为师实在不, 知道怎么对徒儿说才好, 徒儿想想, 想听为师说什么才好呢? 三朝普渡的开始, 是由信愿做出发。 三朝普渡的过程, 是以信愿做支持。 三朝的结局, 也是以信愿做收缘。 同样的, 一般法会的开启, 凝聚了多少的信和愿, 才能够成功, 没有信愿的。 凝聚, 何来的三朝普渡呀? 徒儿呀, 诸天仙佛相信, 相信在座徒儿都有一点, 都有一点, 都有那一点, 只要往那一点去起, 徒儿随时都可以回复本来的面目。 还, 有, 徒儿啊, 为师也相信, 相信在座徒儿都有因缘, 相信师徒之间之情缘, 只要, 心心相应, 末后大事有师有徒来并肩, 徒儿说, 是吗? 愿是原心, 只要徒儿相信, 以相信打基础, 出发心, 原来的心, 就会发出力。 两个, 徒儿相信吗? 听了五天的课程, 每一句每一字, 无非都在引导徒儿要相信。 听了五天的课程, 每一写每一话, 无非都要引出徒儿原来的心。 在这个时候, 徒儿应该发出一份对天的信念, 在现在的时刻, 徒儿应该发出对人的一份信任。 在末后的时刻, 徒儿应该对自己发出一份的信心。 为师讲过了, 没有信心是没有力量的, 没有力量的发出, 原心是找不到的。 周徒儿, 看看楼下徒儿没事的, 让为师瞧瞧。 生死一梦也好, 真假一同也罢, 人我一并做好, 理路一穷到了, 这四个重。 点, 若没有基于愿做为基础, 徒儿把握不到, 徒儿养。 今天切切要学习一个功。 夫, 把握的功夫, 把握什么呢? 把握当下的信和愿, 都起来了吗? 针对厨房的, 前嫌, 把败便拿到前面来, 徒儿我有熄灭了吗? 徒儿辛苦了呀! 今天这一场, 没有。 徒儿炒炒主主这法会开不成啊。 徒儿啊, 用什么心在煮炒, 徒儿, 就是信愿两个。 四, 徒儿辛苦了。 来给为师握个手。 分盒拿来, 全部起来, 徒儿辛苦了。 领到陈济丹的往旁边站, 徒儿排好。 赵元卫坐好。 徒儿真的熄火了。 徒儿坐好没呀。 为师就喜欢徒儿坐在地上的杆。 绝脚踏实呢。 。 徒儿啊, 为师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只能说, 道不再也说, 今天为师久。 不说, 要徒儿记着的是之前的四大重点, 徒儿就用四个字来记着吧。 徒儿就用四个字来把握着吧。 就是信愿一生。 为师说过了, 一场法会凝聚着天地人的信和愿, 才能够开成。 无论是讲师。 在台上讲课的时候, 无论是五位师在厨房煮炒的时候, 无论是服务的徒儿在四处。 打扫的时候, 无论是徒儿的前辈在两旁坐着的时候, 无论是乌天仙佛有戒窍、梅。 戒窍的时候, 这点点滴滴, 无不围绕着信愿二。 四。 安安稳稳坐着听课的徒儿呀。 为师也相信, 徒儿自有一份信念在心头为师。 也相信, 徒儿自有一份祈愿在心窝。 禅师也相信, 今日沾到三草普渡的一大事因缘。 得以天仁和一介到灵坛, 会见徒儿们, 见一次面是少一次机会呀。 所以这一场会。 诗真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徒儿到底听多了, 为师就希望徒儿信愿一生了。 很快的, 法会将必斑。 这五天以来, 为师看到了徒儿的努力, 为师看到了徒儿的默默跟语。 厨房的徒儿出来吧, 为师眼前的, 为师一贯的作风是想似徒而已。 柯平安果, 有个字论, 但是今天, 为师换成四徒儿片成忌丹, 徒儿们辛苦了。 为师讲过, 今日这一场, 没有徒儿的主主吵吵, 没有徒儿的任劳任怨, 没有。 徒儿的扛重扛轻, 没有徒儿的洗笔扫除, 开不成不圆满啊。 徒儿排队, 就过来这里一遍拜便去, 领到拜便以后, 靠窗户坐, 就排排坐。 就绕圈坐, 听清楚话了吧。 徒儿过来吧, 就别跪了, 领好就到最前面靠边坐, 在。 把音乐播了, 给在厨房辛苦为徒儿效力的徒儿鼓励的掌声吧。 批训, 接下来, 请这五天所有讲课的讲师出来。 师尊为师依依序借并且赐国。 赐堂, 在座徒儿们打, 给为徒儿讲真理, 李贯书的十二位讲师, 鼓励鼓励吧。 接下来, 现在为师要请出离箱背井, 常常住在道场, 扶住道物舍身伴道的徒儿。 出来, 为师要跟徒儿讲。 为师讲过的一句话, 徒儿辛苦了, 无论心多荒, 目多长, 修多难, 办多苦, 过程是心的宽度, 只要徒儿情愿跨出使命脚步, 前方就一定会有出路。 不管心多荒, 目多长, 修多难, 办多苦, 过程是心的深度, 徒儿不要离开。 这条道路, 一直走下去将会有出路, 领过吧。 徒儿, 辛苦了。 既是舍身犯道了一样事过日子, 但内心要有不一样的抱负。 既离了家, 目标带指引更多的众生回家。 过第一步的功夫的要把心安住, 别一天十二时诚心念起祈福福, 己不利何能。 利人徒儿多学习吧。 三朝大事就是这样, 分担分工, 可以请吴卫做吴卫师有口, 才当讲师, 再顾。 然行才师, 一片道场的成立, 才师法师吴卫师, 缺于不可。 人在坐天在看, 虽然徒儿可以做到无相不失, 但是, 事公事过, 记得清那。 事公事过上天记得清那。 说因果是公平的, 公过也是公平的, 所以无论躲在那个。 小若, 切记自个本身要清楚, 一分一毫顿功, 不昧了。 通过, 不昧了。 法会到此, 徒儿做的也累了, 现在单元都各出来领分成绩单, 继续做下去。 排排座, 记得写分成绩单, 徒儿记得写分成绩单, 到边去做, 靠墙做, 为个圈。 批序, 生还生路条条。 徒儿啊, 好不容易开了五天法会, 讨来一片成绩单, 好不容易的一份成绩单。 好不容易的一份成绩单, 就刚刚好了呀。 就一人一份, 好不容易得到的成绩单。 徒儿却自然然的坐在屁股上, 竟然是这样子, 竟然是这样子。 这叫惯性, 拜。 殿吗? 不是给贵败就做了, 是不是这样子。 维师从一开始就说了, 把败殿当成事。 成绩单, 竟然是这样子哪? 除了有成绩单, 是不是还有之一哪? 徒儿都领到你的。 没哪。 为师今天要讲的是, 不是其他, 就讲信和愿, 希望童儿出班以后, 有信心有。 愿力, 心愿之心最美了。 现在为师要童儿每个人, 将现在最美的一颗心画在成绩单上呢? 开始。 圈圈。 有缺口, 挤进去, 画不美可以擦掉重画, 就是此时此刻的第一颗心, 徒儿最美。 徒儿最美的心, 一点错断都不行。 一圈就是一圈, 两圈就是两圈, 明显一点, 不可做成一团, 围成两圈就好。 徒儿没问题了, 做好了。 别坐太紧了, 要接上脑, 不要有缺口。 徒儿呀, 有人就有事, 有事就乱了, 但是事用到来说理, 事仅仅有条, 不容。 许乱系统的千辛万苦, 要徒儿做成两圈, 要徒儿排排过。 徒儿都做好了吗? 作者, 舒服吗? 舒服, 好, 刚刚起徒儿将最美的心, 画在成绩单上, 画成了美朗。 曾徒数123, 带会养, 徒儿数123, 换123的时间内, 徒儿要画好一。 颗心, 画好了之后, 把自个的成绩单, 传给下一位, 传给右手边下一位。 传一传。 试试看, 右手边的下一位, 123换, 徒儿呀, 刚刚自个画上那颗最美的心。 现在是否已经落在左手边的头? 同修上。 是不是? 怎么徒儿手上有两片, 那个徒儿手? 上没半片了。 把它再圆满, 还回去, 123还回去。 数到五好了, 12345换。 道幻儿, 道幻儿。 徒儿啊, 会乱吗? 1, 2345是画心的时间, 听到幻世传下去, 传下去再接一片, 又再12345画。 一个心, 现在徒儿明白吗? 为师在训练曾图好了, 曾讲师练习12345换的口令。 徒儿啊, 自个手上是否是自个的神迹丹雅? 那, 好, 音乐播大声一点。 好, 曾图开始, 12345换, 12345换。 徒儿啊, 一场三槽大事为师布局好了, 希望的是徒儿配合, 没有很难, 就在。 徒儿啊, 陈继丹让画各心, 派各徒儿让口号, 数各时段各换, 人人有一份啊。 刚刚为师, 耐心的一人发给徒儿一份的陈继丹, 刚刚为师非常用心的, 非常用心的发给徒儿。 一人一支的造画笔, 希望徒儿的是走出这一步, 好好在自个一片心地上下功夫。 所以第一个心自个画自个的, 最单纯的, 就像徒儿刚到初安, 心是美的。 陈继丹有一份, 但是, 修道半道的路途, 徒儿是一个人走的。 要走出去就没有, 且后人了吗? 怕出去就没有左右人了吗? 说一个人修道容易, 要合办就难了, 是。 不是。 怎么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都配合不来呢? 怎么就这样把自个成绩丢失了呢? 怎么就不懂得照恶道的循环走了呢? 就这样的结局是三个字一团乱。 徒儿们, 修道不容易呀, 修好了自个本身, 还得配合大局。 维师很用心的。 一早就把心火箱传的音乐播着再播着, 可是就是传不下去。 徒儿啊, 信心丢失了。 原来的心找到了没呢? 还在传呢? 好, 把成绩单翻过去, 是比较干净了吧, 再练习一遍好不好。 那就开始, 不。 用化心, 就一二三传, 一二三传, 徒儿个个都有一片了没? 一二三换, 一二三换。 停, 还是不行呢? 徒儿还是不行呢? 徒儿啊, 现在把成绩单放在屁股下吧。 作者吧, 原来作者比较自在是不是? 那, 原来配合是那么困难, 是不是呢? 徒儿啊, 此时中到院以内, 徒儿算是少数。 的, 初班以后, 要徒儿走出去, 面对大众, 众生多者呢? 徒儿要用什么方法稳住? 自己, 再去牵引别人。 记住了, 是稳住自己牵引他人, 而不是去扰乱他人, 这, 是重点。 一场的试验, 让徒儿心知肚明, 修道半道不是听道理而已, 不是听了五天般。 就成, 实际做的时候才是功夫呢。 所以呢, 徒儿说大声的, 感动啊, 感受啊, 感。 恩啊, 都是口头上, 徒儿有把握说下了楼, 说了安, 徒儿做得到吗? 徒儿代表得起。 天语的吗? 徒儿有信心带为师分担吗? 有没有? 有, 有, 就再回想一下怎么传。 就不做了, 因为播放的心火相传, 要徒儿的心一个接一个串成去传, 为师部。 允许有缺口, 怕就这样断了线, 怕就这样拥了图, 所以, 徒儿开了五天般, 做。 这的功夫是有的, 那做的功夫呢? 用时间来证明好不好。 在这儿呢, 眼睛看白板, 正图来黑板写好了, 徒儿转个声, 把音乐停掉, 拼。 去, 出发向前走, 徒儿再试一次好不好, 听口令作动哦, 就是徒儿把自个拜变。 放在原先开班的做样, 乾坤纷纷, 徒儿坐下吧。 徒儿呀, 别怪为师无极的试验, 因为如果没有实际的体验, 没有刻骨铭心的。 印象, 纵然徒儿开了十天般, 二十天般, 走在滚滚红尘道上, 脚步还是会错乱的。 众生迷泪太久了, 六万多年轮回不止。 在这么的各一瞬间, 在这么一个意志。 点, 马上要徒儿离下来, 救助本会, 再来改化四方, 这是不容易的使命啊。 这是, 坚具得认达。 维师在讲一段维师讲过的, 悲起一份无奇的誓愿, 担任众之道远, 留住一段, 师徒的空间, 留住一段师徒的情缘, 为师给徒儿一段空间和时间, 写下一封无言。 的心间, 教徒儿能够听到也看见, 只是家书一篇又一篇, 有几个徒儿有所回应而。 常纪念, 其不远都未时不晚, 只怕为道徒不够勇敢, 徒常孤独而生变, 徒常受。 苦而埋怨, 让心陷入意外的深渊, 回头永远的未时不晚, 只要为道徒不惜困难。 在徒儿无力的时候, 来回千万遍, 那怕你身心疲惫, 徒儿这条路一定要走完啊。 徒儿呀, 这条路一定要走完啊, 一定要走啊, 好不好。 乾坤同时站起来, 肯定自己的担待, 折上白衣制服挂神采, 挂身千万姿态。 象征一种道气态, 代表天人做主宰, 乾坤同步走出来, 确定自己的命脉, 悲起肝。 昆包扶披能耐, 凝聚百般慈怀, 视线一份道慈爱, 正是模范做人才, 责任担起来。 修饭更在, 这条路要自利又自爱, 责任担起来, 修饭更直在, 这段人生自然。 自在。 徒儿呀, 为师没有什么送给徒儿, 就以一首歌到徒儿在修饭过程当中, 能够更意义更把握, 好不好。 语记, 更意义更把握, 掉记, 因为你因为我, 徒儿坐下。 把歌唱一遍吧, 音乐开上吧。 引词, 架别爱图返南平山, 成前人的话, 多行功多乐愿, 乐悟。 我们之所以降身为人, 除了极少数士道庄下凡的先佛, 来到世间为了大帮助, 到普度众生, 成愿而来。 而大多数的众生, 皆为原因果而来, 无论是欠他或他。 欠。 人来到世间, 大致分为两类, 即报恩或讨债。 打开电视或报纸, 时常看到作。 子女的不知学好, 书不读到处女朋友鬼混, 吃喝玩乐无所事事, 造成父母之困扰。 为了父母这苦口婆心, 所说的话当成耳边封, 父母只能以前是因果欠他的。 这是他事来讨债的。 如此说服自己教理好过。 另外亦有些子女, 从小就知上尽, 一切学业即为人处事, 居不用父母担心。 无论父母如何的贫困, 他都能四处打工, 帮助家继为父母承担, 毫无怨言。 甚至父母对其他生地特别照顾, 而对他特别苛刻, 他都甘之如仪, 此自即为来报恩者。 成人常言,今生能为人, 又有幸求得宝贵大道就该好好修行。 六万多年来, 得约千债宝在这一世为人中, 仅可能的还清。 但是有这么简单吗? 因为人在修, 行的过程中, 虽然累积了一些功德, 但在此过程中亦可能犯了些罪, 或错, 功。 过相抵, 能来冤枉者不多。 虽然先佛慈悲, 每年居有悔过的法会, 能忏悔罪, 或错, 先佛帮者担待一些, 但我们能因此就一直犯过错, 让先佛丹吗? 答案是否? 定的。 成年人疼惜后学, 怕后学们迷往, 因此只要和后学们相处之时, 时长已多。 行功, 多了愿来勉励后学, 要时时记住, 不可稍忘。 如此加强修行中之功果。 就算而有过, 先佛义好担待。 所为多行功, 多了愿即不施无论才施。 法施, 无畏施三施并行, 非口头说说而是要 较踏实的身体力行, 如此才不辜负它。 老人家在天之灵, 望我们共勉之。 理事长佳言。 团结同心, 会晤友传。 陈正乌。 边岸, 本文为美国一贯道总会成立市场, 世界总会秘书长, 至日本总会成立大会。 贺词全文。 日本总会口理事长, 台湾总会王理事长, 马来西亚总会理事长, 世界总。 会各位副秘书长, 各组线领导前人, 各位前人, 各位点传师, 各位前贤, 各位大, 得,各位来宾, 大家好。 今天是日本一贯道总会成立庆典, 能邀请来参加非常感谢后学代表。 一贯道世界总会及美国一贯道总会来参与这个历史性意义重大的典礼。 感到荣幸之志, 从韩老前人开始, 成大公前人, 张。 老前人, 三十年来日日的开荒传道, 才有今天的成就, 在总会成立。 后, 对于静化人心, 提升家庭伦常, 扩充社区服务等工作不宜余力的努力向下扎。 更, 才有今日积极的效应。 一贯道世界总会投入公益慈善工作与文化交流活动, 积极与国际宗教。 会议, 已被认识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 如此, 一贯道加入联合国非政府组织, No. And,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为经济社会理事会的资商议备也是一种成就。 最后祝各祖宪在三宝新法加持之下, 到物日一红展, 大家胜繁如意, 更祈求。 大! 会圆满成功! 从一贯道其总会训转改。 李氏常加盐。 执恩报恩。 口友恕安。 天岸本文为日本一贯道总会口李氏常于日本一贯道总会成立大会中致辞。 全文。 各位长官, 各位贵宾, 各位典传师, 各位讲师, 韩主, 同修, 大家好。 后学感激天恩师德, 感谢老前人大德, 各位前人慈悲提拔, 让后学来申请。 日本一贯道总会, 又受命为李氏常。 后学自传学俭, 不财如德, 不敢承受。 但, 师命不敢为, 只有寇求皇恩典, 师尊, 师母慈悲, 日本各祖各县道路更蓬勃发。 展, 人才济济, 永传惠命, 以报恩了愿。 日本大和民族, 接受汉文化相当久。 自汉唐以来, 文化文明与大中华文化习。 习官, 自维新后, 接受欧美工业文明与科学技艺, 经济起飞, 欧化生活带。 给人们忙碌与紧张, 有幸黄将道, 各位老前人, 前人渡海东营, 广传大道, 财。 使得我国人名如酒汉逢甘陵, 再受政法洗离, 如雾春风, 朽雾萌芽, 天命加倍。 大恩大会, 有缘佛子其归根, 我等当知恩徒报, 数十年来, 各组各县因缘聚会。 开荒日本国, 导入蓬勃, 人才济济, 已未成一股社会进化的中流鼻柱, 我们应奉。 行道之宗旨, 团结大家力量, 广播师尊, 师母圣得, 普照人间。 后学才书选, 希望各位女监视, 各位钱贤, 多加一策, 共同互持日本义。 冠道总会会物正常发展, 才不负各位老钱。 人, 钱人们的厚望, 也祝福各组县道物红展, 人才济济, 繁成永续, 以报天恩师。 得, 谢谢各位。 敬祝各位长官, 贵宾圣公康太。 叩求皇子敏赐福大家, 从一贯到其总会训转载。 历代祖师介绍, 王子, 第九代祖师下语。 第九代祖师下语姓四世, 会文艺, 建都扬迪, 河南与县, 又曾都安逸, 山, 西安逸或平阳。 与位皇帝的嫡孙, 父亲民滚, 魏瑶时代的水利局长, 奉命治水。 滚制水的方法, 是建筑了高大的低房, 如同墙壁一般, 把水势拦住。 人民在高高低房后满居住, 自然不受水淹。 这种建筑, 就是后世成锅的起源。 当水势补, 十分浩大的时候, 低房是可挡它一时的, 所以大家都以为滚对治水满有办法。 滚, 自己也十分得意, 一接受摇的命令, 便在各处住起滴来。 不料后来水势越来越大。 这边水被滴堵住, 便往那边冲去。 滴越住越多越高, 水越挤得没有地方走。 嘴, 后便长起来, 疯狂冲下, 如同千军万马一般, 海山倒海而来, 那种雷霆万军的令。 量, 岂是区区土墙所能抵抗。 一经冲破绝口, 墙人民尽成于边。 这时人力难施, 无法强度。 水游绝口乱流, 比没有地方时还要湿泳, 人畜田如烟末不计其数。 滚这时也急得手忙脚乱, 堵了东边, 西洋又被冲绝。 一面堵, 一面绝, 无论如何。 手弄跑。 滚至水九年, 水灾越来越大, 提防不断冲绝, 人民淹死无数。 顺左辽帝至李正世之后, 曾经徐侍天下, 看到杏英未水患, 颠沛流离, 者, 不得不归罪于滚的治水渔宫。 为了赏罚分明, 就在雨山, 金山东潭陈县东北, 皆将苏干于县界, 触滚即行。 另一所谓流放。 顺右悲见了滚的儿子雨, 继续他父亲未完的治水职责, 古代职业未世袭。 雨接受他父亲失败的教训, 易改治水的方法, 他是用疏导式来宣泄水事, 使东流入海, 使世人享受到四季农耕, 无不嫌疑的幸福。 这是以诚语智慧来克服代附, 燃灾派的伟大精神表现。 据说雨治水的时间为十三年。 这十三年中, 他无一天得到闲暇。 为了治水, 他跑遍了中国各地, 不论高山、大川、 到处有雨的足迹。 何雨一齐治水的屠众狠? 多,当时称为屠亥。 大有屠众之多, 亥人听闻的意思。 其中将有名的有高陶。 亦, 亦, 后继, 已至四月, 群木, 都为雨的左官, 可见得到十至水是一件大事。 与为人以身作则, 他曾三过家门而步入。 他左手拿着神, 右手拿着尺, 测量。 平, 直, 高, 低, 远, 静的准神, 规矩, 一年四季都载着随行, 真是被请忘餐。 至风暮雨, 十三年如一日。 疲劳使得他腿上倒了肉, 颈上没有毛。 弯腰驼背, 连走路都迈不开较大的步伐。 后世人长击到学先生走路的驾驶, 未知雨步, 就根据雨的这个古代传说而来的。 雨娶了屠杀式的女儿, 传说雨在成亲的第四天, 就奉命离家治水了, 他第一。 似经过自己家门, 是在他离家还不到一年, 他的妻子正在生产, 生的那个儿子。 据说就是起, 他虽然耳听的婴儿呱呱呱的提升, 也因工作忙, 不敢为私情误了公事。 硬着心肠过门误入, 以后两次经过家门, 也未敢因私被攻。 由于与决心要避免, 父亲的错误。 用疏导的方法治, 既要导水,也要导水。 他跋涉山川逾越前祖, 走遍了穷乡僻壤, 有人无人的地方。 因为与要取得这许多人的支持和合作, 来完成治水的工作。 那时中国文化初开, 这样广大的地方, 散布着千千万万的士族。 人民, 书逢一俗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知有多少, 各种可惊可恶的现象, 自是必然的现象。 还有一件事, 在当时疏导大小河川, 必须开凿山崖, 把挡住水市的大大小巷。 风轮眼里, 都要查看他的向背形式, 饮水下行, 凿开水道。 使水市畅通无阻, 才。 不会一出旁边, 比起修一条公路, 还要麻烦。 在那时完全一是人工和原始工具的。 时候, 那不能不算是一件奇迹。 传说黄河上游的龙门山, 山西, 就是那时所凿。 他为在凉山的北边, 与游基石山, 甘肃, 到黄河到龙山, 开凿龙门, 口宽发。 十五, 河水由此直屑而下, 奔放青械, 身族巨雷。 相传岩济还有鸟绢的痕迹指。 要到过龙门的人都可以知道它是怎样一个伟大的功臣。 因为它是这样高, 所以许。 多大鱼都急在龙门下面, 向上跳跃, 便传下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说是鲤鱼门。 跳得上龙门, 便会变成了龙, 这也无非因为它是十分险峻的缘故。 像这样凿通的。 山, 不知多少。 功臣的浩大, 真不能以言语来形容。 但是这一切困难, 毕竟在它兼苦卓绝的奋斗中克服了。 它发动了全民的力量。 另外, 把中国九条大川疏导的唱其所流, 而无数之流, 也一一致力的通达民族。 这, 种伟大的公演, 在当时可说是惊天动地。 羽的业绩, 流传万事, 直到如今, 还称, 中国地方位羽羽。 但全民的伟大力量, 更值得歌颂, 这是举国一心, 众志成。 成, 才能有这样盖世无品的工业的。 羽在治水成功后, 农业得到了长足的进展。 命令博弈叫人民在低湿的地方中。 道, 又发明了绝井饮水之方, 使得离河川较远的人家, 亦可运用井水来灌溉农田。 井的发明, 不独于农田的帮助很大, 对于人的生活改善, 也是值得称颂的。 尖, 部署后计较人民从事架色。 发展农耕, 肯直播种, 让人民在水退之后, 马上就, 可以进行耕种。 不消几时, 便遍地桑麻, 满田稻卖, 在人民各个封印族时。 然后又, 根据山水地势, 把中国分化为几个区域。 据说那时已经分九州、 济州、 眼州、 青州、 徐州、 梁州、 金州、 玉州、 梁州、 雍州。 以土地的匪集来定各州印纳的田赋和贡品。 贡品里面, 有金铁珠, 也有。 竹七菊柚, 也有盐纸丝细, 也有齿格羽毛。 据说那十九州地方, 南道长江, 北道。 恒山, 山西北部, 东道海, 西道昆仑, 在与以前中国声威没有达到这么远的地方。 现在与亲身率领许多途众到了各处, 平定了许多年的水患。 各地人民全都钦佩于的服务精神, 并且了知中国是多么大和大家团结的重调性。 这样一见经。 天洞的大无比的事业, 是二一二十青池累叉的女带头, 用了无数人力和尖一步, 摇的意志来造成的。 后人歌颂他, 赞美他, 便用了大语, 神语来称呼他。 并且把整个中国叫做语域, 意思说, 是语整治过的地方。 语治水成功, 顺次语玄规, 讲他的功劳, 并令他做司空的官, 管理平治水土。 的是, 那玄规是黑色的玉, 经过魔镯, 可以拿在手中, 是最隆重的奖品。 一, 为天位玄色, 以玄规赐语, 是表示他攻盖四海的意思。 这时候高桃做了试的。 官, 管理行法。 后魁做了乐政, 治了韶乐。 契做了记得官, 教人民播种百股。 契做了司徒, 教育人民, 连语一共五个, 都是。 最有名, 后来五成之中到有四个的子孙, 身做了天子。 于顺觉的语的功劳浩大, 也仿照姚帝的做法, 将天下传给力大功的语。 游顺, 帝传下之天道心法真权曰, 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为经为一, 允直觉中十六。 各自, 故后世以此十六字位, 天道心法十六真权。 所以中国不有文化系继承。 天道之道统者也。 夏宇传国四百三十九年。 宗论与一生工业, 智慧标比, 而其治国之方式, 则受到洛书的启示妥多。 在其治水期间, 于落水见神规复闻于备, 法而成之, 即成红犯九仇的根据。 除, 了世宫外, 遥, 顺, 与君与帝王之身, 义人有命而化万名, 因此他们三位圣。 折成转着道统, 而他们代代相传的放姿, 便是纳记与一首。 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为今为一, 允直觉中。 本首记与初字书经大禹魔, 自古以来圣者所追求的, 无非是在心性。 高洁灵明的洗恋, 盖自古以来人心因溺于物欲, 故意私而难攻, 随时都亦已诱人。 堕落而忘了修理。 真理往往是黑暗满海中的灯塔, 稀少却是光亮, 尤其在这局。 是滔滔, 人性面临考验的时局更显得重要。 唯有能得已知义理所在, 才能本。 这道心来领导人心, 一切动静思虑, 无不能何于中道, 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能。 疑则能达, 能中物能远, 有疑何中, 甚欲便不远已。 一经研究之二, 中生树古武器朝圆结婴儿。 婴儿太与寒真实月胎完入圣经。 修道好。 古艳道修道好道德乃是古经宝。 宗臣孝子列女劫父都凭借他立甘彪。 虽然受百般的折磨成长风破浪涛。 那种坚真的精神比如那寒梅杰操。 松波不雕大德真君作词。 吊记,台湾好。 一、三、五何为九、二、四为六。 修心练性抱元首一一则太极。 存心两性直中万一一则原点。 明心见性万法归一一则本体。 道三花精、气、神。 五行精、木、水、火、土。 如三刚君臣父子夫妇。 五常人、义、理、智、性。 佛三归佛、法、僧。 五戒杀、道、银、望、九。 明明得者、天、义也、义者其也,其原为三,三用其全。 新明者、得、二也、二者偶也偶方为四,四用其半。 三三见九天之数也。 二三得六得之数也。 至于至善至善之力乃无极之真。 和、天、九、得、六。 千、用、九、坤、用、六。 一经终极斑。 结业心得。 六加信。 甘刚自强九五尊坤柔后得六二红。 臀苗蒙发圣不持蒙受起离之天命。 须正福提妃外求宋士消五位大同。 师徒共犯三槽士比清浅浅和乐荣。 小处能行千里远旅见出至敲金钟。 太安妻如平天下苟难来时勿荒金。 同仁心硬破颜笑大有希望彼岸灯。 千冲自目宿几位欲顺奋起显人风。 随方救援绝四五谷颜独与使人猛。 临为镇定根基稳观彻动机颜真宗。 士科经静阔布卖根光千丈路云耸。 包进八国献无来复的三宝喜无穷。 无望原念成何染大处陪得存点心。 以养性全民根源大过其才法天秦。 凯玉万物会深长黎照溃昏早觉醒。 贤通人我一体连狠守信愿是轻功。 顿走凡消任熬游大壮豪至表苍穹。 净分千仿万万八年名移称险莫真容。 家人相聚莲花方回别并非原意中。 简选真假奈奥坚解物生死态匆匆。 孙磨分玉除悬懒毅力十方化迷童。 决圣末后只轮回购玉三齐慧群音。 翠慧辅责将甘铃声超悬组建齐功。 困平使之品清其井深水良心如井。 革除露席成尧尧顺顶碰玉领尾去清。 正发姬昂脱江即更于保帝日三审。 剑向佳静坐凯摩归背其胸面容。 风玉道夜遍海鱼旅居成凡患似弘。 序陆里露体为尿队满胸怀郭冠。 幻撒慈艾敏三屠杰操如竹直拔挺。 终浮成得达至善想或不二勇至名。 继继九六遥迟返位继使命成怨行。 易经终极班。细词传第十五章是修道指南与警惕。 领。一,前言。 易经是中国经学中最高深的一门学问, 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 存,精妙诀文,故背尊慧群精之首,万精之王。 内容重点在阐述天道的。 真理,范畴包括理,气,术,像。 其所产阳的正是生生不习,日心又心,体大思。 精,深切实用的哲理。 故能远起中华文化顺应潮流。 最能动足基先,探究天人之。 记得今生之缘。 提供世人如何安身立命之道。 孔子于伦语终于家我数年五十以学艺,可以无大过。 又于五十。 而知天命。 说明言读一经不仅可以无就更能够因而知天命,所谓知。 天命就是真正知道宇宙的自然规律之运转法则, 而人生的智慧正是从体振宇宙规律而引生出来的应用之道。 因此一经是白羊修士明道的典籍, 启发尽得修。 夜,待人处世时时警惕的指南。 后学在机缘促成忠荣性在信仰无限好, 可惜尽黄昏。 得慕年,精同修谢。 深松老师推介参加一经四传班的研修行列, 深恐跟不上进度,应有了天恩师。 得,四圣暗中不持, 陈老师循循善诱, 痛修的指导,一路修学顺畅坦途。 在学习,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章节摘记如下。 2.细词传递15章第1节。 经文,异之心也,其于中古孤。 作异者,其有幽幻孤。 心得纪要异学的兴起,大约是中古时代吧。 异经的作者,盖构成其学理。 于幽幻之中吧。 此节指明因商末世,异道中为,文王被求于有礼,身经患难。 以明处幽幻之道,进而推究一礼而作细词。 3.第15章第二节。 经文,世故旅,得知基也。 千,得知离也。 富,得知本也。 恒,得知故也。 损,得知修也。 义,得知欲也。 困,得知辨也。 谨,得知辨也。 谨,得知立也。 序,得知智也。 新德纪要此节所启示的,诸如,屡卦是教人礼仪。 他是建立得业之基础。 千卦教人非己尊人,虚心忍受,是德行的把柄。 富卦教人除去物欲,教人从善。 反见本来念慕,是德行的根本。 横卦是教人始终无一,很久不已。 他是德行稳。 固知所由,损卦是教人成分治愈的道理。 未修德的功夫,义卦教人千战改过,时。 德行日益宽大,困卦教人颠沛穷困时乃不乱, 守着正道,辨别德行,锦卦教人德。 则似锦,取之不敬,用之不竭,达到利人利己的道德禁欲, 训卦是教人因事利党。 是德行能够质疑。 四,第十五章第三节。 经文,屡合而至,千尊而光, 富小而便于物,横杂而不厌,损仙难而厚义。 异常欲而不赦,困穷而通, 仅居其所而迁,训称而已。 心得既要富卦只有一个阳谣, 位于五阴之下,卦一包一集而复。 一阳虽。 唯,不为众阴所言, 盖绝于反正,只消一面开悟, 便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 一集。 所谓附见天的知心, 虽只为弱, 已能照见事物, 正如会心一点, 只以辨别是非。 着见真理, 故曰小而便于物。 损卦成分是欲和克己复礼的功夫, 是修身的起。 不,是很艰难的。 所以说先难, 故先已勉强功夫修持, 日久则习惯成自然,便容。 易了。 易卦是描述忧患时, 应知八分,日静无疆。 困卦是血忧患时, 有言不信,但也有不求人知, 只要不更其平身所守, 自能度过难关。 锦卦是描述处忧患时, 其。 得如锦, 虽不求人知, 但别人向我求取食, 却锦口常开, 锦水常住, 养人而不穷。 驯卦是描述处忧患时, 调顺乎忠正之道而行, 才能转为为安, 化忧为乐了。 五, 第十五章第四节, 经文, 旅以合行, 签以智礼, 赋以自知, 恒以义德, 损以远害, 义以心力。 困以寡愿, 谨以贬义, 蓄以行权。 心得既要屡卦是, 教人以立身之地, 且向何的行事。 一切行举若能本乎何。 则所行之仁就不流于姑息, 所行之意也不失薄, 所守之心就不至于有失立场。 则八规与卦干箭之德, 中充内和, 容悦和顺不施中正之道。 谦的真理在于字。 卑尊人, 自后仙人, 如能以谦精神来制定归于, 实践里依旧不会太过或不及。 一, 义和规矩, 只知处处何疑。 附卦是教人回复善性, 一旦能复见天的知心, 已成主。 道, 一物有物, 良知不畏物弊, 善观不被私盟, 品心为民, 无不老彻。 横挂是教。 人永保全德, 始终如一, 贯彻到底。 修道要成功, 不可有二心。 盖意者, 天德。 真常之道, 性命之正, 能法莫依, 从义而终, 唇依其德。 损卦, 损一分人欲, 则。 天一分天理, 身心知己损去, 则得行必日盛, 此正是远离祸害之道。 益卦, 得也。 日静是卫义, 亦吉利己利人, 契入圣真, 是卫无上之力, 菩萨的精神在余部位。 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的灵苦。 此极大力的意义所在。 困卦, 是教人艰苦奋斗。 终, 能够尽得其历练与考验, 不作无意之埋怨。 人就能寡欲, 有时虽以善尽人事。 却仍不得其愿, 是天命之然, 当要乐天而安之, 不怨天, 不由人, 自然能寡。 寡卦, 仅卦, 是教人辨别意理之源, 精神在余对内要求能尽得性之坚定, 于外。 需被尽物之德责, 而尽力的原则, 系以意来作分界限, 一旦能依此而轻轻。 人名, 爱物, 然后成化欲之功。 迅卦, 迅有顺, 让, 非之义, 修得之人需要通全。 达辩, 行全称物, 唯应呼天理, 顺呼人心, 父辈于理, 处处合乎进退之功, 动静。 知道, 内外之理, 则可通行无碍, 圆满究竟。 六, 结论。 此章第二节言九卦未修得之基, 第三节言九卦知才德, 第四章言圣人用九卦, 以修得。 孔圣人在细词传此章节礼中, 一而再, 再而三的陈述一经六十四卦中。 旅, 旅, 父, 恒, 損, 易, 困, 序。 九个的内涵与真理, 应连续三次加重雨。 契, 要所有同修能透过这九个卦来尽修得业, 来领悟性命全员。 故我们遵, 细词。 传, 中词断章节为孔夫子的三成九卦, 意义深厚, 每拜读一次, 即有一次的。 警惕。 宗观上列九卦, 正是道尽了幽幻与修得的原始要中, 此九卦须亦礼录。 魏权六十四卦之点要, 以崇德广业顺性命之道, 以九卦魏德之基, 知饼, 知本, 知故, 知修, 知欲, 知地, 知智之也。 以此修得成就仁德之大业。 勤修正法正菩提。 编辑部。 一、前言。 三天主考愿长大人曰, 菩萨修圣道成正果四众法要, 清净善有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如法修正。 先佛曰, 修道三不离。 不离佛堂不离经典。 不离善知识。 学习态度。 子曰, 宝石终日, 魔所用心, 难以灾。 圆诀经曰, 不重酒席, 不轻初学。 慧能祖诗曰, 欲学无上菩提。 不可轻于初学, 下下人有上上智, 上上人有梅。 抑制, 若轻人, 即有无量如鞭嘴。 听闻法要的目的。 启发内在福提心发心。 让生命再次蜕变开悟。 心灵层次在提升成长。 智慧不断在启发觉醒。 以达究竟灭盘, 圆满自在。 二, 勤修正法正菩提。 勤修, 努力修改, 精进修持。 正法, 不偏不倚, 成就佛道不二的正确法门。 菩提, 觉悟的佛, 就是经过智慧而觉醒, 到达灭盘的彼岸。 就是到达佛的境界, 脱离烦恼, 苦海所做的修持。 是指自信清净无染的佛境, 代表收成的果实。 六祖曰, 前面者静即烦恼, 后面离静即菩提。 又曰, 菩提自信, 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 如欲明月常圆, 必去遮余, 如欲明静常清, 必除污垢, 如欲自信光明, 必修正。 法, 先佛曰, 世人皆昧于触境尘浪之凶罩中, 执着烦恼香, 受风浪吹袭, 淹没真性。 种子, 其气长流不退, 也生困扰, 而不得自在过活。 子曰,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及其壮眼, 血气方刚, 戒之。 再斗, 及其老眼, 血气济衰, 戒之在得。 师尊曰, 苦的根源, 就是对世间贪欲不舍, 若能无畏自然, 就会得到身心的。 自在。 先佛说, 修道不能成佛, 有六种病因。 于痴放易懈怠, 不幸昏沉染者。 要如何治疗解决, 破除平息呢? 必须勤修六种正法, 破除病因, 使能成就一位觉者佛。 三, 六种病因。 勤修智慧已破除愚痴。 佛曰, 人遭六大烦恼, 性必迷昧, 故臣愚痴, 见相不见领, 勇在六道中打滚轮。 悔, 所行之事, 亦受风尘疾, 难入智慧之门, 故衍生汗世。 智慧之人洞悉真伟, 众胜清白。 转行为行真转言语语识, 转观念念缘。 智慧之人留得清白在人间, 欲色不迷贱财不贪。 闻善必行有过必改。 智慧之人认知四共佳行。 生命无常人生难得。 因果是真轮回是苦。 一生追求什么? 决定你的智慧。 先佛慈悲。 贵莫贵于位, 圣贤见莫见于不知凶。 贫莫贫于位, 闻道负莫负于序道德。 情学正见以破除放逸。 放逸者, 指心放纵不拘, 如野马奔放一生一世, 图利律, 权势知识, 不守方寸。 知德, 纵身于酒色, 而任苦为乐, 沉迷虚患之中, 不得自拔。 正见者, 正确的见解, 思想, 信仰, 看法。 师尊曰, 真正的信仰, 是要能让你明白生死大事。 高雄大贝福师傅千岁曰, 短暂红尘及四丰平见富贵一般同, 得师顺逆非真相请客无常转眼空, 学无止境。 俗语, 人生七十才开始。 学习圣者及孔夫子的人生经验。 养生, 长寿也, 养生也。 规律的生活愉快的心情。 勤劳的习惯。 养心, 修心也, 精神修养也。 虔语。 虔语的信仰, 倘弹的胸襟。 坚毅的意志永恒的热忱。 情形精净已破除懈怠。 精进者 专心坚持不退转 持至已坚 懈怠者 心放松 欲静退缩 幻想自持 无心于道 学而不久 静者锐 退者 素 蓝彩和大仙曰 君子有三习 此生不修道可习 故习生 此日须度过可习 故习日 此生不爱不可习 故习生 佛以教经约 如等比丘 若情精进 譬如小水长流 则能穿拭 若行者之心 数数懈怠 譬如钻木未热而习 虽欲的火 火难可得 圣人曰 凡圣同源 为学乃至 辟有凉木在其 必甲除离 每欲藏谱 必须 偷凿 非偷无以或稀释之真 非除离无以收银车之谷 故曰 人换学之福经 不换道之福明 既学经而明孤道 和佛组织不可乘 少不学道 有木而盲 壮不学道 夜时分梗 老不学道 只死无能 富与贵而不学道 堕现火坑 平与贱而不学道 牛马纵横 情力正性已破不信 正性者 正确而合乎真理的理念 是无杂质的虔诚信量 是修道的宗旨 行道的力量 不信者 心直猜疑 不信因果 不信真理 别有用心 猜疑之念 充塞自心处 处不得正念 不得信解弊地于流转炫窩 难以拔起 先佛慈悲 要成佛必具足四项条件 坚定的信念 冷静的头脑 沉着的态度 勇敢的作为 国父孙中山先生曰 无心信其可行 则宜山填海之难 终有可乘之日 无心信其不可行 则凡掌折之之意 亦无成功之旗 世尊纪约 性能度渊设未传师 经尽处苦惠道彼岸 又约 应有信心 故则不道诸恶 一切诸功德以性未实力 勤悟正念已破除昏尘 正念者 善念也 无邪的心念动机 不着相 无杂丝 清静皆空 昏者 心念昏暗不振 唯女之心无法振作 终日生活无目标的环境中 心无 光明 不得安静纷扰长生 心身纷乱性起迷雾 迷糊糊过一生 将自己身所在 迷雾古中 不得其门而入 师尊约 农夫欲播种之前 必先将杂草铲除 修道欲教化之先 必先将心念 清静 古得于 隐为的心念 不易察觉 累世的业障 不易斩断 其始胜为其中 至于不可救 常生善念的光明 亦灯能照千年按一致能除万年余 善的存心与正念 可以化昏成 以显自性光明 古得于 心疑乱 典型皆乱 心疑错 典型皆错 心疑怕 典型皆怕 古得于 念正天堂路 念邪定律门 万法皆由心生 万事由心灭 愿长大人曰 一念忏悔佛心极生 一念感恩魔到极远 心念不正扰性的 心常正念 诚心指律 常观照 常明常定 内外圆容 把持正念破昏成 情念正定已破染者 正定者 知止也 禅定也 正念也 专注也 格物也 静心守信也 禅也 心 至坚定不为外物动摇也 染住者 心注也 散乱也 污染也 直而不化 六祖曰 外离乡未禅 内不乱未定 外弱者乡 内心极乱 外弱离乡 心极不乱 本性自静自定 只为见静思静极乱 若见诸静心不乱者 是真定也 黄禅诗曰 众生者相外求 遍佛见佛 终不能得 不知习念忘成 佛自现前 者相修行 皆忘道与道乖 是以万念禁忌 应我所住 天理自然流行 散乱之音 以耳目倒心 以欲绕心 以视凡心 以静身心 以情动心 随面而 发则乱也 生散乱则不能齐装中正 心散乱则幻想多端 性散乱则不能生发大人 大勇 大智 成就大事 佛经约 心取罗汉 心取天 心取畜生 从 以 鸟兽 心取地律 心取恶 贵 贵 做行报者 皆心所为 镇定来自日损的自知 镇定来自无面的认知 四 结论 观世音菩萨曰 胸怀大智力千秋正见无邪向道修 动彻尘埃如幻以情修正法断凡忧 四十二章经约 人有罪过而不自毁 顿习其心 罪来复生 如水归海 见成生广 若人有过 自解之非 改恶行善 罪自消灭 如病的汉 见有全育儿 在修道中如何提升自我 杨圣贤 一 前言 故事 辟育经里有一个故事说 世尊在世时 有一个妇人生了二个儿子 一个善于 游泳 一个不会游泳 有一天 不会游泳的儿子掉到水里淹死 妇人并没有哭把丧事办好 后来这个会游泳的儿子也不幸在水中被淹死 妇人闻讯放声大哭 邻居觉得 奇怪 就问他 你的第一个儿子死的时候 你一滴眼泪都没流 第二个儿子死了 却哭得这么伤心 这是为什么 妇人说 先死的儿子因为不会游泳 掉下水淹死 只能怪自己不会游泳 但是 后来死的儿子 后来死的儿子 后来死的这个儿子 后来死的这个儿子 他懂得游泳却也淹死 这不是很冤枉吗 这个故事告诉咱们 一个人如果没有求道 没修道 沉沦苦海 受六道轮回 这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是如果有求道 却不知要修道 又因为没坚持到底 半途而非 受六道轮回之苦 这是很冤枉 也很可惜的 所以旅足云 万劫千 生得此生 须知前世种来因 此生不向今生度 更呆何时度此生 就像这个会游泳的孩子 最后却被淹死 为什么 是不是游泳技术不够好 才会淹死 我们求道之后 如果跟没求道一样 保持现状是不对的 嗨 对不起天恩祖的 引保诗及点传诗 点传诗在点道词语 愿不能了 难法相反要行公了愿 要救度有缘兄弟姐妹 必须学道 修道提升自我 要如何提升自我 二 如何提升自我 肯定自我对道要有信心 肯定自我是佛 世尊于 大地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性 人人皆可成佛 人人想成佛 但是 我们有真修吗 每个人都能当博士 请问 咱们有认真读书吗 每个人都想当比尔盖兹比尔 咱们有他的知识吗 有一个凡人问佛 我与您离多远 佛说 我就在你的里面 只要你将善种子种下去 你修成正果 就是佛 一粒种子 种下去 到开花结果 需要栽培灌水 除草 施肥 施药 最后 才有果实 修到义父如此 经过求道 学道 办道 行道去其本无 回复本有而乐道 成道 谭经约 菩提般若知智 世人本自有之 只愿心仪不能自悟 虚假大善致实 世道见性 当知于人之人 佛性本无差别世间 人因于痴 无明 明知世间是义 各假境 深处假境中 却不知借假修真 自愿为其所保 事业 名利 亲情 让字 己坠入生死轮回的苦海中 而不自知 无差别 只愿迷雾不同 所以有余有志 故六祖肯定 觉悟的自信 人皆有之 只因心有所迷昧 所以有劳大迷失 诸佛菩萨 圣者 诸仙真 来开启提醒 关于世人心仪故事 在童子家语中有义 段记载 鲁埃公有一天 对孔子说 我最近听到一则故事 非常好笑 有一个人搬家 竟然把他的太太忘记带走了 这样的无途虫 你听说过吗 先生用机车载太太 但太太未上车 先生骑走 孔子正色对曰 这还不算是无途的 更可悲的是迷失了自己呢 例如无道的 夏节 为了宠鸡内喜 酒持肉铃 饮酒作乐 竟然忘了圣王的法规 终费康 王革命而亡国 又有一则迷失自我的故事 能人四海会和尚 在庙中不守清规 除了吃肉喝酒以外 还利用灵魂药 又兼良家妇女 会申远拨 惊人告发 由官厅补送法办审查属实 发配贵州蛮荒 支地充军 由县衙派解插里万压界前往 海会和尚在地方上有他的潜在的势力 很 多亲友 僧俗两件 有百余人前来送行 纷纷送盘缠鱼两 顺着水路西上 经过武汉 到岳阳 然后穿过洞庭湖 宿资水到宝庆 过宝 庆夕走市湘西山路 满帐雨 虎狼窥寺 此后行程 非常艰难 这天来到 湘西一个小镇全天山路攀登 非常疲劳 海会不愧是个花和尚 入殿以后 掩屋 叫药水洗脚 要酒下饭 在吃饭时 大碗的酒 大块的肉把鸭叉 鱼罐罐的烂醉鱼 你 海会和尚从鸭叉身上掏出钥匙 开开自己枷锁 反套在鸭叉井上 然后拿出 剃头刀 把鸭罐的头发制光 席卷银两从容逃走 隔天压叉鱼罐醒来 滔滔身上公文 任务未了 扶扶井上枷锁 王法人在 摸摸顶上光头 和尚依旧 一时摸不清头脑 奇怪的大叫道 我自己呢 迷失自我而未知醒 欲寻回自我 不可远求他命 密意不可得 现在的人 只是心仪不能自悟 所以上天慈悲 在三期末节年把天命交给大明师士导见 信 因为咱迷了太深 以咱自信来说 与人至人本无差别 只在一物不同而已 先佛于 迷者千万里 绝者迷不超 过去的老前辈们 一求道之后 勇猛精进 有的求道四 五十年到现在还是 是 教不出来佛堂 所以佛与众生的差别就在这里 人家成功不是没有原因 一分修 持一分收获 观照自我 六 六祖于 学道常于自信观及与诸佛同一类 我们真正观的 是谁在观呢 四 信 由自信来观照 透视一切诸因缘均为空 一切外境均能明白在心头 人生苦 短不会为有形香的物质环境 去拼命追求 老师云 万般带不去 唯有夜随生 难怪《红楼梦》里面的好了歌感慨的说 人人都到神仙好 唯有金钱忘不了 生前苦恨惧不多 得道多时也毙了 人人都到神仙好 唯有公民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种一秋白末了 人人都到神仙好 唯有娇妻忘不了 居生日日说恩情 居此又随人去了 人人都到神仙好 唯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 孝顺儿孙谁见了 要知道心不是用眼睛去看 而是要做如是观透过我们的智慧去往内观 观我们的心 正不正 杂草多不多 有否被外在成员物欲蒙蔽自己的心 依 个人如果迷失在追求外在的环境与欲望时 现实环境就会逼你盲目去做 那么你 仅存的一点道心 道最后全变成凡心 用凡心怎么修道呢 迷一间别墅 一台名称 迷一个人 得不到会盲目做出不可思议的事 迷妹之人 有兄弟姐妹要度她来求道 她说 天堂你们去 我去地狱 有的人 还以用地藏网谷佛云 无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可见迷妹的程度有多深啊 会远禅师于 深深之未深 知深深已老 深愿知深迟 知愿深深早 深之不 相逢 人生即度老 深之若相逢即可成佛道 各位 凡今日在座前前都有深至相逢 有健康身体会来佛堂听道理 会修道 会行功利得会度化兄弟姐妹 有智慧即可成佛道成在世佛菩萨 师尊于 世间修道人很奇怪 明知世间是一个虚花假净 身处在假净中 不 知借假修真 还是甘愿被假净所保 如 事业 名利 亲自让自己跟凡人一样 递入生死 轮回的苦海中 而不自知 所以修道要随时观照自我 随时把心拉正 拉稳 这样才能做自己心的 主人 记得有一次阿修罗魔王召集魔兵魔将开会 主题如何让修行者坠入魔道来 魔甲献祭 说魔王啊 咱散不谣言说 三界已无魔道存在 修行可以尽情强乐 互相斗争 损人力 即也不必担心 即也不必担心 就会递入到魔道来 魔王云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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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谎言只能骗初学者 修行者 不会轻易相信 魔已在献祭说 魔王啊 不然就说 人死犹如灯变 根本没有天堂地狱的存在 魔王云 不行 不行 那只能骗那些不虔诚的修行者 对诚心修行的人仍然没用 魔柄露出阴险的笑容 说 魔王啊 大王只要到人间去散播 没关系还有明天的坏思想 如此精进的修行者 便会因此而懈怨 荒废到种的培植 欣 也会开始懈怨 反正明天还有机会 习性 愿没了 反正还有明天 生死大事虽重要 反正还有明天 明日复明日 还是有明日 周前人余 不知道还有几本阅历可用 曾子曰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呼 传不习呼 观照醒茶是一种修行功夫 大部分的人无法在错误中省思 把不对的归于外在的因素即怪罪于他 人 如 走路被石头绊倒 要怪石头不走开 还是要怪自己走路不小心 如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但还是有人喝酒开车 往电柱撞上去 下车 说 是谁把电柱放在墓中 害我撞到 死要面子 不承认自己的错 曾子曰 他每天对他自己请查三件事 自我检讨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为人做事 跪在人中 为之有尽中乎 公司 工厂 做事有中乎 对道有尽 中乎 有把道放在心中吗 有推行道悟乎 在道中 做事跪在尘 为之有尽尘乎 中与成同 成则不自欺 为人谋以终则不欺人 与朋友交而不信孤 我们与朋友交而有信用孤 人言何谓之信 人无信不利 故事 狼来了 狼来了 故事 七爷 八爷 谢必安 饭无酒 两人相约在桥下见面 因下大雨洪水淹桥 言 愿抱桥而死 焉能失信而归 一言说出四马难追 守信而成神 尤其在修道过程更不可失信于人 传不习乎 带领明师 把道传给了我们 是否有研究吗 有温习 礼节道义有学习吗 为正篇子曰 温顾而知心可以为师语 温顾 温习研究 而达创新 如后学 学很多功夫 但是回来很久没复习 现在把师父教的功夫还给师父了 前辈者 点传师 所教的若无复习 俗语说 三日无 就爬上树 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个人吃饭个人宝 有状元学生 无状元先生个人修行个人得 孔子有感受到 一般人都欢于呆己 言于律人 子曰 以以乎 无未见能见其过 而内自诵者也 以以乎 游言罢了 探词 无未曾见能自见其过之人 而能自责内心之旧也 故不见己过者 宽松一字 恕而 若能责己如责人 必自知己过 而悔改之 犯过必先已 此曰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故事 一个假对语说 隔壁新翻来的错边真可恶 昨晚三分半明 跑来我家 按门铃 你说 确实可恶 你没有马上报警吗 假说 没有 我当作他是疯子 继续吹我的小喇叭 各位听听看 这是谁的错 在修道中一点都不能马虎 自己可以吃亏 不可占人便宜 别人都用佛指在 测量我们 用高标准在要求我们 但是要感谢他们 是在造就我们 提升我们 改变自我 我们虽然有佛性 但是现在还是众生 要如何从众生修成正果呢 从生活改 变自己 从凡夫修成君子 只要依你实修 就一定会改变 气质也会不一样 在道中有很多前贤大德 未求道 未修道之前 气质频繁 自求道以后 时 常接受真理教育 前辈教导 道清感化 慢慢改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 道貌不凡 孔子问李于老子 老子把道传给他了 得道之后 临走之前 老子嘱咐他几 句话 道你得道了 我告诉你 你要修道 要行道 就不能意气用事 你要改变字 几 要以另外一个人的态度去修道才可以 那要怎样修 老子曰 两甲身藏若虚 虚子甚得荣貌 若于 去子之交气与多欲 态色与淫智 世皆无益于子之身 无所以告子者 若是而已 两甲身藏若虚 会做生意的人 资金 货物都深藏不入 真正有钱的人 不会拿一叠钱起来面前算 拿一张白金卡 就很好用 一般来说 须有表面人 有十万做一百万 有一百万想要做一千万的生意 是 叫做海派作风 东西都摆在门前 眩漏有很多货 把门面装潢的特别漂亮 外面美丽内面空 空的 这是不对的 真正良甲 大生意人生藏若虚 好像没什么 真正修道君子 他是虚怀若骨 当作修道是自己本分是 没什么 如道米 越入米 越低头 头向上 无入米 君子 胜德容貌若骨 我已把道传给你了 你要培养德行 成为一位有道的君子 你的外表荣貌 要若骨 大致若骨 不要把你的精灵能干表露出来 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 不要以为自己世事能渐渐通 圣哲云 自以为了不起的人 得薄 度义人来求道 常炫耀 自以为不如人 得厚 真正有内涵有内德的人 不敢花药自己 有实力 有修养的人 就懂得千功离绕 才是胜德君子 一斤云 千兽亦 满招损 如果常炫耀自己 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譬如 常拿一叠钱 在人面前算 总有一天 会遇到歹徒 不适了钱 可能生 命不保 向后学姐夫 家里和新娘懂 去子之交气已多欲 这个字就是指孔子 你有一些交气 骄傲 孔子在山东 有很多地子跟随他 他是为人师表 免不了有些交气 你要把你的交气 傲气去掉 修道是生内事 还我们本来面目而已 行道是分内事 尽我们的本分而已 有什么值得骄傲 宣元皇帝去拜广乘子时 广乘子曰 佛法平等无高下 骄傲逞强莫尽来 道在低处 要依心下气 多欲 老子是说孔子想的太多 想的虽然都是好的事情 有希望的事情 有希望的事情 想太多久 是欲望多也不好 清静金鱼 常能遣其欲 而心自尽 泰瑟与明智 孔子生于山东 受周朝文化传统虚陶 所以一定很严肃 不计言笑 但老子 知道这样 故 告诫他 泰瑟要去掉 不要装样子 把装颜放远谱里面 不要露出 来 寅智 是志向不正 孔子当然是不会有的 这是随着讲一下 不正的志向叫做寅智 或教邪的志向 是皆无益于子之声 无所以告子者 若是而已 这些娇气 态色 多欲 赢 智 在无修道以前是无所谓 因为你既然问礼于我 我把道传给你了 这几样东西都 对你没好处 相反的会使你修复成道 你要把它去掉 老子是法利害关系告诫孔子 也是告诫咱修道的兄弟姐妹 求道以后 要改 脾气毛病 要改变自我 老子于 焦气要改 态色要有圆滑 多欲减少改灵营制 志向要正确 自我检讨 互相鼓励 若有儿未能改变 如有病吃药没潮复 未未能承受 并无根除 道理是要让我们心开误解 用心体会 听道理才有感觉 要抓住你的感觉 有感才有觉 有觉才会悟 真理才会生出来 感觉要用心 故事 有个徒弟要来修行 师父都叫他扫地 打扫多日 终于忍不住 跑去问师父 为什么你不教我一些真理 让我有感觉 让我开悟 师父拿起扫把 敲徒弟的头顶 徒弟吓一跳 摸着头 可问师父 你为何敲我头 可 师父笑笑的说 你不是要有感觉吗 现在你一定有感觉 好 告诉我 你领悟到什么 徒弟很有智慧 马上双手缩衣 像师父敬礼说 师父弟子懂了 原来感觉 不能向别人要的 是自己去领会的 在修学道过程中 觉得早造业少 觉得慢造业多 觉得早就不会吃那么多生灵 佛曰 不怕念起 只怕绝食 在为求道以前的我 以及来求道 进入学道修道 咱有改变否 如无改变那我 们互相鼓励把不好的改成好的 突破自我 为什么要突破呢 因为在修道过程会有瓶颈 所以要突破 心灵的障碍 孟子云 学道如他 求其放心而已 解说 也就是说 放下咱的俗世 执着 烦恼 挂碍 想想诸位来到佛堂 有没有把烦恼 挂碍 放下呢 俗世一大堆 能误入道理吗 能显出清净的道心 吗 自己内心最明了 尤其是心中的六贼的仙禅 所以我们的道心不能清净 被污染了 污染的土地 种不出优良的果实 烦恼的心地 佛种无法根深蒂固 有的烦恼 经济 无头路 而予成长 胖也烦恼 兽也烦恼 佛种种下去不能发芽 不去成长 六祖余 善知识 一行三倍者 于一切处行著作或常行一执心事也 静明经 又称为摩洁经 执心事道场 执心事清净佛徒 佛派光颜童子去给为摩洁居士探定 而不改去原因 故事 有一次童子结束城内道场大法会 在城门外口预见为摩洁居士 刚从 外面欲入城 童子问长者从何处来 长者答曰 无从道场来 童子大祸不减 因为童子认 为道场 只有城中才有 城外怎会有呢 长者便开示语 执心是道场 执心是净土的道理 道场是我所不在 执心当下即是 简单之 此生即是佛堂 因为里面住各自信佛 一行三昧是修到极高境界的功夫 一行便是修到一切处 无不合真如 三昧是达到精妙处的 正定会境界 六祖云 一行三昧者 于一切处行著作握长行 一直心誓言 不只是偶尾发一直心 来佛堂就发一直心 出佛堂就没有发一直心 是要在 一切处 长行 一直心 如果真正修持到这等境界 又何必担心道业不成就呢 故事 有位老太婆 七十岁 看开事情 经常想要修行 可是不知如何修 有一天看到一位修行者 慈眉善眼 安详地经过他家门口 老太太真诚恳地打招 呼 请师父入内奉茶 很慎重地请教修行之道 这位修行人也详细回答 如何修 迟 从此以后老太太行迟甚度 过五年 行者路过 来探望他 老太太说 除了睡眠以外 已经可以一心不乱了 又经过五年 行者再来时 老太太告诉他 自己日夜都能置心一处清明在宫了 又过数年 行者再来时 老太太告诉他 不久我将远行 要去的地方我也清楚 故事中这位老太太 在短短十多年就有所成就 就是靠前心 恒心 毅力 一行三倍是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直心 这才是真功夫 一旦心形执着 一味 讨好眼 耳 鼻 蛇之欲 深意贪念 绝非直心 人不能成佛之音 妄想与执着 俗语云 而身千里行 母心万里足 这是天下父母心 父心放不下执着 不放心 修不了道 有些道清叫他出来入班 她说 不行 我说为什么 她说孩子今天要补习 文 还要载他去补习数学 整个星期都是放不下儿子 都叫不出来学道 有一位金碧蜂禅师 禅定功夫已达到至高境界 唯独对他专用的预波 爱步 试首 每次要入定之前 一定要先把预波收好 然后才安心进入禅定境界 有一天 颜罗王知道金碧蜂阳寿终了 便差几个小鬼要来捉拿金碧蜂禅师 金碧蜂禅之时到 就进入圣身禅定的境界 几个小鬼左等右等 一天等过亿 天 都捉不到 没办法向颜网交差 就去请教土地公 请他帮忙 想个计谋 使 金碧蜂禅师出定 土地公想想说 这个金碧蜂 最喜欢他的预波 假使你们能够 想办法拿出他的预波 使他心里挂念 就会出定了 小鬼一听 就赶紧找到金碧蜂的预波 拼命地摇动他 金碧蜂一听到他的预波被摇得横横叫心一急 赶紧出来抢救 小鬼见他出来 了 拍手笑道 好了 现在请你跟我们去见阎王吧 金碧蜂禅师刹那间大彻大路 了解一时的贪念 执着 差一点点毁了我千古会命 立刻把预波打碎 再次入 定 并留下一首千古迷迹 若人欲拿金碧蜂 除非铁链锁虚空 虚空若能锁得住 再来拿我金碧蜂 当下进入了摩蜂禅界 故事中金碧蜂禅师 偏爱 贪念 执着 差一点就未能达到无助涅盘境界 鞭策自我 就是不放弃自己 才要鞭策自己 如果要放弃自己 就不用鞭策自我了 今天是礼拜天 去交流 烤肉 去爬山 看电影是好日子 大家都不去 来 佛堂 道学交流 来看看佛祖 也是来鞭策自我 不放弃任何修道的机会 五祖叫众徒弟去做一祭语 给五祖看 若物大义 妇如依法位 第六代祖 本文 门徒有人语 我等众人 不须诚心用义作祭 将成和尚有何所义 神秀上座 作祭就好 我们以后跟随他修就好 我们以后跟随他修就好 妈 这些徒弟都放弃自己 不用鞭策自我 五祖云 不识本心 学法无益 虽然这些徒弟朝夕与一代名师相处 亦不得要止 由此可见 要求得无上圣 身为妙法 要由明师亲授 而后自己去实践 体证才能有所得 所以修道义有当仁不让的精神与勇气有机会不可措施 所谓无助涅槃 也就是在成 不染成 自信中亦无所有 清净无畏 圆满觉性 在修行过程 最难修的是六贼 眼耳鼻舌生意 贪念 执着 偏爱 这事办 角石 金碧封被二位小鬼的笑声 刹那间顿悟 立刻把玉波打破 再也无挂碍 当 下灭盘 所以要突破自我执着 偏爱及六贼的贪欲 一切要看淡 看空 在修道义得 唯有实时观照自身 请查几过才能逆境转位顺境 人心转位道 心 无名转位慈悲 执着转无畏 奠定修半道方针 燃烧自我 把自己推出去 把光与热散发出来 到花莲半道 到青的道琴 热情招待 把光与热 传给我们 能燃热自己 才能照亮别人 把自己的光与热 使人感受到 道的宝贵 把道的福音传遍各角落 尽己之力 不令退转 过去的先佛 圣人 那些老前人们 那为不是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而成道的呢 张老前人 丘老前人 圣老前人 和老前人 前人 父前人 点传师 诸位 很多前辈者一生的牺牲奉献 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安稳地得到 学到 行到 中道 教会三等人 上世闻道 行之行之 中世闻道 若存若亡 下世闻道 大孝之 父孝父祖以为道 要如何 要如何开拓道路 如何与人结善缘 如何度化众生 如何行功利得 乐愿 修道是要实时反省自己提点自我 以其在修半道中自立立人 博师济明 从以上后学所提个点 量必可自我 自我提升修半道之层次 与此与大家共勉之 三 结论 师尊于 红尘非互相 是尽多虚幻 而自天上来 莫忘缘来路 盼大家尽心尽力 度尽有缘人 同登彼岸法相念 要有处遍不经的定力 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 要有文武兼修的能力 要有充至远见的绘力 道学用语 词汇 例一章 八十送绿书明 是根本的绿藏 在如来夜后结集三藏的时候 幽波灵尊者在 一下九十之中 八十番送出 故名之 八大八大地狱 八大地狱 八个大地狱 地狱大约的分别有三大类 即根本地狱 禁边地狱 孤独地狱 在根本地狱中 又分为纵横两大类 纵的有八大地狱 又称为八热地狱 恒的也有八大地狱 又称为八寒地狱 八大心苦 即八苦 见八苦条 八大灵王八大金刚的别称 大庙金刚经说 八大菩萨现身 做八大灵王 即金刚 首菩萨现身 做将三世 妙极祥菩萨现身 做两臂六头六足之大威 得金刚明王 虚空 葬菩萨现身 做大校金刚明王 此世菩萨现身 做大轮金刚明王 观自在菩萨现身 做 马头金刚明王 得藏菩萨现身 做无能圣明王 除盖藏菩萨现身 做不动尊金刚明王 普贤菩萨现身 做不止金刚明王 八大夜叉 宝贤夜叉 满贤夜叉 散之夜叉 众德夜叉 应验夜叉 太满夜叉 无比夜叉 密言夜叉 八大耐落八大地狱 耐落是泛语 华译未地狱 八大金刚八大金刚明王的简称 又名八大明王 见八大明王条 八大自在我 具有八大自在的真我 即能是一生未多生 是一成生满大千戒 大身轻与远道 现无量类 常居易土 诸根护用 得一切法余无法相 说一记一经 无量劫 身便诸处犹如虚空 八大菩萨 般若领去经说的八大菩萨 是金刚手菩萨 观自在菩萨 虚空藏菩 萨 金刚全菩萨 文书施力菩萨 才发心转法门菩萨 虚空酷菩萨 催一切魔菩 萨 七佛 八菩萨 所说神咒经的八大菩萨 是文书 虚空藏 观世音 旧托 跋佗 和 大世智 兼勇 是魔男 八大菩萨 法 指八大菩萨 曼图罗经的修法 八大龙王 南陀龙王 拔南陀龙王 梭加罗龙王 何修吉龙王 德叉加龙王 阿纳伯达多龙王 摩纳斯龙王 幽罗龙王 八大观音 真言宗所立 据大本如意经之说 一元满一月 明王菩萨 二百一字 再 三季罗沙语 四四念观音 五马头罗沙 六皮之 七大世智 八陀罗观音 也 八部见八部中道条 八部见八种 比兵不可积蓄的 固境物 集精 银 奴婢 牛羊 仓库 贩毒 耕种 八部中观 八部中道的观法 八部中道又以八部正观 或八部中观 集不生不灭 不断不长 不依不义 不去不来 中道是中道是中正不偏的 道理的意思 八部正见八种 不正确的见解 即我见 众生见 寿命见 世夫见 长见 短 见 有见 无见 八部正观见 八部中道条 八部可阅 八境界的别名 八部显实在不生不灭 不去不来 不依不依不断 不长的八部中 显示出诸法实乡 的立体 八水 印度之八大河野 一名 横河 二名 岩魔 罗 三名 萨 罗 四名 阿伊 罗 八体 五名 罗 河 六名 星头 七名 伯插 八名 西陀 八中州已区于山会中心的四大州 各有二中州附属之 南善富州的二中州市 遮莫罗州 华裔猫牛 与法罗遮莫罗州 华裔圣猫牛 东圣申州的二中州市皮 赫州 华裔申 与皮皮赫州 华裔圣申 西牛过州的二中州市舍地州 华裔产 与温达罗曼达里拿州 华裔上移 匪距卢州的二中州市举拉伯州 华裔圣鞭 与交拉伯州 华裔有圣鞭 八正道 又零八圣道 及八条圣者的道法 一 正见 及正确的知见 二 正 思维 及正确的思考 三 正语 及正当的言语 四 正业 及正当的行为 五 正命 及正当的职业 六 正精进 及正当的努力 七 正面 及正确的观念 八 正定 及正确的禅定 修此八正道 可正的阿罗汉果 八位胎藏婴儿在母胎中的八个时期 一 受胎后七日间 叫做杰罗兰 华裔 魏明华 二 受胎十四日后 形状如窗 叫做俄布坛 华裔位 三 受胎后 二十一日 其状如巨血 叫做毕师 华裔位巨血或肉 四 受胎后二十八日 渐渐坚固 有生意二根 但还没有眼耳鼻舌之四根 叫做剑南 华裔位明后 五 受胎后三十五日 肉团渐渐增长 四肢与身份之相貌 也开始显现 叫做罗生 七 六 受胎后四十二日 毛发藻尺 逐渐生长 叫做毛发藻尺位 七 受胎后四 十九日 眼耳鼻舌等四根 已经具备 叫做根位 八 受胎后五十六日 在胎场中 行相完备 叫做行位 八 五 二位 the very quintessence of the 5,000 years of chain. Essay History I Kuang Tao is preached for the objectives as follows. Worship the heaven and earth, salute to the God, be patriotic to the cult, antiary and devoted to beauties, be appropriately behaved and courteous, stery. Spec parents in filial piety as well as teachers, trust friends and end. Eight Wores Rectify our sins toward righteousness,honour 5 ethics and Eight Morals Elucidate sagacious doctrines,faithfully observe Gideon. Engine Rules Clarify our mind and purify ourselves out of worry,restore. To our very nature,enlighten our intuitive ability and conscience,re. Go let ourselves and others alike,enlighten ourselves and well-being. for the entire world. Copied from my Kuang Tao's Association. 道之宗旨 Cin天地理神明, 愛國忠世敦品崇禮, 孝父母仲师尊, 信朋友何相邻, 改惡相善奖民五輪八德, 產發五教聖人之傲職, 克尊四為剛常之古禮, 洗心敵律戒甲修真, 恢復本性之自然, 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 己利利人己達達人, 萬世借為清平, 萬世借為清平, 化人欣慰良善, 即世借為大同, 義和聖堂活動概況, 編輯部, 一,活動預告, 月日年大專高專成長營, 二天二夜, 月日讀經老師在教育, 月日國語齊會般, 半天, 月日年暑假國中國小成長營, 二天二夜, 月日清口般, 二,活動概況, 月日以故城前仁受風位一手大仙, 下凡與本聖堂道清結園, 是日舉辦仙佛, 班聆聽聖緒, 成前仁以至行至信意能守, 願效聖賢來晚大洪流大車大物大羅儺先領命奉此詩, 突辦末後, 一首詩開示其八聖緒, 其聖緒於下其堪出, 月日举办母亲节特别节目 除颁奖给优良母亲外 另有余性节目如国乐演奏 古乐表演 小朋友及昆道之引导等表演 一共到亲欣赏参阅图一三 月日举办国语齐会班半天 编后语 编辑部 泰国恐梦中道院天人和医仙佛 班开了五天的法会 最后一天师尊开示 生死一梦 真假一同 仍我一并及礼路一穷 皆要有信愿作为基础 因为众生无内了 六万多年轮回不止 师尊特别开示 实质三草弗度 得道徒而可依据点传师的那 一支点去启蒙 随时可回复本来念悟 修极度重并把握信愿一生中的回归礼路返 相念 和图之礼 气 树 向导共其二气五行生化 由此生五脏六腑 周生五节 配全年天八万四千毫毛孔窍 道出人类之构造 其五位乡的使道 佛 如家乡 既悟出其教中精粹 此外欲导出五行相生相克之礼 和图生成之术与三教修行之 观其密切 若书是由何图衍生其生成之术与五行五方五德 对三教之修行精神息息 相关 其有了精神 才有情 由情入性 由一路误导致明心见性 使能成仙成佛 不但如此 又从五脏六腑等可导出人体小宇宙 把人体的运作详述无疑 成前人常开示的多行功多乐愿 对道清来说是最容易身体力行的 可是 因为最容易做也最容易被忽略的 凡我道清晰能遵照力行 必有成就以为他老人 加在天之灵 日本一贯到总会成立大会 美国一贯到总会成理事场 及日本总会烟口理事场 祝贺日本总会成立 希望日本到清 团结 同心 知恩报恩物望皇红恩 凡五九六原子 皆能携手共同进化人心 促进世界 大同 修道士要常时观己心 时戒己欲 时忏悔己罪 时计赋之行动 使能立人天 广众福田 功果圆满返回娱乐家园 愚痴 放逸 懈怠 不幸 昏尘 染者是六种修道人不能乐道成道的病医 修道人若能不离佛堂 经典 极善知识 并且常清静善友 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 如法修正 则成道无疑 在修道中如何提升自我一篇中 所提自我肯定 观照 改变 突破 边策集 燃烧自我的 也是修半道之良好过程 我们道倾若能有恒的身体力行 有朝一日 必能乐道成道百香念 祝印大德方明 一 现今部分 诗景选二五本 谢一本二五本 谢一元二五本 正梅之一五本 廖世豪一本 福慧仁氏五本 福慧仁氏五本 林景中一五本 福慧仁氏三本 福慧仁氏二五本 李嘉修五本 李嘉宇五本 蔡穹燕二五本 王瑞玲二五本 王柏阳二五本 二化多属经部分 阳德香二五本 王大溫 王大溫 十二 义和双月刊第十二期目录年月 义和圣堂介绍 义楼佛堂知摆蛇故达 经典背诵专栏 选考科目大学正式续编辑部 先佛圣训 成前人结缘训编辑部 成前人的话 众人识和尚和尚不识人乐物 理事长家言 顺尽心怀感恩意尽欢喜 接受王坤德 历代祖师介绍 第十代祖师已引王府 道学研究 易经研究陈永弘 一条解脱的路王志尼 领导者的行持编辑部 修道适应有的认识理一章 道学用语词汇理一章 先佛圣歌 感恩成报一编辑部 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 编后语编辑部 注印大德方明路编辑部 义和圣堂介绍 不达一楼佛堂之百舍 机缘成熟置身于佛堂中 清明的灵觉中浮现出圣人的一段新法 主与大学 物有本末是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尽道理 即求道的当下明师的点道词 是真明路了解还故乡 你已经的意志飘飘在天堂 等等字眼再再都称 拖着佛堂所有文物之百舍 如灯敬茶日月灯香炉 檀香檀香末上桌 下桌献火拜便 都有他们不可紊乱的 为至极无忧取代的意义内涵 物格而后 知智 借物而言道 真的是郁郁黄花 无非般若 轻轻翠逐尽是法身 真是无极老明明上帝 明明上帝无量 清虚至尊至圣 三界十方万灵真宰 主宰天地万物一切之主宰 灯之火 上帝圣灵真火 表示道迈天命之心火香 传 求道时 明师以真火点开 无声之真明路 净茶无极生太极 太极已是阴阳 清阳天 现于明明上帝 浊阴的 现于诸天先佛 一阴一阳之味道 敬天地理神明 献上最至诚的心意味 对天地 得理敬与感恩 日月灯 日月灯 又称两仪灯 五极生太极太极生 两仪有天地 就有日月 日是阳中 知阳 月是阴中之阴 日月和其名代表 宇宙万有之生 机一经 亦阴亦阳之味道 阴阳二里存于宇宙间 灯 日月灯 合称三界明灯 三灯其量 适顿时 佛堂化成 无极宫阙诸天 清秀道 此运记诸天 佛圣同顾 佛堂同住天盘 无极老母灵台 佛堂当下 成为佛为四英 成熟英时 英帝 英人 英世之英帝 而开眼 以大世英缘传无上法 和其殊胜 庄严 相如 众生对天祭拜 一定要有之工具 自古就有 表达内心心意之桥梁 又称八卦梨 有阴阳两仪四相 包括天地万物 代表万物生生不习之灵 无极生 太极生两仪生四相生八卦 万物由此年年而生 所以八卦梨代表一切万物 居有老生化出来 人为万物之灵 代表弃天 在此生生化化 在此修炼 旧香 而言代表人的心 献香之前要平奴 意味要平心 要有耐心 细心 尽心 拔 杂物拔除 放下妄想 不平与执着 显现世子之心 原心 佛心 如与明师之请 谈此相互见证 八卦如中 请强烟 八卦如之宝贵 立宪 谈香 谈香末 谈香放置于上 指里 左阳干的位置 谈香末放置于下 指里 右 阴坤的位置 代表着 导影的意义在 举凡要 恭请上天 无极老极 先佛 诸天神圣 道谈来 伴三草 土度之大事 指里人员 必须先向点传师 请示起炉 点燃谈香末 我们可有点传师 在请谈的当下所念之请谈词 八卦如中 其强烟 玉化圣将灵谈 其中言与宝贵信力建真章 三千年来周公所制定 得周公九五大礼 传道无事 就由此刻掀起序幕 上桌佛桌天 天高 礼 求道时 由明师指点明路 告诉我们是由理 天而来 下桌供桌的 得伯 气 点道词 这是真明路 了解还不香 飘飘在 天堂 现过一列五盘象征五行天数五 一三五七九的数五 二四 六八十五五即二十五 为天地造化之数 要和礼数所以最多不得超过二十 五盘 有奉献功果 不敢居功 全数归于上帝之意 拜殿一般为六位 一卦有六窑 就拜位 交叉就位 扣守时 众生归根赴命 人一扣命 礼敬老 诸天先佛 象征谦虚 低心下气 踏实之精神 佛堂中的每一文物之百舍均代表着神圣 庄严的启示 身为天道弟子 至深 当中 自然可以增福得 开智慧 各个法系充满 精进修道圆满会命 经典背诵专栏 选考科目大学正式 许 十 数其家治国 所谓治国必先其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 无知 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教于国 孝者 所以是君也 帝者 所以是长也 辞者 所以是众也 康 告曰 如宝是子 新尘求知 虽不忠 不远 为有学养子 而后嫁者也 一家人 一国新人 一家让 一国新让 一人贪力 一国作乱 其机如此 此 为一言分事 一人定国 施云 逃之夭夭 其夜真真 知子于归 以其家人 以其家人 而后可以 教国人 施云 以兄一弟 以兄一弟 而后可以 教国人 施云 其一步推 正是四国 其为父子 兄弟 祖法 而后 民法之也 此为治国 在其 其家 十一 数治国 平天下 所谓 平天下 在治其国者 上老老 而民 心孝 上常常 而民 心地 上 叙孤 而民 不悲 是以君子 有邪举 之道也 所恶于上 无以始下 所恶于下 无以事 上 所恶于前 无以先后 所恶于后 无以从前 所恶于右 无以交于左 所恶 于左 无以交于右 此之为邪举之道 施云 竭比南山 为时延延 赫赫施亦 明聚而沾 有国者不可以不胜 辟 则为天下 无以 施云 因之为丧师 克配上帝 遗奸于阴 俱命不易 道的众 则的国 施众 则施国 事故君子 有大道 必忠信 以德之 交太 与施之 康告曰 唯命不于常 道善则得之 不善则失之以 楚书曰 楚国无以 未保 为善 以为保 旧犯曰 王人无以为保 人亲 以为保 秦氏曰 若有依臣 断断心 无他记 其心修修焉 其乳有容焉 人之有 既 若己有之 人之厌胜 其心好之 不施若自其己出 实能容之 以能保 我子 孙黎明 上亿有力哉 人之有记 卯 即以恶之 人之厌胜 而为之彼不通 实不能容 以不能保 我子孙黎明 一约 待哉 为人人放流之 动诸四宜 不与同中国 此位为人人 为能爱人 能恶 人 见前而不能举 举而不能先 并也 见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远 过也 好 人之所恶 恶人之所好 是为福人之幸 滋毙歹夫生 施于乐止君子 明知 父母 明知所好好之 明知所恶恶之 此之为明知父母 事故君子 先圣 乎得 有得 此有人 有人此 有土 有土 此有财 有财 此有用 得 者 本也 财者 末也 外本内末 真名失夺 事故 财聚 则明散 财散 则明聚 事故言备而出者 亦备而入 或备而入者 亦备而出 身财有大道 身知者重 实知者寡 未知者急 用知者输 则财很足以 忍者以财发生 不忍者以身发财 未有上好人 而下不好义者也 未有好义 其事不忠者也 未有福库财 非其财者也 梦献子曰 处马臣 不察于鸡臀 拔兵之家 不处牛羊 百臣之家 不处聚 脸之臣 与其有聚脸之臣 明有道臣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常国家而物财用者 必自小人以 彼为善之 小人之时为国家 滋害并致 虽 有善者 亦无辱之何以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先佛甚叙 编辑部 既是慈悲愿不存私与偏 颠配合造次不改其至间 合中且共济任众而道远 上顶功心办创建民乐园 无奈 既颠和尚尔诗事也经奉 命来至义和圣堂之中进门以参 上帝嫁也在问众徒各皆安然 平心尽弃待师话谈 哈哈 今日因缘殊胜姑为了结缘众奔波 春来贤徒再能舍了其愿力震大罗 时间有限图静静且待贤徒将比过 哈哈指 至情至性亦能舍 愿孝圣贤来晚大洪流 大赤大悟大罗仙 领命奉旨师徒伴过后 我 一首大仙陈春来宫领 黄圣御智坛结缘随 恩师敬坛参过 圣驾转身再向 恩师接驾问一声大众道 亲你们好吗 且请诸位后学家人 带我摆扣谢 黄文们再来续续言谈 可可 黄年前摆扣过春来直击在位说 感念天恩时深厚能赐节缘不易的 时机已到了末后众位前辈交执多 黄黄道场后学众前途如何惶恐有 欲要代代相继迈奈何天意之传流 或隐或显不知也求扣上天恩更后 无今见了大众面界此目比赞位说 人人都有性灵父是以三才生男友 心知机会说什么道道过去点低哦 我自信的五点传一度我进师门后 发心要舍旧袭染在也不沾烟何酒 大道宝贵自身物虽我并无闻才多 但有一心成能舍事与抛家舍叶旧 本来自小旧亲苦又至年龄失户过 曾经为了丹柴果小小双腿远徒走 一心要为家祭祝丹成五亲坚重责 只想以心能助帮就算一点也值得 虽然如有学何时但能秉持心人后 做人道理之一点不能有愧其污漏 上天慈悲垂经现感化我这凡夫莫 浅浅大德心苦者抱持道念永不休 自从得道明师只开启无逢大道修 良知良能也显现从此立志法圣佛 就从自我当下起不再沾纳昏与肉 不断大悲菩提种更要精进上层楼 自我期许静心坐虽精风考不改有 智洁经历愿坚固方显真正道在我 四十三岁大考过先佛显化故必多 人有善愿天从之和其法门始终就 成就别人己成就发心半道不怕魔 四十四岁成天直惶恐戒胜在心头 人间幻化一场梦修道问心无愧否 在商言商奖利论彼此计较厚语薄 我思修道仍有劫不可沾着旁路走 从此不再做此行改换孤泪去琢磨 这是一点简易式平淡之中放执着 曾经大开大合或现在清风飘两袖 全县道场一味舍要了愿力不歹后 后来师尊慈悲着要我领导在马斗 成狂成恐我居后不敢接此重任责 原德帝君和老他慈悲成全敢话说 这是上天所交代不能推诿与谢责 只好领下此重任边犯边学不敢脱 道亲道亲道相亲一生志在了愿则 能助恩师范末后共化有缘上法周 前前辛苦能担则是我荣幸不敢脱 末后大道见开展国内国外去奔走 老前人养知大德能力后学任礼修 道高悔来礼自有名礼方不募前修 六书道中长讲劝彼时后学有准则 人持定力随缘度方之上天降讨模 不是真心不能过不是真经就怕过 练就以幸福原灵还我本色真人佛 老前人他在草屯玉石山中大建设 道路中心跳开办于是我也后接手 凤祥如理事竟发从他手上接认则 无道本事日常做尽心之力我所求 你们看我今日礼界此机缘暂未说 既以阴阳两分隔再来接续时难得 老念我终亦有能舍大业守圣座 老前人他归空后诸位前辈分夺头 我只一心守职责数年不改志在我 这一点情受肯定直至归空人辈说 谢过香港无大德能为我把其负责 一点忠心和忠继兄弟姐妹共携手 人能舍得凡业挺胜到其有不成就 始终无一方真力志向不改节操有 经之结缘时难得神缘山庄立一合 圣堂能够接造就一专一瓦苦心多 冒免你养自少年就跟在旁学伴修 就算我已归空后要放手时就放手 这片庄严之道场信赖你得能担着 起来物贵听我说我心宽慰在后头 末后大事要明白非得智慧经典魔 不经一番寒彻骨那的梅香庆心头 大道坦坦君子吕不失方针随潮流 咱们实在是荣幸沾了恩德和其后 天人之间诚感应不再口头言语说 荣华半眼不久住多少女子师准头 大道传来方便法但有宗旨不偏颇 有得寿命礼不二天并匪承担法弱 不是看人说什么自己能够认礼修 上天知识人间犯交代下去要振作 咱们默默行持户不争一时争长久 变动不拘人与世不用挂怀在心头 祈福不修有爱仗随风飘平可连流 好自抱持老前人所交所交六书修 在绝经中便是想不须绝其意没落 代代相继之心愿后来当卧前倒修 身为道中掌握者成领天命不敢修 你有智慧有口才更有大众扶持多 此生能够人潜力战战兢兢胜独有 笃行于外施恩后报答一番真心愁 好吗 有疑有问在上楼信心坚决方入流 感谢大众来看我我也不知何言说 时机一时有一遇前人请示 人才虽然也不乏但尚需呆磨练多 上天明明不轻易谁敢做主去成择 我在生时为此苦大众意知为什么 真的假的混仪器只好更加致报首 上天有命此时将考验诸贤解否有 轻易救师本来愿恐怕招考并招摩 虽然老臣见凋零你们莫要聚如后 现在要验真修者且莫造尽分两头 许多道场为此忧不知上天已在何 六十四卦已满过谁能承担三朝则 改幻念目令分走如能保持海本色 外行外乡且战戒方便一时非禁咎 弥勒家园先操办先锋是无座前手 但待十年再看过月见明朗更贺忧 现在各自本位守宿其职责觉中修 发而终结环香到觉悟不怕机关破 或许我今所言与不合你们之意落 磊落坦荡方君子不贪眼前途什么 师尊已然交代下赞位子应放下欧 好好睁那眼来瞧白阳戏场早开罗 好吗 万教齐发中归依谁能领命究子戏 各宗各派缘分聚同把话谈沟通 生命课题在性理学思并进了院去 幻化无常一场梦何来何去被猜疑 你们的心我能体有的怨妇大则机 累积实力斩道气如马不舍一千里 无门秉持前辈们坚毅精神拔涉去 踢山行海不此苦就算劳累辛苦疑 是吗 且暂结缘至于此大众辛苦深聚疲 一旁坐下方便去休息之后再继续 好吗 哈哈指 无欲真道感念不奈何时一事局促 上天之心谁能料为得是轻不绝苦 乾坤两道可好妈在圣在凡亲安住 白羊道降火宅内夫妇同修而欲渡 我献且换家人们共同前进听我主 不用觉得陌生物怎么归空上篇书 我若非陈诗恩护焉能借笔说清楚 韶华意识难留住谁时造化之功夫 我七夜明自从我持栽不将肉果腹 虽然圣觉得奇怪意随我素如同步 家夜我也早放下圣年入道度清苦 你们有缘与我养蕾事修来同门户 道场之中仍无数但进家中连出狱 道理听得明白后期之极寂寞愁 这是一条真明路信未到圆功德路 一子成道选祖乐共同回归云乐祖 白羊大士上天住过了此殿无下故 坚心定性善念护自能成德面郎 庆隆还好可安住兄弟姐妹笑面出 不言过去之怨苦指其未来圣夜度 你们仍有未了心我经见此话利物 若能善于地听感真性自然间流露 发大愿心把苦度当下把握及幸福 是吗 皆探于生人有父不如勉励佛相助 好吗 还得靠着大众们共同把握我心愿述 不在其未不谋指我今已然空首付 抒发一点过去是心中有所难言是 诸众陪谈真心苦若然无力坐椅子 好吗 且以巴得简点自出辟入笑得不孤 众位点传实力赋在此末后任道顾 半事半的老天是不是人间算计出 棋局设得如何巧不是智慧难脱出 有否挂爱眉声所大众力量团结住 未来要看你们的各显一番伸手出 虔诚已然在等待谁肯尽心去操持 和顺基中英华外自古圣贤有此图 存心仰性行后苦要与虔贤并肩负 辅必上天之责任天时留步波仲子 彼此凝结成仪器更要小心跨脚步 战战经经末后世任重道远协力辅 各了各愿宏土斩求人的人无愿出 人少力丹更挺住各伴一段上天主 如有人才须扶持提拔锻炼至不输 但在上天所照见不过无我法罪赎 一信原明见其本来去是否能自如 欲善相助世相伴长幼有蓄力为主 真能舍得全奉献何必眼前便赢输 借定会中能立己不具考谋层层出 一和圣堂大道场须赖众位不持故 帮忙打扬之进退如何成全后辈出 我知言与老生谈你们且但莫此凡 过去因缘照今日未来如何当前观 不用烦恼与愁苦只要尽心不但凡 业力过去图何相留与子孙面面观 请请请勿贵早跟上历代圣贤超成凡 好吗 虽无依依点名幻也应知我心中想 世道宝贵有今日更愿后辈创辉煌 不论身丹和天直立愿乐愿不难昌 能积善念法人度即是先佛来达邦 妾妾私私护归劝莫要自暴自弃量 下重难以与东森海水淹可用斗量 暂借此为方便法活泼玲珑通全样 但要守经方达犬否则随事去摆盪 板荡方能时钟成真物己结形举方 内在动机要纯正否则误导现景框 我今耳提并念命几个愿意入府长 中言逆耳愿善导如有别主道平常 也自谢过道亲们送我一城去下葬 风雨如惠鸡人民共同报道是独框 好吗 时间有限不多罪担顾时间忘体量 一次结缘一次念下次不知何时长 诸位领任尽心立有的已归成道去 不知什么我未予预想结缘问仔细 这是冒年终点传一点体谅的心意 但奈外缘暂不计呆等良机后再提 一分耕耘一分或上天调耳真沉济 感动人天不媚己方是恩师好徒弟 尚有一言劝你们诸重道倾听仔细 人能红道悲红人否能克己而复礼 若然能舍财产去毛病脾气却不灵 三读盘缓和等苦虽有福报功得虚 可惜可叹人不知何不握住此念意 修道修心本来俱二六时中皆不灵 谢谢你们陪谈战辛苦万分不容易 谢谢三财代批语一份因缘善自己 谢谢家人愿陪我一生能够同周济 愿祝大家皆有成修道最后皆关系 谢谢谢谢再感激来时瞬间别一去 上天要有真功德方能回天交直去 祝福大家皆同道一气喝成始终医 无疾自过皇家更随 恩师回礼欲可可退 城前人德化 众人识和尚和尚不识人 乐悟 所谓和尚在佛家式修行圆满 学识丰富到很高深得高望重的出家人 现今很多人以为和尚就是一般出家人的称呼 这是错误的一般出家人士 称之为沙尼 现今的寺庙中称得上和尚者 只有住持或少数长老集着 才堪担当 古之社会 地方上的寺庙 大多为百姓心灵的寄托处 欲有困难就往寺庙求 主 寺中之和尚 当然也就是大家遇到难解的问题时 所咨询的对象也常替大 加排难解分 因此大家几乎都认识寺庙中的和尚 也为一般人所效法凯模 但和尚亿人对众人 对地方上的每一个人 当然无法都认识 尘前人为尘道前 有建于道场中的各位领导人才 军事道中的中间 平常修 半道在高位者每一分每一秒的行为 军事道清门的标杆 不得有闪失 每次访 会在台上的讲师 或负责各项任务之人才 道清门军认识 除了在道场中行为 中规中矩 就算离开亦然 不要以为在外就可松懈 而做出与举之行为 若唯一 先已不认识之道清御见 即可能影响到清修道之观念 除了在高位之人才需 广大静 简是我们的一言一行 如果一般社会大众出入不正当场所 或行为不简 社会的评价是一笑致之 反之若是一贯道弟子有上述之行为 则于论的批评 则不是个人的形象问题 而是牵涉整个道体 城前人之道姿势体大 因此常以众人时和尚 和尚不时来自我警惕 同时亦以此话 要勉励各位道中之领导人才及一般之道清 希望大家能在日常修办中 珍惜羽毛以为雾眠 活佛老师辞讯是清 不可使无期有冷淡心 不可使无期有烦恼心 不可使无期有经步心 不可使无期有愁闷心 不可使无期有难言心 不可使无期有愧恨心 理事长家言 顺尽心怀感恩意尽欢喜接受 王坤德 人因业障不同 一生遭遇贫复 贵贱 吉凶 果报也各不相同 修道历程中 难免有业障千禅 每个修道者的业障果报 现前形式不一而足 有的病魔禅身 有的灾或降临 有的破财来报 有的报于自身 有的则报于子女 或桀骜 或不孝 或腰残 或遗弃 有的报于夫妻 或报月相相 或意见失和 或远离分手 或观寡孤独 对一个真正的修道者而言 与其说是因果业障的报应 结束难逃 不如是为修半道的考验与磨练 道果成熟 亦精细词上传递五张首巨颜 亦因亦因之味道 道包含亦因何 亦阳缺阳不成道 缺阴也不成道 所谓乌阴不深 独阳不成 独阳不成 宇宙间阴 阳二气对待流行 自然有黑白 乾坤 男语 亦同 分合 动静 隐显 冷热 缩放 推拉 刚柔 进退 成败 吉凶 庆吊 妖兽 好臭 美丑 好坏 是非 生死 等等 不慎美举的万有现象存在 更有阴及阳生 阳及阴生 老子未知 物及必反的阴阳消长来往循环之理 可是 一般人总是好词恶比 好比恶词 执着一方 如重难轻语 屈吉避凶 爱美恶丑 乐成忧败 喜生厌死 是是非非 知静不知退 能放不能缩 因而自身忧虑烦恼 甚而得其本不想要的相反 知果 老字道德经第二章有言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思恶意 皆知善之为 善 思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行 高下相亲 因身相合 前后 相随 美 恶与善 不善 有如有无 难易 不善已 常短 高下 因身 前后 本事 阴阳对待 相依相成 浑然一体 心中若有美是好的执着 便有恶是坏的偏见 不善是坏的偏见 有道 有道 就有节 有佛 就有摩 有修 就有考 有顺境 就有秘境 顺即秘来 秘即顺来 处在 顺境时 当思上天慈悲化胸易于无形之中 应心怀恩 趁此时机快快修得行善 要知今日顺境不修得 不行善 难道要待遇境时才修得行善吗 处在遇境时 当自身过去罪业现前 过去做如是因 今世受如是果 无怨无由 今日有缘求 得末后依者 信礼真传 迈入修半道历程 亦来冤欠自然惧怕 一旦修道者成道 了道 则难有讨告之日 二来上天慈悲 亦催促业障因缘早熟 三世因果经世报 从此一笔了断 并借此考验真心 以提升修炼层次 促使到果连位亦随之早熟 因此应欢喜接受 坚定意志 耐磨耐考 任考步道 趁此时机更加谨修得行善 欲风而扶摇直上 今日如是作 来日如是果 必能脱胎换骨 成就更高的境界 孟子说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 罚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又说 生于幽幻 死于安乐 秘境往往是逃住圣前的红炉 瞬境反而尝试震杀志气的毒耳 若生 命是一朵常开的花 种种秘境则是滋润花朵的养分 没有秘境 生命的花朵是狠 容易枯萎的 若想让生命之花常开 就不要害怕种种秘境 因为秘境乃是通往成 公之怒的加油站 不要祈祷生命中没有秘境的出现 而是祈祷自身能有面对秘境 的勇气与智慧 只要敢面对阳光 阴影变炮丢在脑后 遇到秘境其实只是过程 暂时 暂时 片段 而不是结局 永久 全部 扭转的 我们的关键 就在于面对秘境的反应 反应 与态 度了 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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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境时 höher 遇到 恳来 感谢上天让我们从每一个顺境中学习更加感恩 学习更加谦卑 感谢上天让 我们从每一个逆境难题中 学到人生宝贵的功课 智慧日常 菩提日增 历代祖师介绍 王子 第十代祖师姨颖 姨颖的名字叫阿恨 姨颖为什么先前侍奉汤王没有被重用呢 这当中原来有这么一段传奇性的故事 据说东方有个小国 教有生活 有一天一个姑娘提着篮子到桑林去采桑 忽然听见有婴儿的提哭声 寻声找去 发现一株空心老桑树的肚子里正有这么一 各红东东的胖娃娃 视睛着身子 咬手跟足 大张着嘴巴哭泣着 姑娘觉得奇怪 便把娃娃抱起来 去献给本国的国王 国王教育房的厨子 把娃娃带去抚养着 一面派人查访孩子的来历 不久出去查访的人回来禀报 说孩子的母亲圆住在 我身遇一天晚上 梦见神人告诉他说 充饮就出了水就向东 边走 边走千万不要回头看 第二天充饮就果然出水了 他赶紧把神向他说的话告 宿邻居们一面照着神的吩咐向着东边走 邻居们有相信他的话的 都跟着他走 也有认为他是以言乱语的 就仍然留在家里不动 他向东走了大约有十里路程 光景 惦念着家园和邻居们 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了 忍不住回头一看 阿雅 只见他的家园已经净没在一片白茫茫的大水里 狼牙齿一样红涛 正追在他和 与他同行的邻居们的身后 恶狠狠的向他们呼来 他吓得举起两只手抱 正想那 喊狂呼 却不料声音却没发出喉咙 他的身子就变作了一株空心老桑树 站在大 水的中央 底锯住了激流 洪水在他的跟前退去了 过了些日子 踩桑姑娘来踩 桑的时候 就发现在这株空心老桑树的肚子里 有着这个红咚咚的小婴儿 所有 曾经和孩子的母亲一同逃避洪水的邻居 都能够指正这件故事的真实 于是孩子 就确定是空心老桑树的婴儿了 因为孩子的母亲原住在 衣水岸边所以叫他做衣 衣 衣衣在御膳房厨子的抚养下 渐渐长大成人也做了御膳房的厨子 烹调的 一手好菜肴 同时由于自学的努力 读过一些有相当的学问 婴儿兼做了工 听教师 叫有身王的女儿读书 后来陈汤到东方去徐游 到了有身国 听说有身王有个女儿非常美丽贤淑 便要求娶回做自己的妻子 有身王知道陈汤是个贤王 很高兴这件青史 就按照当时正规的婚礼 把女儿嫁过去 那时姨姨也很想到 汤王那里去做事 发挥自己的才干 只是找不到近身的门路 现在趁着有身王假 女的机会 自愿申请做陪嫁臣子 有身王本来也并不怎么重视 这个生长在水冰桑 树里脸上不长不须 女的怪孩子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把御膳房厨子而兼宫廷教师 的她当作陪嫁成子嫁送了过去 依伴随着女学生陪嫁到陈汤那里去 教师的本领 一时还用不着厨子的手 依在伴喜事的证 她当倒可以显现身手 于是这个黑皮肤的矮个的青年 就背着顶 锅抱着菜板 兴致勃勃的在厨房里安排着一切 把她的烹调手艺尽量的使用出 来 果然做出的菜调声和汤王和宾客们的口味 得了他们大大的称赏 汤王清 李一高兴便召见了这个抱负不凡的青年厨子 依隐一下便对着汤王从各种 山珍海卫的烹调说起 一直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陆